攻略完七个兽人的女孩刚回到现代 却又被系统强行召回 重新练队撩完就跑得气味大了 这一次女孩却怎么都跑不了 因为这些兽夫竟然在他离开后各个连生时机 2.5年前 叶黎刚打开一款兽式剧情流游戏 七个风格各异的兽尔帅哥便映入眼帘 随即系统提示 在一堆软萌小兽之中 一只浑身雪白 双眸清澈的狐狸柚子 一下戳中叶黎心窝 毫不犹豫点击确认按钮 游戏进度调缓慢加载 叶黎从床上站起身 准备趁着加载间隙倒杯水喝 却忽然眼前一黑 略显卡顿的声响在耳畔响起 再次醒来时 入目便是一个不断颤动的铁 而此刻的叶黎正蜷缩在牢笼之中 被几位长得兽尔的男人抬着走 叶黎顿时困意全消 他迷茫地打量着四周 除他以外 被关在铁笼中的还有几位少女 他们都容貌上加 头上也长着不同的兽尔 哭得梨花呆 这显然是21世纪不该有的场景 所以他这事是穿越了 与此同时 轰铃的声音从脑中响起 宿主你好 我是谢宿一 现在您处理游戏世界 准备暗空之女 您在现实突发恶极 已冰云死亡 不过只要您能走完游戏剧情 成功攻略目标难走 我们可以助您重回健康的身体 不等夜里反应过来 大量信息便不断涌入他的脑中 他现在的身份 在久违雪糊足的小公主 三天前刚刚成年 偷溜出来玩耍 正巧被流浪商人抓走 商队一路难下 对于他这种没有异能的雌性而言 想逃回去简直难如登天 而且他马上就要被送往 顶级兽人拍卖行 如果被拍走 便会沦为雄性们 解决需求的工具 夜里越听越迷茫 所以现在只能任人宰割斗 还要怎么完成任务 当心宿主 剧情已经开始 拍卖过程中 会出现您的第一个任务目标 先赠送新人大礼包一份 100立方米种植空间一份 可以用来储物和种植 这么说他肚子还真的饿 夜里拿起脚边的水果果盒 随着木属性异能汇入 果盒凭空接出一颗新鲜的果 夜里惊诧 将果子塞入口中 清甜爽口 他立刻欣喜地操纵异能 继续凝结果子 然而还不等他接出第三颗果子 脑中提示音骤然响起 警告 毕竟医生储备异能耗尽 宿主即将限入婚礼 夜里全身一颤 只接了两个果子就异能耗尽 他还真是脆皮 眼前逐渐发黑 意识在一瞬间断现 在醒来时 商队已抵达拍卖场 警熙大人 这些是此次将要拍卖的雌性们 夜里微微抬眸 青色蛇尾闯入视线 借着一双危险凛冽的绿色瞳孔扫 夜里心中大害 连忙低下头 他是一条蛇兽人 不过蛇尾吓人归吓人 那张脸是真的帅 下一刻 系统提示音响起 一号攻略男主出现 唐熙在外隐藏身份化名警熙 警熙开卖行创始人 西纪兽兽人 出身于四大顶级部落之一的藤蛇部落 是寿世大陆上最富有的神秘兽人 忙于事业 不服魂陪 攻略难度 可先 宿主的任务是刷满唐熙的好感度 我和他签并伴侣纪约 并劝收他放弃拍卖雌性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夜里动作一顿 这是叫他攻略一个雌性贩子 不等他消化掉接收到的消息 低沉冷肃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抬起头来 让我看看 似是觉得夜里动作太慢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直接钳住他的下额 看着我 夜里若若抬眸与之对视 男人树瞳深邃 两酒 薄唇清起 这双眼睛不错 腾熙好感度加一 夜里心中一喜 但随后很快便传来 腾熙好感度减五 就是这脸 怎么脏兮兮的 锦西不悦的轻泽 转手拨开夜里垂落的碎法 精致的锁骨显露 男人眉毛微醋 你身上怎么没有生育等级应急 视之残兽 腾熙好感度减六 总好感度促使 夜里心中焦急 这好感度怎么酷酷掉 还有他说的生育等级应急又是什么 生育等级应急是每一位雌性在成熟后 经历苏醒一世时 在锁骨处生成的一种图案 宿主是因为之前执行一能的原因 身上的应急被隐藏了 重新举行执行一世后应急才不显现 但是此刻 腾熙的脸上已是毫不掩饰的杀意 你不知道我们锦西拍卖行从不收残兽吗 他看向流浪商人 你们商队运送的磁性质量是越来越差 流浪商人连忙陪笑 在腾熙看不到的角度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夜里 夜里本不想展露锋芒 但是系统又告诉他 如果宿主此次错过腾熙线剧情 便无法进行之后的主线故事 会被判定游戏失败 更不能重回现实 夜里咬了咬牙 转向腾熙离开的方向等等 我没有应急是因为刚刚觉醒了异能 再经历一次苏醒一世便会显现 腾熙脚步一顿 转头看向夜里 神色凛冽 他确实听说过磁性觉醒异能后 生育等级会被隐藏 但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极低 是什么异能 你可知道欺骗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没骗 夜里捧起地上的果和施展催生技能 不一会儿一颗圆滚滚的果实接触 腾熙眸光一转 行 这只磁性我收了 随即向身后男子示意 去带他找祭司测测生育等级 出于对祭司的尊敬 夜里先被带到了一处温泉洗去脏屋 白色的水雾中 一位身材窑草的美貌雌性从里面走出 此人名唤云米 是云角鹿兽人 由他带领夜里沐浴更衣 夜里快速将身上所剩不多的布料脱下 整个人浸泡在了温暖的泉水中 在云米的精心梳洗下 夜里整个人都变得精致清爽 看着夜里一尘不染的脸颊 云米不禁有些失神 姑娘不愧是久违雪无足 就如传闻中的一般经验 夜里有些怀疑 当真如此好看吗 云米轻笑着递来一面镜子 镜中的夜里一头雪白长蒜 灵动的白色胡尔配上勾人的水蓝色双眸 宛如一个精雕玉琢的雌娃娃 沐浴结束了 姑娘跟随外面的大人走吧 夜里这才收回思绪 大步朝外走去 麻烦姑娘把手伸出来 这是我们这的规矩 请配合一下 等候的男子见到这样的夜里 眼神变得闪躲 尴尬地从腰间拿出一副饮手镯 这手镯不仅能限制受人的活动 还会一直受人调用异能 夜里跟着男子在拍卖行里兜兜转转 来到了圣运大祭司的房门前 见到来人 圣运抬头 瞟了一眼夜里 女气平淡 合适 这只雌性刚刚觉醒了异能 生育等级被隐藏了 需要您再为他进行一次苏醒仪式 行 跟我来 圣运向着夜里摆了摆手 示意他跟上 坊间深处摆放着巨大圆盘 随着圣运的不断操作 圆盘中心散发出一股神秘的紫色光芒 现在可以把手放上去 夜里的手掌在与圆盘接触的那刻 紫色光芒瞬间变为蓝色 又逐渐向着青绿色变化 雌性的生育等级分为红橙黄绿青蓝子 生育等级越高的雌性 生下来的紫色天赋越好 和这位雌性节气的雄性 获得的好处也越多 红色等级的雌性 便被誉为圣瓷 和圣瓷缔节契约的雄性 甚至可以直接提升一节修为 不过圣瓷的数量 在整个大陆上去之可数 随着光芒的变化 夜里的心也跟着忐忑不安起来 下一瞬 树立的巨大圆盘上 就迸发出刺目的红光 圣运祭司谋底闪过一丝诧异 圣瓷就连一项情绪稳定的系统 都不淡定了 带过这么多借宿主 他也是头一次看到开局 就喜提红色的圣瓷 夜里只觉锁骨上一阵刺头 一朵鲜红色的玫瑰浮现 祭司望着这朵娇艳欲滴的玫瑰 口中喃喃 看来锦西此次要转翻了 夜里的待遇立刻得到了质的飞跃 手上的银手镯被换下 被带到了一扇写着九十九的大门后 同行的男子告诉他 锦西大人在忙 你去九十九待上一阵子 之后我再带锦西大人来看 随着九十九的大门开启 络一步觉得啜泣声从屋内传来 房间内关着的都是姿色惊艳的貌美雌性 他们的神情慌张又害怕 正是此次要被拍卖的雌性 男子将夜里推入其中 紧挨着一位闭目养神的猫耳雌性 男子确认完人数后便匆匆离开 然而就在九十九号房被关起来的那口 夜里身边的猫耳雌性瞬间睁开双眼 他简单试探了一下铁蓝之间的宽度 随后将自己的头缓缓伸了出去 夜里心中震惊 猫果然都是液体做的 那么狭小的缝隙 硬是被他用缩骨弓钻了出去 女子察觉到夜里的视线 投来一个警告的眼神 又缓缓向大门走去 系统的声音随之响起 触发直线任务 助猫兽人逃离 成功奖励五百积分 一人升一级 失败则随即乘法 任务线索一 诉诸可用兵营继承钥匙形状 尝试开锁 夜里仔细回想片刻后 凝聚出一根细长的冰锥 在笼子的锁眼上试了几次 终于咔哒一声 成功了 夜里悄悄走向大门边 发现之前从铁笼逃出来的猫兽人 正拿着一根铁似摆弄 却迟迟弄不开眼前的大门 我来试试 夜里话音未落 猫兽人便猛然从地面上跃起 蹦开三米 警惕地看向夜里 夜里愣了愣 察觉他没有抗拒联手的意思 才接着走向大门 一连凝聚出好几把钥匙 在异能直快要消耗殆尽时 门终于开了 然而两人眼底的惊喜还没散去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两人立刻提高警惕 分头站在门的两侧 两位身材消瘦的男子走路 猫兽人瞬间跃起 骑上其中一位雄性兽人的肩膀 双臂用力 声声拧断雄性兽人驳梗 快动手 眼见另一位雄性向夜里扑去 猫兽人低喝一声 出入兽室 夜里别说杀人 连伤人都没试过 系统的声音与技能的使用方式 一同汇入夜里脑海 下一刻 夜里伸手一挥 树到冰锥凝结 在那雄性的胡爪到达前 刺入他的身体 一击毙命 厉害啊 猫兽人赞叹一声 悄然将头伸出门缝 外面很安全 快走 夜里的嘴唇发白 虽然这招很有杀伤力 但却在一瞬消耗了他五成的异能 刚提起精神要跟着猫兽人离开 等一下 两位姐姐带上我 一位身材瘦削的黄毛兔兽人 从笼子里钻了出来 笼子上的索尼被他不知不觉中敲开了 夜里和猫兽人对视一眼 都在对方眼底看到了拒绝之色 夜里的支线任务是帮助猫兽人跑路 他一点都不想节外生智 现在每分每秒都是逃出去的关键 夜里冲着猫兽人摇了摇头 牵起他的手腕转身就要向外跑去 哎 别跑啊 等等我 人多力量大吗 兔兽人喊的声音不小 一雨落 他才连忙捂住自己的嘴 两人离开的方向跑去 夜里拉着猫兽人一路狂奔 跑到一个僻静的拐角 他们才停下稍稍恢复力气 我说两位姐姐 你们跑得可真快 此时的兔兽人以类的上气不接下气 双颊憋得通红 刚刚追赶夜里两人用了他全部的力气 不过幸好追上他 在确认周围安全后 猫女松了口气 转头看向夜里都是友好的身子 我叫安琪 是那些流浪商人趁我受伤昏迷 把我绑来的 他们真是想赚钱想疯了 等我找到机会 一定要好好惩罚他们 你呢 被家里人卖出来的吗 夜里摇头尴尬笑了笑 我叫夜里也是被绑来的 安琪还没来得及接话 就被一旁的兔兽人打断 我也是呢 我叫兔戎 很高兴认识你们 兔戎恢复一些力气后连忙来套进步 眸光不时停留在夜里面容上 神色中夹杂着隐隐嫉妒 戎容保证一定不会拖后腿的 你们就带着我吧 兔戎的语调极尽恳求 一双漂亮的赤眸一眨不眨的看着两人 然而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还没开始 外面的雄性突然多了起来 一个个神色慌张的搜寻每一个角落 想必是发现有雌性丢失了 这可怎么办 三人皆是一片愁容 送主可以前往地下室 那里有条地下通道 得到系统的提示后 夜里快速扯了扯安琪的一脚 安琪跟我来 我知道一个地下通道 夜里跟随系统的指挥 一顿操作后 眼前坚实的石墙竟真的被打开 石墙之内虽然一片漆黑 但向下走了几步便有亮光透露 夜里指了指前方的白光 安琪 前面那道光就是出口 那里没有守卫看守 很安全 只要他把安琪送出去 这任务便成功了 兔戎惊喜地叫出声 太好了得救了 他率先冲入洞穴 向白光跑去 夜里心底一惊 拉着安琪加快脚底的速度 你们怎么知道这里的 入口处传来腾熙的声音 夜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就在距离洞口 还有三十米的时候 出口处忽然传来轰隆声响 随后一面石墙快速下降 很快遮住了一半的出口 而夜里手中的冰凉触感 忽然变得眠热 夜里骤感不妙 回眸望去 身旁安琪的位置 竟变成了小巧的兔兽人 兔戎吐了吐舌头 一步从出口滚了出去 此时的安琪被换到了八十米开外 虽然他已在急速奔跑 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眼神愤怒 刚刚不知道兔戎使用了什么技能 居然直接交换了两人的位置 石门即将关上之际 夜里一手凝聚出两根半米粗的冰柱 勉强支撑即将关闭的石门 另一只手甩出一根数十米长的藤腕 安琪 我送你出去 藤腕缠绕安琪的腰部 夜里用力一甩 安琪如同离弦的剑一般飞出石门 随后石门重重地落下 激起一片尘土 夜里大口地喘着粗气 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奖励积分500 一能等级升一阶 成为二级异兽 重置空间扩大两倍 添加水源 增加养育功能 另外获得两个新技能 二级兵属性技能防御兵盾 二级木属性技能治愈 男人的身影越来越近 闭塞双眸在漆黑的环境中 显得格外危险 还真是头一次有雌性 从拍卖行逃走的 藤蚀轻易破开夜里的防御 挑起她的下额 说吧 你是怎么找到地下室入口的 面对颈椎而来的 阴力蛇兽人的质问 夜里连忙眨巴起双眼 俨然一副无辜的模样 不是我找到的 是安琪告诉我的 她带我来的 反正人都跑了 藤蚀也没办法对峙 藤蚀眸色一沉 是那个猫女 她撩开夜里的头发 锁骨上红色图腾撞入眼帘 呵 还真是个圣词 看在圣词的份上 饶你一命 不过我很好奇 刚刚明明你可以逃跑 为什么要舍命送那猫女离开 你自己不想离开吗 夜里被藤蚀问得一愣 沉思片刻后 她狡黠一笑 一个原因是因为 安琪救过我的命 藤蚀挑眉 另一个呢 我说我舍不得你 想成为你的伴侣 你信吗 夜里的声音轻悦 再配上恰到好处的妩媚 藤蚀不经正神 扭头收敛 面上微不可查的错误 别开视线 不可能 休想骗我 在我眼里 你只是能带来利益的商品 我劝你收回那些不该有的心思 夜里却不打算放弃 我是圣词 和我节气 不仅直接提升你一切修为 还可帮你平息造虑之气 你真不打算考虑下吗 藤蚀微愣一瞬 和圣词节气 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但他无法完全信任夜里 毕竟一名雄性一生 只能和一位雌性节气 一旦夜里背叛他 就会对他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想到这里 藤蚀的眼底变得肃杀 你是打算和我节气 再一次来威胁我吗 休想 拍卖即将开始 我劝你收起不该有的心思 藤蚀将夜里抗在肩上 快速离去 夜里只觉一阵晕眩 看来刷好感度 这条路有些来不及了 系统 我要查询怎么签订办理契约 看来这条路也不简单 那你能不能给我兑换点情药 或是一支异能的药品 好 都兑换了 夜里几乎没怎么犹豫 积分以后还可以再转 很快他的手中 便出现了一蓝一律两个小瓶 夜里打开两个小瓶 找准时机掩住口鼻 将粉末撒向藤蚀 并且急速撤退 藤蚀下意识后退 却被夜里召唤出的藤蚀 固定在原位置两秒 就是这两秒 让藤蚀将药吸进去大半 身体在一瞬泛起燥热 你竟敢给我下药 藤蚀的周身温度一瞬变得冰冷 杀气四溢 这一刻他是争起了杀心 不仅有杀意 还有深藏雨底的惊慌失措 如果真和眼前雌性节气 保不准自己会被利用 多年积累毁于一旦 直到此刻 藤蚀还不忘威胁夜里 你要是敢强制和我节气 我一定和你争个鱼死网破 夜里抬起藤蚀的一根手指扎破后 磕下一滴血 嘴角勾出挑逗的笑 仿若一位一旦沉沦 便会让人死无葬身之地的魅魔 离我原点 藤蚀想直起身体 但却依旧使不出力气 翠绿的毛子不满血丝 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夜里居高零下地俯视着她 藤蚀眼神闪躲 再也不见方才蛮横冷血的气势 眼角甚至擒着三分水 夜里看着眼前的一幕 却没有要继续的意思 她挑起藤蚀的下额 深不由己的感觉如何呀 那些被你卖掉的雌性兽人 何尝不是如此 藤蚀睫毛轻颤 张嘴欲要反驳 却直接被夜里捂住 一一给我动情剂的解药 什么解药 这个是难得的机会呀 只要宋主强行和他黑黑 这一攻略任务就算完成一大半了 夜里摇了摇头 这个任务的难点不在节气 而在如何让藤蚀心甘情愿取消雌性拍卖 如果他和藤蚀强行节气 并以此威胁藤蚀停止雌性拍卖 藤蚀心底只会有恨 一旦他找到机会反复 说不定会适得七分 一一文言不再疑虑 这才消耗一百积分给夜里兑换了解药 夜里拿到药瓶变向藤蚀的唇中道具 喝下去 这是动情剂的解药 藤蚀减小了挣扎的幅度 只勾勾看向夜里 眼底竟是怀疑和不解 夜里无奈地叹息一声 我不会跟你进行到那一步 也不会强行和你节气 我只想你知道 被你拍卖出去的那些雌性的处境 正因你这里的高价收购 才引得那么多的雌性流离失所 痛苦一生 所以我想让你思考一下 拍卖雌性的生意是否还有进行的必要 藤蚀谋底灰暗 显然是将夜里说的话听进去了一些 不过我心里还是想和你节气的 只不过我想等你心甘情愿的时候 说吧 夜里扔下藤蚀 转身走远 按剧情顺喜 宋主的下意的攻略对象是 阴龙部落第二身为继承人 容易 夜里正垂谋思索 忽然感到背部一阵距离袭来 不受控制地向地面扑去 接着颈尖传来一阵剧痛 一滴鲜血顺着颈部滴落 锦西 你在干什么 夜里用力挣扎 企图从舌口逃脱 锦西的毒牙在夜里颈部注射出一种麻痹性的毒 夜里只觉自己浑身力气在快速流失 体内的异能也在一瞬间嘴 宋主 他在和你签订双向契约 一旦签订成功 磁性如果想要毁约 身体就会遭到巨大反噬 而且三年内都无法再和别人雄性解气 这种契约 是以雄性修为倒退为代价 夜里的眼前逐渐发飞 记忆的最后一刻 是腾熙将他抱了起来 腾熙看着怀中雌性纤细白皙的脖梗 心里生气还想再咬一口的响嘴 我承认你很美味 说的话也很有道理 但我还是会把你卖掉 他已和应龙部落那边谈好价格 应龙部落这次提供的东西 他势在必得 夜里再次醒来时 颈部多了一条链子 铁链的镜头连着牢笼顶部 听到笼子里的声响 一鸣雄性走进夜里 醒得还真及时 下下的就轮到你了 此刻 拍卖台下坐满了贵客 其中前四排的兽人格外出众 叶里反应良久 所以他终究还是没逃过被拍卖的命运 不过无所谓 正好去见见他的第二位男主 宿主快看 台下的前四排 坐着兽市大陆统治东南西北四大港块的部落代表人 分别是统治西方港块的应龙部落 统治北方的凤凰部落 以及东方的麒麟部落和南方的藤舍部落 据我所知 腾熙和应龙部落查好价格 缓缓推着一个铁龙上前 铁龙内的绝美雌性出现在众人面前 台下的气氛顿时沸腾了起来 拍卖官清了清嗓子向大家介绍 这是今天上场拍卖的倒数第二位雌性 白虎种族 声誉等级更是罕见的橙色 什么橙色 锦西拍卖行不愧是兽市大陆最强大的拍卖行 就连这种雌性都有 台下众人满是震惊 纷纷拿起手风牌子准备进减 价格一路涨到八千万兽币 拍卖官一锤定音 恭喜麒麟部落 成功拍下 叶黎也被震撼到了 没想到拥有橙色声誉等级的雌性居然这么值钱 紧接着就轮到了叶黎 身下的笼子被缓缓推动 拍卖官的声音更加高昂 接下来是此次拍卖的鸭台商品 久违血糊足的雌性 叶黎的绝世容颜展露于众人面前的难客 所有人都呼吸一顿 双眸不断睁大 看到他锁鼓处妖艳的红色声誉标记时 部落代表人们握着木牌的手指都开始激动地颤抖 那是圣词 真的是圣词 推着叶黎的兽人挥手示意众人安静 想必大家都知道圣词的珍贵 所以起拍价稍高一些 五千万兽币 叶黎心中大害 这哪里是稍高一些 这可比之前的白虎兽人直接翻了十倍 却不想下一刻 近拍之声接连响起 应龙部落 一个亿 麒麟部落 三个亿 腾蛇部落 六个亿 凤凰部落 九个亿 正当拍卖官想要一锤定音时 嘹亮的声音在第一排响彻 应龙部落 出十六个亿 听到十六个亿这样高价 拍卖官半天没反应过来 两九 他才想起敲击手中小锤 十六个亿成交 恭喜应龙部落 请一步台下进行交易 叶黎又被推回台下 笼子被推动两九 不出意外 他又对上了那双绿色的笼子 腾熙匆匆瞟了他一眼 又飞快一开视线 获会了应龙部落的成员会来接你 夜里垂眸小声嘀咕 把自己的瓷性慢 锦西大人真是兴奋 他声音很小 不过腾熙还是听得很清楚 他没有反驳 默默看着迎面走来的身影 竖到身影中 右边的男子尤为显慕 他身材高大挺拔 橙色的毛子明亮清澈 系统提示随之响起 应龙长老弟了的眼神 交易达成 因而把东西交给锦西大人吧 在腾熙检查完盒子内的物品物后 应龙长老含笑转头 龙应也可以把他抱出来 龙应刚要下手 站在长老另一边的龙子 抢先开口 长老就不麻烦应哥了 我来报小雌性吧 说话之人身材略微消瘦 正弯下腰做事要抱起夜里 龙琛六阶后期兽人 为人小肚鸡肠 向来被龙应武力压制 渐渐对龙应产生恨意 是应龙部落第三顺位继承人 性格狡诈 夜里挥开龙琛伸来的手 转头望向龙应 张开双臂 我要你抱 话音刚落 拉下的除了龙琛的脸 竟然还有腾熙的好感 龙应好感度加十 总好感度十 腾熙好感度捡五 总好感度二十 龙应的神情十分愉悦 伸出双手将夜里抱入怀中 夜里安静地被龙应抱着 故意转头对上腾熙的目光 挑衅地瞪了他一眼 随后埋入龙应怀中 夜里挑眉 这黑化度又是什么鬼 他继续埋在龙应的怀中 没在看距离越来越远的腾熙 而是抬眸看向龙应 他的举止处处透着柔情 小雌性不用怕 今后硬龙部落就是你的家 龙应抱着夜里走了好一段时间 不知不觉在他的怀抱中睡去 忽然在一阵震荡中被惊醒 凛冽的气流划过他的脸颊 他居然乘坐在金色的硬龙之上 四周飘散着若有若无的血腥气 小雌性坐稳 我们遭遇袭击了 夜里伸手摸向金色鳞片 龙应你受伤了 夜里仔细找寻半天 才看到他鳞片下的刺目鲜红 他立刻运转木系第二技能帮助龙应止血 不用担心 感受到雌性的关心 龙应浑身振奋 加上伤口斜一止住 他飞动的速度都不自觉地加快 身后的那些是什么 夜里转头 便见成百上千只黑色大鸟 正不屑追击 不识传来难听的怪警 那是乌鸟 龙应的眼底皆是不满 那群乌鸟通常情况下不会攻击人 今天也不知是怎么了 尽敢挑衅应龙不露 众龙钻入矮矮的云端 可出来时 竟只剩下龙应一个 这是怎么回事 刚刚有东西抓我 夜里忽然开口 在云内飞行时 有一只金色龙爪抓向自己 夜里下意识召唤出藤蔓抵挡 后来藤蔓被抓走 龙应和众龙也走散了 这不像是巧合 龙应文言眼底划过一片暗波 没关系 我自己也能 话音未落 他闷哼一声 差点没稳住平衡 不断飞来的黑鱼狠狠穿透了他的灵体 夜里回眸望去 漫天黑鱼席卷而来 他迅速召唤出巨大的冰盾 等下攻击 怎么都追我一条龙 龙应不悦地择了一声 强忍身上疼痛 继续扇动翅膀 尽量和身后的乌鸟群拉开距离 幸好他已是七阶龙兽 不然早被追上了 疏忽间 一根羽毛钻了空子 擦破夜里手臂的皮肤 你受伤了 感受到小雌兴的呼吸一瞬不稳 龙应心中焦肿 垂眸望向下方一片茂密的森林 走 我们先去里面躲躲 刚一落下 龙应将夜里圈在怀中 安静站在一棵巨树上 一众乌鸟在天空中盘旋两久 依旧没有找到两人 最后才善善离开 龙应将夜里轻轻放下 既然来了我们就逛逛吧 听说森林中有能增加异能的灵质 龙应鼓足勇气握住夜里的小手 耳间一片飞红 他听说磁性很脆弱 一天要吃三顿 飞了有段时间了 他应该饿了 你是久违血狐部落的吗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夜里抬谋语之对视 我叫夜里 那我以后叫你小丽吧 回到部落后将进行一场比赛 获得最终胜利的应龙才可以拥有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赢的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在这一段时间里 龙应的好感度迅速增长 已达到了65 听的系统播报着不断增长的好感度 夜里不经轻笑 相比于腾熙 能只累积到500 他就可以突破到三阶了 他一边快速浏览 一边寻找距离自己最近的目标 简直的松树蘑菇 在松竹右边20米处 20米也不远 夜里抬眸看一旁 正在观察地形的龙应 发现他在忙碌 也就没打扰 走向右边寻找松树蘑菇 很快夜里便看到了松树蘑菇的棕影 在一棵粗壮的大树下 长着数个棕色的蘑菇 其中一个居然比50年份的灵芝 还要打他蹲下身来 弯腰采集 因此没注意到隐藏在草丛中 正准备随时给猎物致命一击的大老虎 等到夜里发现不对时 那老虎距离他已只有5米 这距离对于老虎来说 只要轻轻一跃便可将猎物按在身下 可夜里也不是那种手无负机之力的磁性 数到冰锥一瞬被夜里凝聚而出 齐齐瞄准那只要出来的大老虎 紧接着在老虎腾空欲要发动攻击之际 数到腾万巧然缠绕住他的脚 随后冰锥齐发 大老虎发出一串痛苦嚎叫 然而那冰锥只是浅浅扎入到皮肉之中 并没有受到致命伤害 老虎一声嘶吼 继续朝着夜里狠狠扑来 夜里凝聚出一道冰盾 刚要喊救兵 鼓鼓雷电便直接劈向了那老虎 老虎熬屋一声倒地 但龙硬显然没想轻易放过他 一爪子刺入老虎腹部 鲜血溅在龙硬的脸上 他又即刻转头 小力没吓到 夜里摇了摇头 下意识咽下一口口水 龙硬看了看鲜血淋漓的自己 又看了看浑身干净的夜里 刚打一笑 看来我得找个地方清洗一下 等到两人来到水源边时 天色已暗 龙硬直接转身将外衣脱下 一头扎入湖水中 夜里则找了块大石头 坐在上面查看自己的异能进度条 他现在已累积100异能值 四量片刻后 他将异能值全部加在了自己的木系异能上 异能值分配成功 冰系异能 零五百 木系异能 一百五百 夜里垂眸思索 还有四百才能将木系异能提升到三阶 看来还要再去完成一些额外任务 检测到五十米处存在青狐虾和鲜鱼 初四使用后可奖励异能值时 积分室 这任务不错 夜里月下水面寻找青狐虾的踪影 在系统的提示后 拨开一小片海草果然发现了青狐虾 取了一些湖水样本后 将空间里的水源分出一小部分调整 成和湖水一样的寒烟度 随后将几只青狐虾丢入其中 这样以后就可以随时吃到虾了 阿里在干嘛呢 湖里危险 天色也快黑了 别往深处走啊 有想吃的与我去帮你抓 龙印突然间从湖水里钻出 夜里点点头 余光中察觉到一抹灼热的视线正盯着自己 他回眸望去 却什么都没有难道是看错 夜里试探性向那个方向走了几步 湖水直接从腰部上涨到锁骨处 察觉到危险的气息 他转身准备回到岸上 才走了几步 忽然察觉脚腕被拉住 他原本以为是龙印捉鱼龟了 回眸望去 却对上了一双幽蓝色的毛子 男子锁骨以下的身体没入水中 目光炙热地盯着夜里 简直到新的代工略男主 渝州 六届巅峰兽人 人鱼不弱 鱼腹腹黑 工略难度四颗星 工略任务 杀满渝州的好感度 不与其洁气 并获得骄人类 当个渝州寻找到丢失的东西 夜里下意识开口 你丢了什么东西吗 渝州一愣 握住夜里脚腕的手 不自觉加重力道 下一刻 龙印跃出水面 你是谁 拉着我的小雌星干嘛 龙印的醋意瞬间达到巅峰 树道子电向渝州攻去 渝州被迫松开夜里 鱼尾轻拍水面 升起水墙将雷电阻尽数挡住 他本还要再站 却忽然感受到体内气血翻涌 眼前景象变得虚幻 这是即将突破的机器 情急之下水墙溃散 渝州化成一条蓝色的小鱼 就连才认识三天的龙印 好感度都已飙升到八十 还增加了不少积分和异能值 木系异能更是直接升阶到三阶 获得了新技能 碎毒 可在藤蔓缠绕敌人时释放毒素 麻痹敌人的神经 让其失去战斗力 而龙印也已经计划好回程的路线 小鱼 快下来 我们该回应龙部落了 龙印在上夜里在天空中飞翔 夜里忽然好奇地开口 阿印 为什么你是应龙部落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你不是全部落年轻一代实力最强的吗 原来龙印还有一位长兄 名叫龙渊 两人原本的修为同为六届后妻 后来龙印机缘巧合下率先突破 所以才成了部落内最强龙兽 龙渊大哥大概率也会参赛 他是我的劲敌 不过最终获胜的还会输 他绝不能输 输了夜里就是龙渊的 到时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发苦 飞跃层丸叠仗的山峰 一块巨大的圆形土地 有远极近出现在眼前 里面不少龙兽来回走动 也有少数硬龙在天空中盘旋 一只盘旋的金色龙兽 在见到夜里两人的身影后 忽然动作一顿 热情地迎了上来 硬哥 你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在外面遭遇什么不测 龙印耐心地介绍 这位是龙颈 我的一个小弟 此时龙颈才注意到 坐在龙印身上的夜里 女子腹白如雪 容貌出尘 看得龙颈一煞愣神 理所当然地迎来了龙印一绑子 看什么看 快叫嫂子 嫂子 你可真漂亮啊 龙颈信心收回视线 转头说道 硬哥连续飞了几天几夜 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说到龙颈话音一顿 还有 还有那个龙印说见到你的话 让我给你带句话 他说他很担心你 龙印文言顿时恼火起来 我不是已和他明确说过不喜欢他了吗 下回别再帮他当床话筒 不然你也别当我兄弟 龙颈吓得一阵色缩 摸着脑袋连声道歉 龙印给他留下一个好自为之的眼神 便转身带着夜里急速离开 却不忘努力平静自己的情绪 主动跟夜里抱贝 小丽别多心 我心里只有你一人 我真的不喜欢那个龙颈 她是我的一个表妹 小时候我把她当亲妹妹对待 但随年龄的增长 她总是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事 第一 解锁新人物龙颈 又是丧妇 娘亲改嫁 因此从小接爱 性格孤僻偏执 因龙印而实的善意 所以对他产生了意外 一直缠着龙印 一心一直想见给他 触发这些任务 和龙颈成为好友 今次他放弃龙印 奖励积分一千 一等等级升一千 空军增加防腐功能 系统下发新任务期间 龙印已带着夜里回到了他的院里 里面并没有想象中的潮湿寒冷 相对来说还十分整洁温馨 夜里还没来得及看完房内布置 就被龙印一把拉到床边 他将周围的照明惊视关闭 将夜里揽在怀中 低沉的声音中透着浓浓的疲惫 小丽 天色不走 我们睡觉吧 两人侧躺在床上 龙印将夜里的双手紧紧握住 还真的什么都没做 直到清浅的呼吸传来 龙印睡着了 一直以来龙印都没有向夜里提过分的要求 仿佛只是牵手就非常满足了 次日等到夜里醒来时 龙印已穿戴完毕 还为他做好了早饭 忽然庭院的房门被咚咚敲响 龙颈的声音带着几分急促 硬哥在不在 大长老说一个时辰后到广场集合 硬龙部落年轻一代的比赛要开始 知道了 你接着去通知别人吧 穿戴整齐后 龙印拉着夜里向广场大厅走去 硬龙部落从外面带回来的雌性归属情况分为两种 如果是部落雄性单独带回来的雌性 那名雄性可以选择独自战友还是充公 像夜里这种以部落名义从拍卖行买来的雌性 则需要部落内的成员进行竞争 而夜里正是今天重龙相争的第一主角 只有龙印打败所有竞争者 他才算彻底拥有夜里在部落内的所有权 两人来到广场中心 组长热情地向夜里挥手 圣瓷快过来站到中间来 随着夜里站到高处 场内顿时一片哗然 高台上的夜里腹白如雪 妩媚妖娆 台下的龙兽眼底皆是兴奋的光芒 不愧是圣瓷 真是太好看 组长开口宣布 此次一共从拍卖行买回六位雌性 一会儿从圣瓷开始 大家各凭本事 如果之后无法取得雌性们的认可 部落有权将雌性重新分配 现在所有想竞争圣瓷的单身龙兽们 站到第二个台阶上来的 圣瓷足以让所有雄性未知疯狂 很多单身雄性们跃跃欲试 却迟迟不敢率先登台 龙应众哼一声 率先登上台阶 棱角分明的眼底竟是冷冽威胁 让那些犹豫不决的龙兽们更加迟疑 随后只有两位六阶龙兽人有胆量上前 其中一位便是龙称 还有谁 龙应看到挑战者中没有龙渊的身影后 刚想松一口气 道歉 我来晚了 毕生龙银划破长空 远远一条金色巨龙向着广场急速飞来 众兽人瞬间再次沸腾 龙渊哥突破七阶成功了 这回有好戏看了 金龙缓缓落地 化成一位俊美男子 抱歉男应 我要和你抢圣词了 龙渊哥这是什么话 这本就是能者拘之 话虽如此 但他心底不知一把龙渊骂了多少遍 看着眼前的俊美男子 叶狸的双眸一亮 能在应龙部落看到如此温文尔雅的男子实属稀奇 龙应余光一瞥 却将叶狸的神情尽收眼底 龙应 黑化值将十 不黑化值 十 系统应立刻将叶狸拉回现实 他差点忘了还有黑化值这一场 不过龙应怎么会长黑化值 就因为他看了一眼龙渊吗 龙应与龙渊四目相对 叶狸几乎能看到两人谋中对抗的电影 长老适时开口 好了 比赛开始 下面进行抽签环节 两两对决 第一场龙渊对战龙葵 第二场龙渊对战龙撑 龙渊毫无疑问获得了第一场比试的胜利 接下来就是龙应对战龙撑 他们两人开局就直接调动了异能 天空瞬间乌云立步 雷云翻滚 认输吧龙撑 你不是我的对手 为了下午与龙渊的决战 龙应不想在龙撑身上消耗太多的异能 龙撑阴郁的双眸闪过力气 忽然一团紫色的浓雾向着龙应快速写 宿主 那是变异能 裹挤着巨毒的物 叶狸立刻担忧起来 长老刹那间射出藤万将龙撑拉至安全距离 可以了 这场龙应胜 龙应休息下吧 下午决赛 龙应面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却在落地的那颗尖神色一将 微不可见地裂起了一下 叶狸赶紧将龙应扶紊 眼见龙撑从眼前掠过 龙应的语调忽然冷声开口 站住 把解药给我 比赛失利的龙撑眼底划过暗波 毫不犹豫地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药瓶 扔给龙应便转身离开 独度一声咽了进去 这样你总放心了吧 龙应这才摆了白手 将手心的丹药吃了下去 运转体内的异能后果然好了不少 叶狸看到龙应身体不太舒服 于是提议先回家小气 两人刚走了一半 又被龙渊伸手拦住 八应能否借一步说话 见到龙渊欲言幼稚的模样 叶狸时去回避 龙应则被龙温拉着离开 两龙走后 叶狸的余光瞟到正在树后偷看的龙应 转身便向着树后走去 你是龙应的表妹 龙应吗 龙应恶狠狠地看向叶狸 眼底皆愤恨 银黄黄的短刀猛然被拔出 直接朝叶叶小腹刺去 都是因为你霸占了硬格 杀了你 他就可以陪我 叶狸及时召出一个小型冰盾 挡住攻击 随后直接将龙应手中短刀打掉 他无奈摇了摇头 支线任务 赶化并交女配 开始了 叶狸伸手握住龙应纤细的手腕 你太瘦了 需要多补充些营养 这些你拿回去吃 龙应愣愣愣看向手中多出来的果蓝 欲言又止 如果不出意外我会留在龙应家 到时你可以来找我一起吃饭 和龙应成为朋友 让他放弃追求龙应的第一步 先和他套进口 我才不需要 龙应愤愤将手中果蓝丢在地上 水果滚落一地 夜里强人火气 沉声开口 不喜欢电话 下次我再送你别的 说完不等龙应回应 夜里转身离 回原地等龙应 此时龙应刚结束和龙应的谈话 牵上夜里的手便渐行渐远 龙应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一股微妙的心酸感涌上心头 他看着地上散落的果实 小心翼翼地捡起 重新放回果难中 默默拎着离开了 回到家中 夜里又从龙应口中 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龙应局促地主动坦白 其实刚刚龙应和我说 如果我给他三个影 下午的决赛他就给会放水 多 多少 夜里顿时满眼惊骇 他怎么不去打劫 我同意他了 龙应敏唇 一副做错事但不后悔的样子 之前我和龙应同属六阶时 打过好多次 胜率持平 但他今天突然突破七阶 他不怕输给龙应 但他太害怕失去夜里了 夜里只是惊讶了一瞬 就恢复了瓶颈 所以龙应来参加比赛 就是为了敲诈龙应三亿兽臂吗 还有就是 没想到龙应竟然真的拿得出这么多钱 龙应还想说些什么 却忽敢眼前一黑 险些跌倒 阿易 怎么了 夜里扶住龙应 却脚下一软直接跌到地上 胃里泛起肝傲 以龙应这个状态连战都战步 根本无法参加下午的比赛 如果他不去参加 便会被当作弃绝 用不到龙应放水 他就会被淘汰 夜里也会变成龙应的 系统伤程中常询到解毒药剂 对换机构二百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 对换 化落 一根玻璃试管出现在夜里手中 夜里将试管里的液体倒入龙应口中 龙应缓缓醒来 夜里悬着的心刚落回肚子里 等于宿主 检测到龙应体内还有一种慢性毒 最不致命大会大大减缓修炼素 一旦这种毒服用三次后 修为便会彻底停滞 相应解毒药剂 一千积分 夜里的星期上八下 他的积分不足以立刻兑换这个程度的解药 沉默两久 他的脑中升起了一个绝佳的计划 下午 比赛开始前夕 夜里握紧龙应的手一脸担忧 安应 你真没问题吗 龙应脚下一笑 放心吧小明 我没事 一会我们照计划行事 长老高声宣布 决赛开始 龙应对战龙渊 龙应登台的那刻 脚下一个亮枪 身体也摇摇欲坠 只不过这是他装出来的 龙渊疑惑得醋眉沉思 似乎在思考一会怎么放水 才不会太假 两道龙应过后 巨龙撕破长空 两龙遥遥相望 剑拔弩张 在经历一阵激烈且平淡的厮杀后 两头巨龙停止动作 一起缓缓落下 化回兽人形态 他们的身上尖眉挂彩 仿佛只是一场简单切磋 龙渊举手向长老示意 是我输了 惊讶的长老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配合式地宣布了最终结果 这场龙应声 恭喜婴儿 今后圣词就归你所有了 不料龙应刚说一个好字 忽然捂住胸口 痛苦地栽倒在地 顿时惹得众人一片惊慌失措 叶力冲上台去抱住龙应渲染预期 故意拉高阴定 阿印 你这是怎么了 巫医 快叫巫医来 越粗越紧 连声叹气 应哥这是中了毒 这是一种剧毒 要是拿不到解药 三天内必死无疑 人群中 叶力捕捉到龙琛的身影 便狠狠凝上自己的大臀 瞬间眼含热泪 龙树哥 你帮忙求求龙琛哥 让他把解药给应哥吧 叶力哭得十分大声 保证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在场众人瞬间齐齐转身 看向欲要离开的龙琛 只见他神色错了 满眼惊慌 叶力赶紧再补一刀 应哥自从和琛哥打完架 就浑身难受 凌厉至死 怕我担心他就一直说没事 没想到现在惊人 大长老此事也坐不住了 抬手招呼龙琛 这件事你得给一个解释 龙琛眼见事情败露 声音都跟着颤了起来 你胡说 我明明已经给过龙应杰药了 他现在的样子 和我一点都没有关系 龙树连忙帮腔 我说应哥体内 怎会有两种毒呢 原来是你给他下了两次药 叶力哭得更大声了 乌硬哥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 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 让我怎么办呀 我也下去陪你得了 长老听后额脚突突跳 圣词可是他们用好几亿兽弑 和一根龙骨换来的 怎能说死就死 龙琛 宁儿要是有事 我为你是问 不 不是 我没想要龙应的命啊 我刚开始只给龙应下了麻痹果的毒 后来给的那颗药虽不是解药 但也不是剧毒啊 那其实是一种能致使其慢慢养尾的药 这让他如何开口 要是说出来 他一定会被揍得更紧 龙叔这才开口 没错 是一种慢性毒 我刚才是炸你的 龙琛一瞬呆愣在原地 此时的他才意识到他被吓套 气氛变得格外安静 组长满脸怒意 龙琛 比赛中是允许你用毒 但我也三番四次的警告过 比赛切磋后要给解药 你倒好 居然还敢连下两次毒 把龙琛拉下去 重打三十遍 关到大牢一个月 如果龙应出什么事 直接取消他第三顺位继承人的身份 龙琛浑身瘫软在地 事情怎会这么严重 他只是不想让龙应拥有圣词吧 恍惚中 龙琛一声闷哼 呼感后背一阵巨头 回眸望去 他的背后插入了一把银色短刀 龙应宛若阴森恶鬼 应哥要是真出什么事 下次插进去的 就是你的心脏 组长一时间气得发抖 都反了天了吗 把龙应也拖下去 关三天地牢 关完之后再打十遍 龙应一边被拖走 一边大喊 手指不停指着夜里 我才是最爱龙应的人 而他只会在旁边哭 夜里等人愣在原地 龙应这环他们是没料到的 组长担忧地走到龙应身旁 龙树 所以应而这是中了什么慢性毒 应哥体内的毒是一种 会使修为减缓的毒 连续服用三次后 甚至会修为停滞 这种慢性毒虽没有剧毒性质恶劣 但却十分狡诈 组长愤怒不已 他真是好狠的心 应而是部落未来的希望 龙琛确实必须狠狠叫一顿 很快巫医也从别的地方赶来 检测出的结果和龙树一样 幸好龙应才服用过一次这慢性毒 巫医开出了一些药剂 慢慢调理便可以治好 龙应适时悠悠转醒 迷茫地看向众人 我没事 别因为我耽误大家接下来的比赛 还有五味雌性等着分配呢 组长担忧地点了点头 行 龙应和圣次回去休息吧 稍后我让人煎好药后送去 有劳组长了 龙应也不想多留 牵住夜里的手转身离开 怎么样 我演得很逼真嘛 一到家 夜里便再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龙应宠溺揉上夜里的头 很真 夜里眉眼弯弯 嘿嘿 那你是不是该奖励我些什么呢 小狐狸向龙龙授服要奖励 不要抱抱 也不要贴贴 只要去地牢看情敌 只因这是一款拒绝慈禁的受试系统 不光是成功攻略授服能获得奖励 帮助慈性独立自强 也可以收获惊人的积分 龙应虽不理解夜里为什么会关心起情敌 却还是带着他来到了关押着龙应的地牢中 倘若龙应知道未来龙应会霸占着夜里不肯放手 他一定会后悔现在的决定 阴暗潮湿的牢房内 龙应蜷缩在一个稻草席子上微微发抖 在看到龙应后 他面露喜悦 硬哥 你来看我了 龙应的目光在龙应脏乱的身上扫了一圈 语气依旧淡漠 主要是小丽想来看待 龙应指了指对面地牢里的龙称神色鞭狂 你看啊 龙称下毒害你 我帮你报仇了 硬哥 明明我才是最爱你的 龙应不悦的皱眉 下回别再做这种事了 我没法领你的情 从始至终我都只把你当妹妹看待 话落 龙应走出牢笼 小丽 我在外面等你 直到龙应的身影在面前消失 龙应才收回依依不舍的视线 转而恶狠狠瞪着夜里 你来干什么 在他的眼里 就是夜里抢了他的男人 夜里既无奈又无语 恨他有什么用 就算没有他 龙应也不会和龙应在一起 但他并没有直接这么说 而是将篮子里的烤肉拿了出来 牢笼内立刻变得肉香肆意 龙应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可即使肚子一直步路作响 他也依旧倔强地不肯接下夜里递来的食物 难不成你还怕我下毒吗 夜里挑眉 说完他撕下一块烤肉放在口中 故作享受 你不吃我可就都吃了 你饿死也好 以后也就少了一个想要杀我的人 下一刻 龙应便扑上前抢夺夜里手上的食物 拿来买 他很快便将剩下的烤肉全部吃完 这烤肉的味道比他之前吃过的都要好吃 还想吃吗 我这还有 只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就都给你 出去之后我也可以再给你做 龙应犹豫片刻 还是答应了 世上雄心那么多 你干嘛非要在龙应一棵树上吊死 像你这么优秀的慈性 就算找三个四个寿服都轻而易举 龙应鼻子一酸 他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 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他优秀 可我爱的只有龙应一个 你这并不是爱 你想和龙应结为伴侣 是因为龙应在你最孤独时 给予了你所欠去的关爱 而你贪恋这份温暖 误以为这是爱 真正的爱是希望对方快乐 你一直缠着龙应 只会让他对你感到不耐烦 如果你想和龙应和解 就要学会放手 龙应眼神松动 却还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你以为在众目睽睽下捅了龙称一刀 龙应就会因为对你的愧疚而喜欢上你吗 不会的 大家都会以为你疯了 认为你愚蠢 看着龙应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夜离的语气缓和了下来 如果你平时无聊可以来找我聊天 饿了也可以找我给你做饭 我愿意和你成为朋友 我和阿印也会尽己所能 帮你找到一位好受付 地旁的龙应适时提醒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回去了 夜离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地牢看管森严 我们这次也是想尽办法才进来的 此次带来的食物够你吃三天 三天后我再来接你 临走前夜离忘了眼 在牢笼内昏迷的龙称 其实是看他头上那对龙角 要砍吗 两人走出地牢后 夜离决定先探一探龙应的口风 阿印 如果你们的龙角损坏 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呢 龙角损坏修为就会停滞 不过龙角有自动修复功能 一年可以恢复一厘米 龙角修复好后才能继续升阶 夜离眼底按波流转 这些话他完全可以通过询问系统了解到 他询问龙应 只不过想为接下来的内容做铺垫 那如果英龙部落的继承人龙角突然断了一截 长老知道会发怒吗 龙应变得极其严肃 他们会非常生气 半族内规则 故意损坏龙角者会被强制驱逐 故意包庇者一经查到 也会受到重罚 就算是雌性也不例外 因此部落的继承人之间虽会相互算计 但都不会动龙角的心思 小离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 夜离摇了摇头 没什么 我就是有点好奇 听到龙应的一系列反馈 夜离不由地担心起自己砍龙春龙角的任务 他悄然询问系统 一一 我可以不砍龙春的脚 见夜离发起了呆 龙应忽然捏了捏他的手神秘一笑 小离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龙应在这夜离飞离部落 不知飞过多少个弯 最后停在一个小型洞口前 洞口被石头遮挡 严丝合缝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一眼 龙应将夜离放下 一掌雷电之力拍在墙壁上 冒出鼓鼓白烟 这是龙应防止有人乱闯 设下的保护禁止 龙应伸手地将挡在门口的巨石挪开 系统的提示音不断响起 夜离看着一地宝石双眼放光 想要什么随便拿 转头便发现龙应正一脸温情地看着自己 夜离勾唇 拉上龙应的手臂 我们这是来收集宝物兑换兽臂的吗 这里储存着我多年从各地收罗的宝物 卖出去应该能补缺最近的资金漏洞 夜离看着龙应拿着袋子装着这些珠宝 也开始动手帮忙 虽然龙应说过他可以随便拿 但夜离每样也只拿了一口 毕竟每样宝石只有第一次可以加积分 袋子装满一袋又一袋 系统增加积分的提示音也响了一遍又一遍 夜离擦了把汗来到煽动一景 那里摆放着数十个没经过切割的原石 因此谁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 夜离靠近触摸的那刻 系统发出一道尖叫 这么稀有 夜离立刻走到龙应身边 阿应 我想开一棵那边的原石 你能不能帮我一下 他没有开原石的经验 怕公然破开会破坏原石里面的东西 也是在询问龙应的意见 龙应跟随夜离走到原石前 随着他熟练的动作 一颗半米高的原石被削去一半又一半 直到拳头大小后 龙应遗憾地摇摇头 这颗石头里面什么都没有 真是可惜了 小丽 不然我再给你开一颗别的石头吧 夜离盯着那被削成拳头大的石头不住出神 难道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但系统的检测应该不会出问题 阿应 你再接着开吧 看到他如此执着 龙应也不再多言 继续削着剩余的石头 多年自然知道空间宝石的珍贵 他将所有宝物放进空间石中 又将那黑紫色的空间石打磨后 挂上一条银质的系列 做成了一条精致的项链 送给你 龙应将手中项链戴到夜离的脖梗之上 真好看 他毫不吝啬地夸赞 越看自己的雌性 越觉得漂亮 没想到这条龙看似纯情 还怪浪漫的嘞 谢谢阿应 夜离抚摸着脖梗上的项链轻笑一声 如今这条项链里可装了你全部家的 你就不怕我卷走你的家当头吗 龙应伸手将夜离圈入怀中 小离别开这种玩笑 家当可以丢 但你不可以 就算你真的跑了 无论天涯海角 我也会把你追回来 时间不早 龙应化为龙形 载着夜离飞往集市兑换兽臂 之后他还打算带着夜离 前往自己的赌诗哥看看 有夜离这开始天赋 以后赌诗哥说不定还可以盈利翻倍 经历一天的收集宝石 夜离收获了3000积分和2000异能值 直接兵系翼能提升到三接 木系翼能提升到四接 种植空间赋予防腐功能 获得兵系翼能兵锁 以及木系翼能锦 两人降落到了一座大规模典当铺前 一名白虎男子 在看到龙应后快步迎来 请问您要典当的东西是什么 龙应一挥手 五大袋包裹出现在三人中间 我们就有话直说吧 这些你能给我们换多少的寿笔 典当哥老板将一袋包裹倒在地上 详细地计算着每一颗珠宝的价值 老板的眼底闪烁着金光 不过他很快便收了回去 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观察完毕后 掐指一算 这五袋算下来可以给您2000万 龙应文言拉起叶黎扬言要走 既然老板不想诚心做交易 我们可就要走了 典当哥老板瞬间急了 别 您别走 那您出个数 有事好商量啊 龙应伸出五根手指 五个亿 我这里一共有五十袋这样的宝贝 都可以一起卖给您 但前提是您得保密 好叫还价好半天 老板终于一脸肉痛的喊成交 行行行 五一就五一 一百张大鹅售饰票交到龙应手中 龙应满意地点头 将售饰票交给叶黎 拉起他的小手大步离开 老板面上热情送客 却寄予起了龙应手里的空间时 能一下携带那么多珠宝 至少是个中阶的 他安排了身边的伙计 偷偷跟到两人的后面调查身份 龙应带着叶黎来到自己的赌诗阁 远远便听到了争吵声 凑近一看 是龙应的二号小弟龙芝 和他的雌姓氏婷婷婷 龙芝在看到龙应两人后 如见了救星一般赢了胜利 应哥是那位客人摔坏了原始 还不愿赔钱 顺着龙芝指的方向望去 那是一位毛珠雄性兽人 在他的身边还有一颗摔成两半的原始 毛珠兽人一副耍无赖的语气 买什么买 我又不是故意损坏原始的 你们这是纯属碰瓷 在那毛珠兽人的视线 移动到龙应两人身上 看清夜离的面容后 他那小眼睛猛的睁大了几分 还舔了舔嘴角的口水 你们把这位小美人借我玩两天 我不仅买单 我还额外买下你们店铺的其余十块原始 你找死 毛珠兽人嗷呜的痛哭一声 你竟然打我 毛珠兽人刚想张开口吐分方 便对上龙应一张阴沉可怕的脸 生生把口边的话收了出去 夜离一次触摸摔成两半的原始 让一一帮助检测 宿主这是罕见的原始石 青雷石 云含很浓的梦元素和雷元素 市价五百万 夜离文言抬头看向龙芝 这块石头售价多少钱 龙芝快步走来 二十万 夜离平定心中骇然 祖父龙芝将这石头收好后 走到龙应身边小声嘀咕 不能慢 随后他的声音逐渐放大 应哥 既然他下定决心不愿意付钱 我们就揍他一顿吧 把他打残了咱们也不亏 话落夜离冲着毛珠兽人邪魅一笑 我觉得可以 龙应用力活动手腕 发出一串的咔嚓声 毛珠兽人吓得不轻 化成兽形欲要狂奔 夜离早有准备 使出兵系第三技能兵锁 困住那毛珠 我赔钱 我赔钱还不行吗 看着逐渐走近的龙应 毛珠兽人彻底慌了 夜离微笑不解 好啊 赔偿费 一口价十万 毛珠兽人不敢再造次 不乱摘下钱袋抛给龙应 给你给你 里面正好十万 快放我走吧 放毛珠兽人离开后 夜离在龙应的耳边 低语了两句 随后赌石阁 便传来了暂停营业的消息 赌石坊内 众人围着刚才那颗 裂成两半的原石面色各异 而夜离也即将在他们面前 展露神奇的赌石天赋 嫂子 你说这里面的石头 远比标价高 夜离点点头 开始胡编乱造 不瞒你说 我家原本也做赌石生意 因此对赌石略懂一二 我刚才粗略鉴定过 这块原石一定价值不菲 小只 你来开始吧 随着原石的表皮一层层剥落 一颗青紫胶织的石头逐渐显现 众人倒吸了一口气 青雷石 这一小颗足够他们三个月收入的了 龙应首先收回震惊 小丽 你再帮我看看其余原石 夜离随后一次摸过每颗石头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些石头的价值皆高出他们本身的受奖 嫂子 你真是太厉害了 龙之看着被抛开的原石连连称奇 几乎每颗都价值不负 成功率竟然高达90% 当然还有那10%是夜离故意而为之的 有了夜离在 他们赌士阁的营业额必然会翻上好几倍 当晚 龙应带夜离前往当地最有名的酒馆吃饭 夜离却发现这里的食物也没那么好吃 于是他又萌生了一个想法 阿印 以后我们还可以在这开一家酒店 我给你介绍菜品 保证比这里好吃十倍 最后的最后 等我们的钱赚够了 可以把整条街都买下来 夜离越说眼睛越亮 眼底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看着他神采奕的神情 龙应的心底又甜又暖 能获得夜离这样的雌性 当真是他祖风冒清烟了 就是他到底什么时候 能和小丽做到最后那一步啊 实在不行 要不买点情要吃得了 时间转瞬即逝 很快来到了龙应出狱的那天 夜离如之前所说 站在地牢等龙应 原本龙应是和他一起来的 但中途被龙之喊走了 因为新开了两个作坊 龙应最近都很忙 因此不再能像之前那样 无时无刻黏着夜离了 定龙部落有规定 强占他人辞性的部落成员 会被抓住判死刑 因此龙应还是比较放心 夜离一个人待在部落内活动 但他却忘了一种重要的特殊情况 穿进寿室的女孩 刚把闺蜜接出地牢 自己又落入五名陌生雄性之手 片刻之前 夜离来到地牢外接龙应出狱 然而龙应的惩罚却还未结束 之前组长曾下令 将龙应关押七天后再挨上石鞭 也就是说 现在还有石鞭等着龙应龙部落的边形极其要命 此刻的龙应才对当初 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 扎了龙称一刀的事情悔不当初 看着龙应皱成包子的小脸 夜离倾河两声 拿出一满袋寿室币 偷偷塞给狱卒 咱这边形能不能不打 狱卒言底满是迟疑 说实话这些钱他心动了 足够他过上一年好日子 并且打点其余兄弟了 行 快走吧 记得七天内不要出门 瞎晃呦 夜离文言连忙拉着龙应走远 龙应的目光汇聚到夜离身上 张开嘴却欲言又止 你干嘛 要对我这么好 当然是因为想和你做朋友 所以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 龙应眸光轻颤 沉默良久 最后轻恩了一声 这些任务完成50% 恭喜宿主 龙应一脸别扭地直奔自己家的方向 不忘轻飘飘留下一句 谢谢 等夜离从龙应的道歉中反应过来时 龙应已走出老远 连忙追上 两个女孩子间的气氛 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破冰 来到龙应家门口 龙应直接走向最里面的床铺 摸走了半天 最终拿出一个钱袋 全部塞到夜离手中 可能不太够 但之后我会去赚了还你 他是指刚刚夜离打点给狱卒的钱 夜离看着手中的兽臂 虽然不多 但这可能是他所有的存款 一个无父无母的雌性 平时不受族人待见 没有伴侣 也没有固定收入来源 可想而知龙应活得多么艰难 夜离当然不忍心收下这笔钱 他把钱重新塞回龙应手里 见夜离不接 龙应不悦 所以你是在可怜我吗 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可怜 没有 如果你想报答我 就去我和龙应新开的铺子上帮忙吧 我们正好急需人手 硬割他 龙应谋色一暗 龙应这么讨厌自己 怎会让他去 夜离握住龙应的手 放心 龙应那我来说 你只要保证不要故意捣乱就好 龙应轻轻点头 出奇的没再拒绝 夜离帮助龙应清扫了一下洞穴 发现龙应家里的东西比想象中的还要少 他准备回家一趟 带一些生活基本用品过来 然而才走到家门外 却听身后传来一阵稀疏之音 夜离心中一惊 猛然回头只见五名雄性鬼鬼祟祟的走来 皆是陌生面孔 看起来不像是阴龙部落的 你们要干什么 夜离双眸异了 兄弟们就是他 抓住之后我们就能尝到圣词的滋味了 身材高大的老虎兽人眼底皆是垂涎的目光 夜离平静地看着那五名兽人 你们就不怕龙应回来将你们绞杀吗 萧瘦的柴狗兽人吃笑出声 容易 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吗 夜离双眸威宁 那你们就不怕他秋后算账吗 身材雄壮而又没脑子的黑熊兽人 搓了搓自己的肘 办完事后我们就逃到 其余三大部落管辖范围内 你说他还管的了吗 看来这五名兽人已做了万全准备 夜离若有所思 这五人的背后指使者到底是谁 眼见五人齐齐朝自己逼近 夜离倒退束步 心中默念 一一给我兑换软金粉 等那五位雄性靠近夜离一米内后 白虎兽人猛然出声 但此时却为时已晚 他们的体力快速流逝 很快齐齐跌倒在地 夜离拿出几根麻绳将五人捆结实 不过这五人修为接在五阶椅上 恐怕恢复体力后便可轻易挣脱束缚 他必须快点审问 说吧 你们是谁派来的 不然你们今天别想活着出去 五只雄性默不作声 夜离忽然似乎想到了什么 右手轻挥 一条藤蔓从地面钻出 一朵巨大的紫红色花朵 在藤蔓上方绽放 瞬间五名兽人感觉 大半身子都麻痹 这是夜离心得的木系第三技能 脆毒 你们现在中了我的特制毒药 此毒首先会让你们全身麻痹 之后皮肤腐烂 内脏疼痛 足足折磨七天七夜后 才会五脏六腑溃烂而死 而且这毒只有我一个人能解 现在你们应该到了浑身麻痹的阶段 棕雄兽人浑身清衬 他快速开口 我说 我说 是龙鹰指使的 如果原先说是龙鹰 夜离还有可能会相信 看来你们不想说实话 一一帮我兑换口吐真言丸一颗 夜离牵制住柴狗兽人 掰开他的下颌 将口吐真言丸塞进去 柴狗浑身抖动 眼神逐渐混沌 这是真言丸起效果 回答我 是谁派你们来的 柴狗兽人直言回答 龙番 夜离一愣 自己与龙番无冤无仇 但龙番向来和龙称走得近 以此推倒 这是八九不离时出自龙称之手 那龙番现在在哪 你们之后还会再见面吗 会 今晚我们会和他见面 将真实情况会报比他 夜离思索片刻 行 你们之后就告诉龙番说得手了 然后火速离开印龙部落 前往凤凰部落 龙番给你们的钱 我给你们双倍 事情已经败露了 而且现在又中了夜离的毒 于是五人合计了一下后 七七点头 夜离将一袋兽臂 抛到白虎兽人腿上 这是一部分定睛 明早来及时的酒楼找我 我给你们剩下的一半 还有你们中毒的解药 我约了朋友玩 就先走了 夜离边走边激动得直哼哼 真是天助他也 这五位兽人来得正好 原本他想以和龙营去外面 采草药为理由 创建一个不在场证明 有他们在 正好霍水东营 割下龙称龙脚的机会终于来了 夜离直向地牢奔去 一一帮我兑换饮身药水和两份迷药 夜离躲在地牢一角 小心观察着门口的两名狱卒 他要将他们迷晕 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曾来过地牢 夜离一路走到地牢深处 精准乌乌地往龙称周身 抛制一颗迷药 药丸破碎 被龙称吸入体内 龙称打了一个巨大的哈仙后 沉沉睡去 夜离拿出从狱卒那拿到的钥匙 打开了牢房的门 他步步逼近龙称 百音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一把匕首赫然出现在夜离的手中 向着龙称的龙脚狠狠劈去 然而这一下不仅没劈动 反而震得夜离虎口发麻 一一 这是怎么回事 特主 五阶以上的夜离龙脚 希望要五阶以上的兽人才可以斩断 夜离此时木系异能四阶 冰系异能三阶 那这次岂不是白来了 一一 我可以花积分兑换一个将爆发力 从四阶提升到五阶的武器吗 一一脑海中的灯泡亮起 在搜索片刻资料后 可以 但这需要两千积分 完成这个支线任务后 夜离可以得到五千积分 现在花两千也不亏 选择兑换后 一把清白交加的长剑 落入夜离手中 春水连一剑 可以将异能的爆发力提高一个等级 夜离将异能汇入剑中 瞄准龙脚一剑斩下 龙撑的龙脚顿时断成两截 夜离将半截龙脚丢入空间内 与此同时一一的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斩断龙撑龙脚 获取积分五千 异能等级升一阶 宿主随后可以选择要升级的异能 宿主还可以收集龙撑断龙脚的血 是大补之物 可以撞扬 夜离汗言 他还以为能补他自己身体呢 细心将现场痕迹处理掉后 夜离在隐秘的角落 藏了几根刚刚老虎兽人等人的毛发 最后小心地将要是重新别回狱卒腰间 离开地牢 夜离面不改色地回到龙鹰的洞穴 还特意戴上了一蓝新鲜的脖子 此时的龙鹰在洞口愣愣望着门外 看到夜离回来后 嘴角露出了一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威胁 夜离走入洞穴 尹尹我们今天别去山上了 我刚在部落内看到了几个生面孔 有点害怕 龙鹰有些惊讶 组长知道吗 一般不允许别的部落雄性进入到部落内的 一凑近 他便嗅到了夜离身上的味道 小离你受伤了吗 我怎么闻到你身上有血腥气 夜离心中大害 压住心里的慌乱缓缓开口 我没事 刚回去的路上遇到一个陌生雄性骚扰我 我反手插了他一刀跑 可能身上残留了他血的味道 不过盈盈 你们应龙嗅觉都这么灵敏的吗 听到夜离没有受伤 龙鹰心情也放松了下来 并龙嗅觉一向灵敏 而且相对于雌性来说雄性的嗅觉更灵敏 夜离瞳孔震战 幸亏龙鹰说了 不然他去过地牢 这是恐怕就要被龙鹰察觉 夜离来到一处泉水边清洗身体 直到龙鹰闻不到他身上的味道 夜离才放下心来 天色渐暗 两人启程回到洞府 龙鹰依旧没有回来 夜离坐在门口抬头看天 空中雷云滚滚滚 忽然山洞内传来咚的一声 龙鹰茫然地跌坐在地 夜离慌忙上前 龙鹰脸色很不对劲 他抬手倾触龙鹰额头 一片滚烫 这烧得太过突然 几乎没任何征兆 夜离对龙鹰施展治愈术后 龙鹰的脸色也没有太大变化 夜离的心底不禁交集起来 龙鹰看着夜离在原地急得团团转 心下躺过一阵暖流 此时的他全身炙热酸痛 如同被火焰灼烧般煎熬 宿主不用担心 龙鹰这是在觉醒异能 但由于他长期营养不良 因此松醒过程会比旁人时间更长 也更辛苦 夜离文言眼底的担忧被喜悦替代 原来是这样 觉醒异能后龙鹰的身体素质 便可以得到全方面提升 龙鹰是雨停后不久赶回来的 终于在龙鹰的洞府找到夜离的身影 悬着的心裁放了下来 他一把将夜离搂入怀中 小丽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我回来了 走吧 我们回家 龙鹰躺在床上视线模糊 隐隐看到两道抱在一起的身影 心中泛起一阵酸色 不过此时的酸色倒不再是因为龙鹰 而是因为夜离要离开 却不想夜离果断摇头 我不回去 龙鹰要觉醒异能了 我要留下陪她 此时她才注意到床上的龙鹰 一想到今天经历的事情 龙鹰的神情变阴森的可怕 小丽 今天你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 夜离故意犹豫着开口 期间我们遇到五名陌生雄性 他们想对我和龙鹰图谋不轨 还说是拿人钱财 替人办事 好在我愿意给他们三倍的价钱 他们才同意放过我 但我说目前没有那么多钱 只能先给一半 让他们明早到集市酒楼等我 我再把剩下的钱给他们 我还从他们的口中 听到了龙番这个名字 龙番平时和龙称玩得最好 想必是因为自己被关在牢里 于是招呼龙番使诈 龙鹰越想越起 夜离安抚龙鹰 此时虚从长计议 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指向龙番 因此这事先别挤 说着 夜离将话转回了最初的目的 盈盈苏醒异能还要三天时间 我要一直在这陪他 所以只能你帮我将剩余的钱转交了 听到这 龙鹰的立刻消化出了一条信息 所以你这三天都要在这陪龙鹰 夜离点头 对啊 龙鹰这两天身子弱 我得留在这给他做饭 原本虽然不能睡 但起码还有个老婆可以抱 如果夜离这三天都陪龙鹰了 那他独守空房呢 他可不愿意 龙鹰脸拉得老长 我不同意 不同意 那把龙鹰带回咱们家 于是当晚 龙鹰含泪给自己铺了地铺 一日 龙鹰按照夜离的吩咐 来到了与那五位雄性兽人的约定地点 然而当天下午 夜离却没等来龙鹰 无数条硬龙在天空中不住盘旋 一道橙色光柱自下而上冲起 这是硬龙族内的二等紧急召唤 见光柱者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 部落内出大蛇 女孩刚给纯情龙龙生了一对双胞胎 当晚就离家出走 要去攻略附黑帅凤凰 为了拿下第一位攻略男主 夜离砍了反派的脚 收获了情敌的芳心 最终成功助龙鹰登上组长之位 还稀里糊涂为他生了两个子 然而就在龙鹰以为自己爱情事业双丰收 走上人生巅峰之际 他的宝贝老婆夜离竟然跑路了 这下可直接把纯情男龙黑话直拉马 女人 这次绝不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 就在刚刚 硬龙部落内部响起二等紧急召唤 因为龙称在地牢里被人砍了龙脚 族长大怒 要把众人召集到广场挨个神问 罪魁祸首夜离对此事心知肚明 却依旧故作一副慌乱的模样 广场上 一众硬龙看着广场中央的族长目光色索 五阶以上硬龙全部出列 龙称的脚是昨天上午被砍掉的 说说你们昨天上午都在干什么 没有在场证明的人 就都有残害同族的嫌疑 一位为五阶以上的硬龙京剧的上前 阐述自己昨天上午的所作所为 轮到龙蝇时 全场气氛变得更加安静 龙蝇顿顿顿 昨天早上我在新开的作坊里忙活 那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龙蝇淡淡看了一眼龙番 昨天那坏家伙也在 不仅在 黄给他惹了不少的麻烦 让他不得不离开铺子前往别处 回来时还遭遇巫鸟袭击 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 龙番故作慌张 演得十分的像一回事 龙蝇哥 你可别这么看着我 昨天早些时候你确实和我在一起 但后来你可是走掉了 话落 龙番嘴角暗暗勾气浅向 他原本给龙蝇制造麻烦的目的 只是想让叶黎遭遇兽人袭击时 让龙蝇无法及时回到部落 倘若叶黎真被玷污了 龙蝇这种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兽人 心里必然会十分难受 难受便会和叶黎产生隔阂 届时他们才能有可乘之机 没想到这次计划居然还有意外之行 叶黎见状跟着紧张起来 怎么自己做的是最后变成她的寿服背过了 组长阴沉下脸开口 银儿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要是没人帮你证明 你恐怕就要被当做嫌疑人了 组长 我有话说 叶黎上前两步 将龙蝇拦在身后 硬哥那天中午本来是答应和我一起吃午饭的 但龙番却在中午给他制造混乱 让他忙不开 显然是另有隐情 边说 叶黎哭得梨花带影 他委屈地看向组长 其实我昨天从地牢内接龙蝇回来时 还在部落内见到了几个圣面口 有老虎兽人 灰狼 还有柴狗和棕雄 他们几人在我家门口 遇要对我图谋不轨 如果不是我拿出他们背后 指使之人的三倍价格 恐怕现在已经 那群兽人临走前 就说了龙番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活我 所以我有权怀疑 斩断龙撑龙脚的其实是那群外来的兽人 而且他们的背后指使很有可能就是龙番 看着一心维护自己的小雌性 龙蝇心中意满 心底对叶黎的喜爱一下子升到底端 眼见事情败露 龙番连忙甩起无赖 血口喷人 你当真是血口喷人 叶黎众亨一声 是不是我血口喷人 可以让人检查一下关押龙撑的牢房 既然有人对他动手 那么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 他可是特意放了两处老虎毛的 组长一声令下 来人彻查牢房 台下的吃瓜群龙又是一片议论 所以是龙番故意给龙蝇制造混乱 就是为了让龙蝇失去人证 然后让他背锅 直接一举两得 既毁了龙蝇 还能毁掉龙蝇 不仅如此 他还想找人毁了圣词的清白 当真是恶毒 可是龙番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算龙蝇和龙蝇都毁了 他也拿不到什么好处 就在众人愁眉不解时 夜里勾出一抹浅笑 龙蝇和龙蝇一起毁了 只对一个人有好处 就是他 顺着夜里手指之处 众人一起看向一人 此人面若观欲 神色平静 看似与世无争 龙蝇哥 怎么可能是龙蝇哥 众兽人面面相许 不可置信 圣词 你这么说可是诬陷了 龙蝇微眯起双眼 看来他之前是小看这个雌性了 夜里毫不示弱 这只是一个猜测 至于到底是不是你的知识 我们可以问龙番 龙番 你要知道 一旦查到是你在知识外部落的兽人 你可是要被处死了 但你如果供出背后之人 结果可就不一样 夜里边说边靠近龙番 在系统的帮助下 趁其不备将一颗药丸塞入他口中 龙番 说吧 是不是你知识的那些部落外兽人 龙番瞳孔逐渐失焦 恍惚间吐出一个誓字 说 你背后的人 是不是龙渊 龙番顿了顿 是 夜里猜对了 他就知道看似与是无争的龙渊 其实并不简单 龙渊刹那间激动起来 胡言乱语 一定是你威胁龙番故意这么说的 这是你和龙印的阴谋 是龙印想坐上族长之位的阴谋 此时探查地牢的狱卒匆匆回禀 地牢已被仔细检查过 果然发现了两处陌生老虎的毛发 刚才龙番亲口承认是他指使的老虎兽人 随后又在地牢内找到了老虎兽人的毛发 这一切证据确凿 族长震怒 把龙番和龙渊关入地牢 听后发落 族长 我冤枉 万一那两处虎毛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吗 然而此时的族长已听不进他说的话 重重咳出一口鲜血 他之前已被流浪兽人伤到根基 本就活不了两年了 又遇到这种事 真是家门不信 龙树和乌一急忙赶来 在检查到族长的情况后遗憾地摇头 经此一气 族长可能活不过一年了 经过后续调查 原来龙番很早就投判到龙渊手底下做事 并且龙称手中的大部分药都是被换过的 龙称已连续服用过多次修为停滞的药 因此以后他的修为可能会永远停在六届后期 族长下令将龙渊关入地牢十年 并废除第一顺位继承人资格 龙番则是永久驱逐出部落 第一顺位继承人和第三顺位继承人都毁了 龙映自然而然地成了最有可能继承族长之位 尘埃落定后 龙盈的异能觉醒期也结束了 他全身上下精力拖胎晃 比原来好看了树北 夜里忍不住调侃 盈盈 有没有看上哪个雄性当兽夫呀 龙盈羞涩地蹭了蹭夜里 干嘛要兽夫 兽妻不行吗 龙盈走进来正巧看到这一幕 不悦地清了清嗓子 龙盈 虽然你也是雌性 但我希望你能和我的雌性保持正常的距离 话落 龙盈一把将夜里抱回洞府 被抢走夜里的龙盈直翻白眼 现在的龙盈已彻底放下了对龙盈的执念 甚至感觉龙盈哪满都配不上夜里 龙盈将夜里轻轻放在床上 眼神炙热 小命 我的情期要到了 今晚 能不能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别说了 夜里捂住龙盈的嘴 点了点头 龙盈满意的勾存 这情期千盼万盼总算盼到 夜里敏了敏存 阿易 如果 如果我以后不只有你一个雄性 你能接受吗 龙盈顿时谋色一沉 为什么 难道小李有我一个还不够吗 龙盈黑化值加二十 总黑化值三十 黑化值加二十 总黑化值五十 夜里心下一惊 这黑化值怎么又跳出来 而且他只是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就加了这么多 如果他真收了别的雄性 那龙盈的黑化值不得爆满 龙盈的好感度已刷满 成为组长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现在就差拿到他的护心灵品了 夜里抬手轻轻擦拭眼角 一双勾人的眸子水光炼焰 其实阿易 我一直觉得你还不够爱我 小李 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龙盈顿时慌了神 我听盈盈说 每只应龙身上都有一片护心灵 他们会把护心灵送给此生致爱 可你却迟迟没送给我 不就证明你根本就不够爱我吗 夜里一边抹着虚假的泪 一边偷瞄向龙盈的反应 龙盈耳间布上一抹飞红 其实 护心灵只有在结合时情到深处才会脱落 我从始至终只有小令你一个雌性 只是你从来没让我碰你 所以就算我想给你也给不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今晚你就把护心灵给我 好不好 在夜里终于同意与龙盈略略略后 龙盈就彻底受性大发了 失去理之后 雄兽便会彻底遵循野兽的本能 不眠不休几天几夜 与此同时系统一一的眼前浮现出一片马赛克 不知折腾了多久 等他彻底清醒已是在半月后 他忍着疼痛勉强从床上坐起 谁知刚一下床 就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夜里倒吸一口凉气 治愈灵气召唤了好几次才凝结成功 他缓缓疗愈着自己的伤势 小令 发生什么了 龙盈一进来就发现夜里跌坐在地 连忙上前将他抱回床上 心疼的连连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保证下次温柔一些 夜里躺回床上 他茫然地望着天花板 得亏龙盈的琴气是在他完成支线任务之后来的 不然他都没有精力再去完成别的任务 对了阿印 你说要给我的 护心灵片 夜里帮助龙盈度过琴气 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他 龙盈将手伸到胸前 用力撕下一片金黄色的透明灵片 递至夜里面前 夜里接住护心灵紧紧捂住 行啊 这一切都值了 现在只要等龙盈继承组长之位 他便可以跑路了 小令 你好点没有 龙盈风风活活跑的 除了他 身后还跟着一位长相足矣 和龙盈相提并论的雄性 不过和龙盈不同的是 他头上顶着一对白色的龙脚 龙盈一看到那白龙脚男子 眼神立刻变得不善 龙盈 你来这里干什么 龙盈 七七少人 白种英龙部落社组长 应哥这是不欢迎我吗 我当然是想来看看大嫂 顺便想和你们部落谈一下合作 听到龙盈对夜里的称呼 龙盈才收回一些敌意 应哥现在已是代理组长了 想必这点事还是有权定夺的 什么事 龙盈眼中带着谨慎 两龙来到洞外院落一时 龙盈嘴角含笑 我们白鹰龙部落的西部 发现了一条杂元素零食矿 我想和你们黄龙部落合作 一同开发那座零食矿 龙盈不解 既是罕见的零食矿 你们为何不独占 不瞒你说 这座杂元素零食矿朋友 一只巨大的八戒飞行兽守护 单凭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八戒 龙盈倒吸一口凉气 能被八戒飞行兽守护的零食矿 必然不简单 怎样 感兴趣吗 感兴趣的话 试成之后得到的零食我们五五分 龙盈缓缓开口 容我思考三天 如果试成 我希望届时白龙部落能够履行沉默 那是必然 还有第二件事 我此次前来是想赢取龙盈 我愿用三座盐矿和一座煤矿作为聘命 未表诚意 或者让我再让出一成的元素试矿也可以商量 龙盈眸光微闪 此事我做不了主 你想要赢取龙盈 首先需要征求他的同意 龙盈回到洞府告知夜离此事后 夜离十分欣慰 龙盈这次觉醒后 声誉等级提升到了橙色 果然一下子成了香波波 那合作开采杂元素零食矿的事 你准备同意吗 我刚成为应龙部落的代理组长 部落内很多长老其实并不服气 若我能带回杂元素零食矿 想必他们以后会更认同我 只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那八戒的飞行兽 如若届时不能置之死地 一旦回来报复我族 必然会对应龙部落造成巨大的伤害 行 那你之后决定去的话 带我一起 龙盈眸光威宁 太危险了 八戒飞行兽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的第二幕戏技能是治愈 如果你出事 我能第一时间帮你疗伤 带着我去你只会更安全 你不放心我 我又何尝能放心你 看着夜离坚定的眼神 龙盈猝眉 既没答应 也没否认 七日后 一行人启程前往龙盈所说的杂元素零食矿 杂元素矿位于高高的山顶 为避免惊动飞行兽 龙盈等人只好落在半山腰 剩下的距离靠两条腿爬上去 龙盈挽着夜离一脸心疼 小离累不累 要不要休息会 小离渴不渴 要不要喝口水 给一同攀爬的龙盈无语的直翻白眼 但又不好意思说什么 安安把目光投给了一同前来的龙盈 学着龙盈的模样对龙盈续寒问问 龙盈受宠若惊 不自觉离龙盈远了一些 龙盈看了看夜离 又看了看不断被龙益骚扰的龙盈 深深吸了一口气 起初他是不想带夜离和龙盈的 但他们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悄悄跟上来了 至于夜离为什么非要和龙盈一起前往这座灵石矿 还是因为系统说了 那飞行兽是之后任务的关键道具 他必须要收复他 众人还没走到山顶 便听到了一声尖锐的鸟鸣 一时间气氛紧张 他们在山洞外堆满稻草 随着火焰点燃 冒出滚滚浓烟 一道强风吹拂 将浓烟尽数吹入洞穴内 很快 洞穴内发出一阵尖锐的鸟鸣 一道紫色身影从洞穴内冲出 展翅而飞 紫色的淋雨间不断闪烁着紫红色的火焰 这就是八阶巅峰的九幽盐鹊 生性高傲 极难驯服 他守着这座灵石矿 就是为了不断吞噬灵石 将修为提升到九阶 数十只应龙从天而起 将那九幽盐鹊团团为主 应龙齐齐发动猛攻 将那九幽盐鹊彻底激怒 他对着天空一阵嘶吼 鸟会前的紫红色火焰一瞬分成二十个 分别袭下二十头应龙 二十只应龙的攻击被九幽盐鹊竞数抵挡 他们的眼底一片凝重 没想到这只九幽盐鹊居然强得如此离谱 转瞬三个时辰过去 应龙部落的策略便是以多敌一轮番上阵 将那九幽盐鹊托死 这飞行兽的异能快要耗尽了 你们现在可以去里面搬运元素灵石了 龙翼一声令下 龙兽们连忙走进山洞中搬运灵石 九幽盐鹊看着从灵石矿内不断搬运灵石的兽人 眼底划过交集 他任凭应龙们的异能攻击 披天盖地袭来 依旧没有丝毫停留地向洞穴内冲去 就在九幽盐鹊要冲入洞穴的那刻 龙鹊化作的应龙将洞口堵住 竖到强悍的雷电向他拔去 九幽盐鹊被电弧击中 重重摔在地上 龙翼则趁机重重刺入一箭 九幽盐鹊没了一丝反抗之力 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眼底皆是绝望 他真的差一点就能升到九阶了 没问题了 大家现在能放心搬运里面的灵石了 龙翼稳稳落地看向夜里 你在这等我 我和他们一起进去搬运灵石 夜里望着龙翼慢慢走入山洞 转头问道 少族长 这只飞行兽怎么办 容易看了眼毫无抵抗之力的九幽盐鹊 找个地方丢了吧 看样子应该活不了多久 众人刚要将九幽盐鹊丢下悬崖 夜里连忙出声制止 等一下 这飞行兽我还有用 你们先回去开采零食吧 这里留我一人就好 话落夜里往每位兽人的手里塞了张寿饰票 待其余兽人走后 夜里蹲下身 我能治好你的伤 但是你得成为我的七月兽 你愿意吗 夜里将手心抚于九幽盐鹊的眉心 离掉温润 九幽盐鹊的眼神从迷茫不解到惊喜万分 最后他张开鸟嘴小心地应了一声 紫红色的图案同时出现在九幽盐鹊额间和夜里的手心 这是七月签订成功的标志 夜里向系统兑换治疗药剂 他轻轻将一瓶紫色的液体喂入鸟嘴 并使用木系治愈树为其治疗外伤 服用液体后 九幽盐鹊身体不断缩小 化成了一只紫红色小鸟 小丽 你去哪了 龙鹊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夜里慌乱地将九幽盐鹊收回空间 阿易 我在这 小丽 我刚收集到很多的木属性和冰属性的零食 你使用后修为绝对能快速再提升一节 龙鹊宠溺地拉着夜里走向山洞内采集元素零食 众人这一采便是数天采集的第三天 夜里只觉肚子里传来阵阵恶心 不由得连连干呕 这让他大惊失色 莫不成是怀孕了 龙鹊连夜将他带回到应龙部落找巫医来检查 小丽 恭喜你 已经怀孕一个月了 再过不到两个月你便可以生产了 夜里右手符额 眼底不知是喜事碑 龙鹊之前不分昼夜地弄了他十来天 等他想起来时 已错过了最佳避孕时期 相比于夜里的平静 龙鹊倒是开心极了 他谋色激动 小丽 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 如此 三天后的组长交接仪式 我们便将契约缔结了吧 夜里下意识摆手 还是得等生产完之后 不然容易动态起 龙鹊顿了顿 点头表示理解 交接仪式的第二天 组长便一命呜呼 龙鹊彻底担当起组长的众人 院落内 夜里一只手轻轻抚摸着 自己两个月微微鼓起的韵点 宿主 你要是再不决定打掉的话 只能等一个月之后生产了 虽然这个意外状况 不会影响未来剧情走向 但宿主在这个世界的牵挂会增多 届时宿主成功 回到现实的概率可能会降低 如果宿主打算生下孩子的话 龙鹊便走了进来 他轻轻抱住夜里 夜里会握住龙鹊的手 你以后会对我们的宝宝好的对吧 龙鹊望着夜里通红的双眸 一丝不解浮上心头 小丽说什么呢 我们的孩子我当然会好好照顾 龙鹊舔了舔嘴酒 眸中跳动着浴火 小丽 我们今天便将伴侣契约彻底缔结吧 龙鹊不由分说将自己的血位入夜里口中 接下来咬我的后颈吧 边说 他将自己的脖梗露出 夜里却将他的衣领与好 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下需求 至于节气的事 还是等我生产完后再递解吧 龙鹊眉头一皱 怎么别人家都是雌性求着节气的 怎么到了自己 就变成他在一位抢球了呢 龙鹊先入沉思 一月后 夜里生产的日子到了 将近一个时辰 随着一连串鹰叫 最后一个宰子生育成功 恭喜组长 一雄一词 乌一抱着一只小狐狸 还有一颗龙蛋满脸喜悦 小丽 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 夜里看着两个孩子 心底划过一片暖流 他颈尖那条戴了许久的空间式项链 夜里摸黑走了一个时辰后 才将九幽眼钮放了出来 小九幽栩栩变大 最后足够轻松背起夜里 就在夜里离开不久后 龙鹰猛然从床上坐起 看着身边空荡荡的位置 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慌张 在找到洞服外的杏核项链时 只觉天崩地裂 唇角不由地扯出一抹讥笑 眸中的清澈渐渐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怕的情绪 这一刻 之前所有的不解都有了答案 他痴笑着跌坐在地上 自欺欺人 原来全都是我自欺欺人 他连夜召集所有应龙部落的成员 组长夫人背部 全部给我拒整 不找回来不许睡觉 另一边 坐在九幽上面飞行的夜离 全然不知应龙部落已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直到脑海里不断传来的黑画质 夜离才知道龙鹰生了多大的气 龙鹰黑画质加四零 总黑画质九十 下一个攻略男主 凤凰部落三皇子凤零 凤火双属性一兽 聪颖复黑 好之夭夭的夜离这次的新任务 是要成为凤凰部落三皇子凤零的老师 督促这位天资聪颖的顽固子弟 从六阶升到八阶 取得他的信任 并获得他的凤凰领语 第一个支线任务 就是在凤凰部落管辖范围的斗兽场中 夺取前三 并跟随他返回凤凰部落 在领完前一个任务的奖励后 夜离的冰元素 异能直接升到了六阶 并且获取了新技能 冰棒 冰龙 以及冰爪 另外在开始新任务前 系统建议宿主 你可以换一个脑甲出行 之前宿主斩断了一截龙脚 可以升级为一龙的工具 夜离从空间中启用龙脚道具 一抹白光将它包围后 不仅它的头上长出了一对龙脚 身高还拔高了十公分 就连裹梗上也长出了猴截 夜离经过一片急事 从卖镜子的商贩 那看到了自己此刻的脸 俨然成了一位俊俏清秀的雄性硬母 快 抓住他 他是小偷 一位脸上有条巴的灰狼兽人冲撞而来 紧随其后的另一位雄性兽人 出现在夜离的面前 站住 让小爷抓到 你就倒霉了 来人双眸狭长 高傲明艳 偶遇凤凰部落变衣出行的小皇子凤灵 当初凤灵追回丢失之物 可以刷好赶布 他就是凤灵 夜离看了看凤灵 又看了看跑远了的雄性兽人 转身起步追了上去 随手凝聚成一道兵锁 将那灰狼兽人的脚腕缠住 摔倒在地上 夜离快步上前 捡起被灰狼兽人摔出去的荷包拍了拍 很快凤灵也追到了此处 大口喘着粗气 他抬眸看向夜离 那里面有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东西 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 我以后一定好好报答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要谢我就增加点对我的好感度 夜离直接将荷包还给他 脱口而出 凤灵看着轻易被交还的荷包愣愣发呆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谢他就增加点好感度 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 可可恩 这次多亏你了 之前我说的话依旧作数 你想要什么我都能满足 凤灵拍了拍胸脱骄傲的保证 夜离挑眉 哦我想要的 你一个平民恐怕做不到 感受到轻视的目光 凤灵顿时仗红了脸 实话告诉你 我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百姓 我叫凤灵 是凤凰宫殿的皇子 你想要什么 但说无妨 听说半个月后 你们凤凰部落会在斗兽场中挑选合适的人回皇城 届时我也会参加斗兽场的比赛 我希望你能赋予我一个身份 带我离开斗兽场 没问题 这好办 凤灵挺了挺几倍 之前他父皇就说了 允许他从斗兽场买回一个人当侍卫 虽然前提示那个人 必须是斗兽场中获取前三的兽人 但只要他开口 这都不是事 行 那就这么办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们半个月后见 然而夜离信心满满的来到斗兽场前报名比赛 却被首位告知比赛的报名已经结束 坑爹系统友情提示 现实在七天前就结束了 跟宋主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比如顶替别人的身份 夜离眼前一亮 在兑换树瓶饮身药水后 正大光明地走入了斗兽场 此次出赛已进行了七天 原本近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一千 夜离一路打听 寻找要取代的目标 命名拥有一对白色龙脚 身材消瘦的兽人顿时吸引了他的注意 夜离暗暗跟随 眼见白龙男子进入一间房后关上了门 这人简直就是给他量身定制的 正当他烦恼着如何悄无声息地取而代之时 一位麒麟兽人向房间走来 白龙兽人热情地邀请麒麟兽人进屋 愉悦地转身走向桌边拿茶 忽然一阵白光闪过 在夜离惊恶的目光中 麒麟兽人手持长刃 直直砍向了那白龙兽人颈尖尖 直到确认白龙兽人失去气息 麒麟兽人连现场都懒得处理 满意地转身离去 夜离看着尸首深吸一口气 麒麟兽人手持统的帮助下将房内的血迹抹出 思索之际 却听远处一阵脚步声唇来 他手忙脚乱地将白龙男子的尸首丢入重置空间 房门被一脚踹开 龙哥呀 我一定会找到凶手替你报仇的 站在中间的豹子兽人惺惺地抹眼泪 夜离故作诧异地看向闯进来的众人 你们说什么呢 我不是好好的吗 你没死 豹子兽人神色凛然 龙 龙兄 我改日再来拜访 我突然想起还有别的事 你单独留下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夜离挑眉 骑兄是你派来的吧 不过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说动他来杀我的 我劝你说实话 不然我不确定你能完整地走出去 豹子兽人支支吾吾半天 硬是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夜离接着威逼利用 只要你肯说实话 我可以考虑不让你输 真的 听了夜离的话 豹子兽人终于不再纠结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面上 是 我不能输给你 我要成为前三 只有这样我才能摆脱剑兽的身份 我真的不想回去了 不想再过那种成天工人消遣的日子 行 只要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说动齐兄的 这是我就不计较 豹子兽人眼底都是毁忆 这我也不清楚 是齐兄先来找我的 他说如果我能给他五十万兽币 他便能帮我杀了你 这是我可以不追究 明天我也可以和你打平 但是成之后 你要帮我做几件事 豹子兽人乖乖点头离开 就在房门被关上的那刻 系统的声音随之响起 宋主 你空间那个白龙兽人还没死透 真的 闻言 夜离十分直接 白龙兽人想要拒绝 夜离率先开口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是完全不可能参加明天的比赛的 我可以不杀你 并且还能将你安全地送出去 但我需要你在决赛结束前 都不再回凤凰部落 如果你同意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养伤 如果不同意 那我只能将你马上杀掉了 白龙兽人由于良久最终点了点头 拿出一块写着龙离二字的玉佩 这个给你是报名十发的玉佩 有他便可证明我的身份 交易达成 夜离蹲下身催动治愈技能 帮助白龙兽人疗伤 随后召唤出小九幽 命他将白龙兽人送出凤凰部落 次日 进阶比赛开始 比赛前 豹子兽人附在夜离耳边低声信 我查到了 骑兄背后的靠山好像是凤凰宫殿的二皇子 好像是和祭司的预言有关 具体情况涉及到精密 不好调查 祭司的预言吗 夜离垂谋若有所思 行 那就这样 等等上场我会自动弃绝 然后去参加复活赛 真的吗 太感谢你了龙哥 豹子兽人一脸感激涕零 复活赛事和所有淘汰的选手决斗一场 最后只有一人胜出并竞技到决赛 而那些失败的兽人最终只会被扁到关兽场 整日和野兽拼斗 主动弃拳比赛后 夜离直接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傍晚 却有一道熟悉的身影 悄悄潜入了他的房间 龙兄 你睡没睡 一道赤色身影从窗户闯入 伸手捉向夜离的手腕 还没等他卧道 忽然一个天旋地转 反应过来后已直接被摁到了床上 夜离在看清来人后松了口气 才从凤灵的身上撤了下来 你怎么大半夜找过来 不怕我把你当刺客杀了 凤灵从床上坐起 诧异的看向夜离 我听说你晋级赛输了 报名了复活赛 以你的实力不应该呀 身体原因罢了 所以你是来慰问我的 我还给你带了些好东西 为你之后的比赛助力 边说凤灵不断掏出 护膝 护腕 胸甲 另外我还调查了 明天参与复活赛的成员 没有一个能威胁到你的 对了 你二哥 夜离顿了顿 就是二皇子 之前有个刺客来杀武 仔细盘问后发现 他是二皇子派来的 还说和祭司的预言有关 这个你帮我调查一下 两人谈论了一会儿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后半夜 怎么你不打算走了吗 我是悄悄来的 今晚能不能让我住着 不能 夜离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拒绝 想睡这也可以 你只能睡地上 凤凌咬牙切齿 你又不是雌性 两个雄性睡一起能怎样 我是断秀 你要是不害怕 我晚上对你做些什么 你就上来 凤凌瞬间僵硬在原地 心中一阵复杂 不过他看了看自己魁梧的身材 又看了看夜离销瘦的身材 怎么看自己都不像下面那一 于是他咬了咬牙 掀开被子钻进了床 夜离实在没想到 他都说龙阳之好 这人居然还敢爬上来 想着以后还会和凤凌 有很多交集 于是夜离强忍着 要将人踹下去的想法 缓缓闭上了双眼 这夜睡不着的并不只是他 还有一旁辗转反侧的凤凌 一夜无眠 等夜离早上起来时 毕章俊脸映入眼帘 离兄 你醒了 今天的比赛加油 离兄 你怎么长得和我那时候 看见的你不一样了 你不会是假的吧 他明明记得之前的龙离 要比现在好看多了 要不是味道和配件一样 他差点认不出来 离兄 要是你 行了 别说了 夜离不耐烦地伸手 捂住凤凌的嘴 为什么会有男人如此啰嗦 凤凌无意伸出的舌尖 擦过夜离的手心 离兄 你怎么连手都这么像 夜离一阵恶寒 如果不是系统告诉他 凤凌是喜欢辞性的 真要怀疑他是个断袖 凤凌舔了舔嘴角 似是回味无穷 他虽然一开始也很震惊自己的行为 但却又逐渐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语度 心里甚至萌生出一种 还想尝试一次的想法 女扮男装的心机小狐狸 却在熊兽们的斗兽绝竹中拔得头丑 不但差点掰弯了凤凰三皇子 还惹得追欺失败的前夫龙再次被他吸引 就在刚刚 夜离轻松在复活赛中取得第一 眼见他将最后一人打落台下 凤凌毫不避讳地将他拦住 离兄 恭喜你复活赛成功 走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夜离不解地跟随他一路前行 两人竟然走进了一家青楼 只不过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熊系 夜离站在龙阳馆的门口发呆 他诧异地看向身边笑盈盈的男子 你就带我来这儿 凤凌点点头 离兄别客气 咱们都是熊系 我懂的 话落他直接拉着夜离大步走路 一走路便被数位花枝招展的兽人围住 两位大人 请问需要什么服务 凤凌邪媳一笑 离兄 放开了花 今天全场消费由我林公子买单 看着夜离半天不说话 凤凌十分大方的摆手 就先这三个吧 你们好好陪着离兄 大人 我们回房吧 夜离被三位熊系推散着进入房间 一位熊系兽人欲要向夜离扑去 夜离却一把捉住他的手腕 不急 我们先玩点别的 你们可吃凤凰宫殿内 谁也喜欢来这里玩 或者有什么别的秘文 说出来我重重有赏 夜离拿出一打兽臂 在众人的面前晃晃 三个熊系顿时激动起来 我知道 我知道 凤凰宫殿的大皇子 其实也是断秀 夜离没想到还真能有所收获 他抽出十张售票 塞入刚刚说话的熊系手中 展开说说 如果让我满意 这五十张也都给你的 很快 这三名兽人便将所知道的 全部说得一字不落 两个时辰后 夜离与凤凌各自办完了事 一同返回斗兽场 行至一半 却突然被一位硬龙兽人拦住了去路 请问你们看到过这画上的雌星吗 夜离定惊望去 这画的不就是他吗 龙印都追到这来了 抬头一看 手拿画像之人 正是龙印的一号小老弟龙之 只见他眼下一片乌青 显然很久没休息好了 此时凤凌同样也在欣赏这幅画 他望着画像中的胡尔雌星 不由地调侃 这位雌星可比花楼里的头牌还好看 小雌星这么娇弱 你们把他丢了 流落在外时间久了 恐怕凶多吉少 龙之的拳头微微收紧 没见过就算了 他快速收起手中画卷 朝下一位雄性问取 凤凌却一脸戏谑地望向夜离 走吧 弟兄 我看到画像里雌星的眼睛 还真挺像你一容钱的 他不会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吧 两人没走几步 对面的一道熟悉身影 让夜离定在了原底 男子头顶一对金色龙酒 原本俊逸的面孔 此刻却异常憔悴 凤凌看着夜离出神的样子 心下疑惑 弟兄 你们认识吗 夜离缓缓回神 摇了摇头 不认识 我们继续走吧 龙应朝两人投来了一道复杂的视线 在擦肩而过的同时 他的心跳莫名加速 但那人别说性别和样貌都不一样 就连身上的味道也差远了 半个时辰后 夜离和凤凌顺利地回到斗兽场 凤凌的目光忽然一鸣 一道熟悉的身影闯入视线 二皇子凤身 火系七阶一兽 表面正直高 其实心里非常嫉妒凤凤凌不需要认真修炼 都能轻松突破六阶的天赋 而且他很相信祭司的预言 凤身在注意到夜离的那刻 原本平淡的神情瞬间变得猙獰 三弟 你快远离这个兽人 祭司预言过 他就是凤凰宫殿的灾难 对于凤身的话 凤凌却不以为然 二哥 祭司只说过白发兽人 会为凤凰宫殿带来很大影响 但又没说这兽人是谁 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 你总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白发兽人吧 而且他已是我兄弟 二哥要是再对他出手 我可就要生气了 话落 凤凌不再理会凤身 很快就到了决赛的时间 斗兽场乃凤凰部落的产业 因此做着几个凤凰部落的兽人很正常 可反常的是 硬龙部落的人也来了 叶黎看了眼台上的龙蝇 心情复杂 这场比赛共有八人 裁判会根据参赛者 跌出场地的顺序来确定排名 宿主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可获得37分 以及染向艺能同时升一击的奖励 在听到来自系统的 获得第一名的奖励时 叶黎的眼底瞬间燃起张 这第一 他是在必得 斗兽场决赛 正式开始 裁判话音一落 所有人齐齐展现出艺能和修为 叶黎现在处于六阶 最棘手的还属那名七阶兽人 比赛仅然有序地进行 两位五阶兽人跌下比舞台后 除叶黎外 还有两位六阶兽人正在缠斗 看来不用叶黎再动手 他也能稳坐前三了 但他的目标可不止前三 就在两位六阶兽人的对战 要接近尾声之际 空中传来白狼兽人的声音 小龙兽 你自己跳下去吧 我就不对你动促了 叶黎勾唇 召唤出春水炼艳剑 直指白狼兽人 我才没想认输 等他们打完 我们打一场 你想和我打 白狼兽人欣赏的挑了挑眉 谋底却是一片轻蔑 毕竟六阶和七阶相差的修为 可不是一心半点 废话少说 他三万积分和一能升阶的奖励 还在等着他们 行 一会输了可别哭 白狼兽人吃笑道 观众席上 龙印盯着那陌生的白狼兽人 手中的剑木不转睛 一旁的龙只很不理解 为什么龙印会留在此处观赛 硬哥自从和这白狼兽人见面过后 就一直心事重重的 夜离和白狼兽人已经打了起来 白狼兽人看起来极其阴郁 应付夜离的招式更是十分敷衍 不过夜离并不因为白狼兽人的怠骂而生气 青色和白色的光芒流转 白狼兽人的脸颊竟然挂了彩 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点 说完 白狼兽人缓缓抽出了佩刀 台下传来一片唏嘘的议论之声 狼兽他居然拔刀了 这次龙离竖定了 只要你能在我的手下坚持十个回合 这场比赛就算你 狼兽话语间带着浓烈的嘲讽 如果是一般雄性兽人 恐怕早就觉得伤自尊而反驳说不需要 但夜离却抬了台下巴 谋色认真 好 你说话算话 狼兽握着刀的手一僵 这人怎么不按套路触跑 如此他可要认真一些了 刀光剑影间传来清脆的兵器交接声 夜离身法灵活 快速闪躲 狼兽紧追不舍 一时间抓不到夜离的破绽 已经九个回合了 夜离勾出一抹脚侠的笑 狼兽纵身一跃 金色的气流缠绕在弯刀之上 那是他的一大绝招 看来他要认真了 恍惚间 狼兽的利刃已到达夜离眼前 坐在台上观战的凤铃紧张起来 他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夜离非要争那个第一 明明只要进前三 第几他都能把他带回凤凰宫殿 刀剑相交的前一刻 夜离将冰元素之力汇聚到春水连一剑之上 剑合刀对碰的那刻 两人所在的场地爆发出一阵刺目白光 夜离被刀器震伤 但他也趁机使用了治愈技能 很快恢复如初 狼兽看着完好无损的夜离心中茫然 他这招就算是七阶兽人应接也得倒地不起 眼前的六阶白龙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已经十个回合了 狼兄请便吧 夜离指了指比舞台下 是一期自行离开 狼兽紧了紧手中弯刀 俨然没有要下台的意思 没想到狼兄居然是言而无信之人 夜离微眠双眸 其实如果他出动权力也不见得打不过这只狼 只不过众目睽睽下 他不愿暴露太多底牌 更何况龙鹰还在上面看着 狼许就是开个玩笑 何必当真呢 不知何时一名身着赤袍的男子飞了过来 男子一双凤眸和凤铃有着气氛相似 系统的声音随之响起 凤凰部落大皇子 凤死期间中期受人 人品不佳 夜离刚要开口 台上的凤铃就坐不住了 大哥 这就欺负人了吧 这个不叫开玩笑 这是出而反而言而无信 大哥可是凤凰宫殿大皇子 现场可不只有我们凤凰部落的成员 你就不怕传出去被天下人笑话吗 凤素文言向台上打量 才注意到一旁正在默默观战的应龙部落成员 应龙部落在寿世大陆的地位不弱于凤凰部落 君子一诺千金 小人言而无信 我相信大皇子一定不是不讲心意之人 龙鹰注意到凤素的视线后 也站起来向台上传音 他的声音夹杂着强悍的力量 凤素没想到应龙部落的成员会帮三皇子说话 他尴尬陪笑 既然如此 此事我就不管了 那就这样吧 如果朗许同意认输 本皇子也不会说些什么的 你说吧 朗许 朗许接收到凤素的意思后 重新拔出佩刀 是我朗许不讲心用 和大皇子没有关系 所以得罪了 看来这场战斗无法避免 朗许还没说完话 夜里便悄然发动了自己的技能 还没等朗许有所动作 一座树米高的冰墙 就将他牢牢困住 树根翠绿藤蔓从地面破头而出 缠绕住朗许的四肢 随后暗自注入大量麻痹性毒素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朗许顿时赶到体内异能阻塞 手中的刀都握不紧了 紧接着他又被一道冰锁死死控制 朗许动作迟钝 逼时间反抗不来 直接被甩下台 朗许 你输了 夜里脚下一笑 他走至比武台边转头看向裁判 你可以宣布结果 裁判显然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他顿了顿 我宣布此次比赛的第一名 龙黎 黎兄 你赢了 凤灵从台上欣喜悦下 等你跟我回到凤凰宫殿 我一定给你封个护卫统领 我要当你师父 或者给个国师当也行 黎兄你可真敢想 国师一共就有两名额 我只是一个皇子 没有那么大权利 不过你当我师父这事 我可以和母皇申请下 当真 夜里还没来得及回忆 便看到龙应一行人也向他走来 龙应目光灼灼盯着夜里 语气中带着淡淡的疲惫 黎兄 你也是应龙一族 不瞒你说 我在应龙部落内很有话语权 如果你肯和我回应龙部落 一定少不了你的好处 凤灵一听这话直接不高兴了 这人什么意思 当着他的面挖人吗 他张嘴就要开骂 夜里用力扯住凤灵 上前一步向龙应道谢 谢谢您的好意 但目前我只想待在凤凰部落 十分抱歉 听到夜里的拒绝 龙应心底如被什么揪了一下的疼 总感觉有些珍贵的东西 要离他远去 他还力不从心 龙应满脸失望地转身离开 刚走了几步又回头看向夜里 这位龙兄 如果你哪天想去应龙部落 我们随时欢迎 夜里应了一声好 向着龙应白手道别 凤灵语气不满 好什么好 你还真想去啊 走了走了 我已准备妥善 这就带你去凤凰宫殿见母皇 凤凰宫殿奢华无比 宫殿内占着许多慈性 一个个风姿绰约 大殿之上的女子滋容美艳 头戴一顶凤冠 无比华丽 凤灵两人一路走到殿下 参见凤皇尊皇 凤尊微微抬了抬手 凌儿 这就是此次斗兽大赛的冠军 你带回的侍卫 是的母皇大人 他叫龙黎 有勇有魔不畏强权 公平正义中心事的 不该只当一个侍卫 凤尊服额 好了 你有话直说 儿子觉得自己可以从龙黎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因此我觉得 龙黎完全有能力担任国师 凤尊的手艺将 凌儿你也不小 不能再这么游着性子 你知道的 异国国师的位置是多么重要 母皇要是不幸 可以先赐龙黎一个太妇当 儿子会向母皇证明他有资格担任国师 凤尊揉了揉太阳穴 他是知道他这个小儿子的 要是不满足他 便会一直来烦自己 那么龙黎 你现在的修为是多少 夜离恭敬到 回凤尊 陈现在七阶 他当当使用系统奖励后 兵系异能已升到七阶 还多了一个技能 兵面复制 夜离才刚刚七阶 两个月怎么可能打得过 凤铃想着又张嘴求求情 凤尊却已失去耐心 此时不要再赢了 凤铃 你再过两个月便要成年 别再一起用事 这段时间母皇会给你勿扫王妃允许 你也上上心 行了 你和龙黎先退下吧 凤铃顿时整个人都不好 有一位王妃对他来说才不是什么好事 凤皇部落一向女尊难卑 也就是因为这届凤尊没生下女儿 他们三个皇子才有继位权 凤铃一脸沮丧 怎么办呢 凤铃 母皇要找个女人来管我 要不然以后我们俩凑合凑合得了 夜离头去嫌弃的眼神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王妃是什么洪水猛兽 凤铃拒绝继续这个伤心的话题 走 带你去看看我的景点 顺便给你透露一下母皇的那两位太夫人选 一位名叫凤秋 是一位年长的雌姓 目前七阶巅峰 他和我母皇关系很好 第二位名叫凤浩 是一位雄姓 前两天突破了八截 在凤皇部落中地位很高 因早年受伤身上有点隐疾 要不然他早去凤皇部落的边关守护了 凤铃说着神色变得忧愁 李兄 别说我不帮你 这两个人我都不敢惹 两个月就想要打败这两人 确实不太实际 所以夜离准备另辟蹊径 逐一攻破 让他们主动放弃太夫之位 在得知凤浩的隐疾可能和某些毒有关后 夜离让凤铃将凤皇部落内可以买到的药材 全都弄出一份 让空间内的寿氏大陆解读保典一解锁 凤铃等进门 就听院落内传来一阵很厉的怒吼 都给我滚出去 一堆没用的东西 那个 浩叔 不知道我现在来是不是时候 凤铃在面对凤浩的时候也得规规矩矩 可见凤浩真的不好惹 院落内的凤浩沉默两久 三皇子啊 进来吧 再注意到夜离这个声念孔后 凤浩不友好的调媚 这位是 在下龙里 此次前来是想帮凤浩大人检查身上的影机 凤浩轻喝一声 他的病多少名医都治不好 一个黄毛小子 凤浩大人 要是您的病看不好 我什么都不要 夜离试探性的安抚 气氛沉默片刻 凤浩情绪稍缓 行啊 你要是真能看好我的病 就算是要天上的月亮 我也能摘下来 夜离打开药箱 恭敬说道 那凤浩大人 我要开始了 请把手伸出来 一阵青绿色的气流渐渐传入凤浩体内 与此同时夜离的面前浮现一本 只有他们看见的书 解读宝典在夜离面前悄然翻动 您是每到深夜浑身四万亿啃咬 每到五十四只酸软 每到日落十分总控制不住情绪 并且时常伴有呕吐吗 话落 凤浩的神情瞬间严肃 那你有办法治吗 我有 凤浩大人放心 把我给你开的方子吃一个月 加上每三天我给大人把脉治疗 一个月便可以缓解八九分 三个月就能根治 但前提是在您痊愈前不可断辅 夜离说的头头是道 好 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的好处 凤浩的态度终于柔和了几分 那龙黎在这先谢过您了 其实只要他连续七天都给凤浩运用木系 以能治疗 便能好个七七八八 但那样过于惹眼了 不用什么别的好处 离兄只想要一个太副之位当 浩书你行得方便 凤灵急切地说道 凤浩只觉得这小子是不想让自己当他师傅 没好气地瞪了凤灵一眼 转过头看向龙黎 龙乌一 你不要听这小子了 你别因为他委屈了自己 如果你真能帮我治好 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职位 夜离含笑摇头 凤浩大人误会了 凤灵说的就是我所求 那大人 我三天后再来为您整治 他收拾好东西 告别凤浩 随凤灵向大门走去 回寝殿的路上 却被一位皇女拦住 三皇子 凤尊让您马上到宫殿一趟 说是有宝物给您 两人刚到宫殿内看了一眼 凤灵便转身就想走 殿堂内占满了年轻漂亮的雌星 见到凤灵后兼含羞待怯的低头 这哪是送宝物 分明是给凤灵物色王妃 凤尊早有预料 在两人踏进宫殿的那刻 就叫人关上大门 凤灵立刻不高兴起来 母皇 不是说好要送我宝物的吗 如果你在成年前挑选好王妃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凤尊唇角含笑 他拍了拍手 数位雄性抬着一箱 又一箱的金银珠宝走了上来 接着三个宫女 优雅地端着精致的盒子走来 随着盒子一一打开 里面的宝物散发出一阵绚丽的光芒 这是西部进贡上来的 每次出招还能回升一部分异能值 只要你在成年前选到合适的王妃 那么这些宝物就都是你的 忽然系统兴奋的声音响起 叶离一惊 没想到他会在此处偶遇 渔州遗失之物 如此他必须将那胶珠拿到手 看着眼前的珍宝 凤灵磨解了半天 也明白了选妃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行 王妃的室友母皇定夺就行 儿子只有一个要求 要漂亮的 这自然没问题 凤尊心情大好 视线从凤灵转移到了叶离身上 龙离 你为何不以真容世人 室友和隐情吗 女扮男装的小狐狸 终于暴露了真实身份 只因一个意外的吻 当着凤灵的面 叶离的身体忽然缩小 头顶上的龙脚随之脱落 一对雪白的狐狸耳朵 直接蹦了出来 哎呀哎呀 这马甲掉得有点突然呀 凤凰宫殿之中 面对凤尊对自己易容的质问 叶离却不卑不亢 似是早有预料 回凤尊 陈一直以假面世人 确实有苦衷 其实是因为陈的脸上 有一道伤疤 静悉正在调理 凤尊顿时来了兴趣 你是说你研究出了 能去掉伤疤的东西 是的 陈脸上的疤已消得差不多了 再过两天便可用真容世人 如此甚好 朕的好友凤秋 早年应征战 留下了不少疤 朕一直觉得亏欠于他 稍后你同他聊聊 若是能将他身上的疤去掉 朕必有众生 叶离恭敬应下 他正有此意 只有攻略了元老凤秋 他才能顺利成为凤林的太夫 有了凤尊的旨意 他的拜访才更加合情合理 叶离在给凤秋展示了 美颜高的去拔 以及美白的效果后 凤秋大喜 当即就要买上百八十盒 其实我此次前来 也是想和凤秋大人 谈上一笔生意 叶离将自己在美颜产品上的想法 全都说了出来 我可以把这些产品的制造房 送给凤秋大人几个 也希望您能将太夫的位置让入 凤秋泽泽称奇 眼底一片兴奋 太夫的位置于他也只是个闲职 他几乎没有犹豫便同意 三天后 被叶离成功说服的凤秋 与凤浩一同面见凤尊 自愿放弃太夫之位 并赴议 龙铃有勇有谋 欣细百姓 更适合成为三皇子的太夫 凤尊垂谋思索 没想到这龙铃居然如此厉厉 才刚进攻一个月 便征服了凤皇部落内 最难对付的两位全臣 很好 那阵便任命龙铃为三皇子凤铃的师父 全宫百艳庆和 整个凤皇宫殿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凤铃喝得烂醉如泥 无奈叶离只好亲自将他送了回来 将他放在床上 刚想起身给凤铃倒一杯水 却被凤铃抓住一把拉到床上 凤铃的毛子里满是醉意 三皇子 请松手 叶离与其运怒 抬手推举 李兄 你要是个雌性该多好啊 凤铃微微起身 伸手摸向叶离的脸 你要是不起来 我真生气了 叶离汇聚异能 蓄力准备推开身前的凤铃 叫我阿灵 李太傅 你不乖 感受到叶离的意图后 凤铃同样汇聚异能于右手之上 并加重了手上的力量 叶离继续蓄力 凤铃 你现在只是六斤 我要是使出全力 你打不过我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 凤铃话音一顿 下一瞬 青色与赤色的气流快速游走 伴随着一声蜂蜜 气浪冲破智骨 叶离清晰地感觉到 凤铃的力道骤然变大 他居然在上一秒突破了 已突破七阶了 这么轻松的吗 看着叶离眼底的诧异 凤铃勾起一抹邪魅的笑 当然 我可是天才 他此次突破七阶 来双鼠性异能同时突破 体内的异能值一瞬 高出了叶离一截 嘿嘿 修为不超过你 我怎么压你 叶离总觉这话越听越奇怪 凤铃渐渐收起嘴边的笑 鬼使神拆般的俯身 直接亲了上去 就在两唇相接的那刻 叶离身体忽然缩小 头上的龙脚瞬间脱落 一对雪白的胡耳 直接蹦了出来 糟了 原形暴露了 这就是系统说过的 被雄性亲了就会变回原形吗 叶离的大脑急速运转 思索该如何跟凤铃解释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凤铃就率先传来了一阵呼噜声 叶离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悄悄起身 在内心呼唤系统 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成白龙形态 白龙马甲恢复期需要三天 不过宿主可以打一根凤铃的羽毛 然后花费一万积分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新的凤凰马甲 一万积分 有点贵 叶离陷入沉思 想到凤铃的好感度 已经在武士卡了将近一月 或许恢复雌性的身份 好感度能继续上涨 一一兑换新马甲 想着 叶离仰躺在凤铃身边 侧身安静地看着他 看着看着也进入了梦乡 次日 凤铃在头昏脑胀中醒来 昨晚的场景片段在脑中回响 他依稀记得自己修为突破了七阶 好像 还把离太夫一样 还把他点亲了 完了 这下太夫不会原谅他了 糊涂 糊涂啊 他们纯健美好的友谊 醒了 轻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凤铃微微失神 你明明一 你是谁啊 怎么进来的 凤铃震惊地看向叶离 这一看镜直接看入了迷 双颊一下泛红 双领又说了一遍 我是龙梨 是离太夫 也是你的梨兄 其实我不姓龙 但你也可以管我叫 嗯 不如你就叫我李姐姐 直到此刻凤铃才完全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你是龙梨 双领汉手 没错 我是 雨落 双领的脑中就接连传来好感度增长的提示音 凤铃好感度连加三十点 总好感度八十 李 李姐姐 凤铃反应过来后一脸羞涩 早点说呀李姐姐 我差点就要为了你 为爱断秀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人能不能认真听完他说话 想摸吗 用你的凤凰铃鱼做交换 凤铃神色一顿 李姐姐 凤凰铃鱼乃凤凰身上最珍贵的预谋 只能送给相伴一生的伴女 是吗 真巧啊 我们血糊足的胡尔也只能给自己的兽夫摸 叶黎眉眼弯弯 凤铃不太敢相信自己所理解的意思 所以 所以李姐姐是想让我当你的兽夫吗 当我的兽夫 修为至少也得八戒以上 咦 你还差点 凤铃心底的斗志瞬间被激起 那你可以等等我吗 等我升到八戒 叶黎故作犹豫 看你表现 如果你能在半年内将修为提升到八戒 我就考虑考虑 对于普通寿人来说 半年就将修为从七戒提升到八戒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半年 凤铃垂眸思索良久 暗暗决定 明天他就去母皇的宝库 把那两块鸡品金石拿来 猛进修炼 那为了表示你的诚意 把你的凤凰铃鱼交给我吧 叶黎低声诱惑 给 一定给 但还要等一个月后 凤铃的声音越来越轻 到最后 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叶黎 凤凰铃鱼要在成年后 初次降降酿酿后 才能自然脱落 旁人都传凤铃花天酒地 其实背地里他是一只触凤 叶黎站起身来 既然现在给不了凤凰铃鱼 总得给我点别的补偿一下 李姐姐 你说 凤铃认真的听后发落 我想要那天凤尊 想要给你做礼物的那颗娇人明珠 没问题 今晚我就把它给你偷 我不 拿回来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话说回来 你先给我一根你的普通羽毛 我有用 没问题 凤铃将翅膀召唤出来 抖了抖 李姐姐 看上哪根就拔哪根 不用客气 叶黎选了一根光鲜亮丽的赤色羽毛 然后交给系统 片刻后 叶黎将系统做好的凤鱼道具别再发现 福尔消失 叶黎的气质再次焕然一新 精致漂亮的五官瞬间变得深邃迷人 凤铃神情微愣 很惊艳 很漂亮 却让她有点不适应 她深吸了一口气 忽然意识到什么事的走出门去 我得去给你弄一个身份 李姐姐放心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就来 夜幕降临 叶黎坐在门口张望 直到看到熟悉的赤色身影 悬着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 你脸怎么了 叶黎这才发现凤铃的眼睛上有一块乌青 凤铃摆了白手 没关系 我先找号叔帮你弄了一个异女身子 然后告诉母皇我其实有喜欢的人 让她别再给我选妃了 最后去凤凰密库给你拿了东西 边说凤铃将怀中的盒子拿了出来 一颗泛着蓝光的珍珠异生辉 是这个东西吧 没错 夜黎看着河内的娇人内丹 喜悦异于眼表 至于凤铃为什么被打 是因为她之前跟凤尊说 其实她原本是个断秀 是夜黎让她体验到雌性的美好 如果不让她娶夜黎 那么她就要找一个雄性过后半生 于是凤尊当即没忍住 直接揍了这小儿子一拳 但也因此松口说 同意明天带夜黎去见她一面 如果满意 她可以考虑这门婚事 所以李姐姐 你明天愿意和我一起去见一下母皇大人吗 当然愿意 不过我听你刚刚说的话 好像你母皇很抵触断秀 那你大哥是断秀这事 你母皇知道吗 什么 我大哥是断秀 你不知道吗 夜黎抬眸直视凤铃 李姐姐你听谁说的 凤铃也开始怀疑起来 自己那位总不敬女色的大哥 就是我们上次逛的那家龙阳馆 听说大皇子经常去纳闷 夜黎谋中都是八卦的味道 你们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不知道 母皇之前明确过 如果我们兄弟三人有人是断秀的话 他可以不管 但不能继承皇位 所以你的意思是 大皇子因为想继承皇位 所以隐瞒了自己是断秀的事实 对 有这个可能 他得派人暗中调查一下 倘若此事当真 正好可以铲除大皇子这个阻碍 一日清晨 两人前往凤凰主殿拜见凤尊 大殿内除了凤尊 还有一位熟悉的威武身影 正是之前夜黎治疗影集的那位凤号大人 他此次前来便是想看看 三皇子昨天给他认的一女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昨晚三皇子给他描述的天花乱坠 说这位名叫凤尼的慈性 不仅漂亮有才华 而且和龙黎师叔同门 医术和他师兄并驾齐驱 臣女凤尼 见过凤尊 夜黎十分标准地行为一女 朕听灵儿说你只是平民之女 却从小学医 医术精湛 那不如给朕看看 朕的身体是否有样 凤尊显然是想要试探夜黎 是 那臣女就现丑了 夜黎波澜不惊 他必须好好表现 他伸出手指轻搭在凤尊万间 翠绿色的异能流向凤尊的身体 他使海中的受试解毒宝典 不断翻动 尊皇是不是每到傍晚总是情绪阴郁 越是稳乱 时常乏力 想必您之前是中过什么毒 这些症状是体内于毒未经导致的 夜黎每说一句 凤尊心中就咯噔一下 他的某些症状都很隐私 夜黎居然说的一句不差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短时间根除吗 夜黎成瘾片刻 根除的话可以 至少得三个月 听到三个月 凤尊心下大惊 之前的巫医说他这病至少要治个五六年 现在都八年过去了 他身上的症状依旧没有好全 凤尊心中大喜 很好 如果你能治好本黄的病 本黄可以不在乎你一个平民的身份 但是小黎你也是知道的 凤灵很可能会成为凤皇部落的下一位继承人 因此他必须有天赋强大的子嗣 而一位雄性医生只能和一位雌性杰侣 所以话已至此 夜黎十分清楚 凤尊这是想看他的声誉等级印记 夜黎拨开了锁骨之下的衣服 橙色的印记赫然显现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提前将代表着圣词的红色印记 用系统道具变成了橙色 凤尊四世非常满意 那本黄便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帮助凤灵度过成年后的第一个情期 便立你为凌儿的王妃 凤尊说出此话后最高兴的莫过于凤灵 就在他激动的差点跳起来时 凤尊转言问道 对了凌儿 这两天怎么没看到黎太府的身影 凤灵的面色不自然了一瞬 又很快恢复正常 回母皇 我正想跟你说呢 龙黎昨天染上风寒身体不适 因此我让他留在寝殿休息了 生病了呀 那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如致病需要什么药材 随意之取 皇儿带龙离谢过母皇 我们先回去吧 刚回到主殿 凤灵便快速将房门关上 才明亮了一瞬的寝殿 又重新陷入了婚案 还怀胎三月却生下两个蛋 不等破壳就能知道是什么性别 在凤灵终于得知叶黎的真实性别后 她是真的再也不想忍了 叶黎却侧头躲过了她即将落下的我 别急 你要是想让我在之后帮你度过情期 现在就乖乖给我回自己的寝殿 沉默两久 传来了凤灵沮丧丧又委屈的音音 三天后便是阿灵的成年龄了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我送给你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想要黎姐姐和我签订伴侣契约 叶黎心下一沉 眼底划过复杂 她决定和凤灵躺开 这件事不能瞒着她 阿灵 如果我告诉你 在你之前我还有一任寿夫 你还愿意和我结气吗 凤灵既惊讶又不解 黎姐姐有寿夫了 可我没看见你身上有其他雄性的伴侣印记 难道是在比较隐秘的部位 或者是前任死了 我没和她遞结伴侣契约 凤灵刚要说那算哪门子寿夫 便听到叶黎随后的一句话 但我给她生了两个幼崽 空气忽然安静 什么 生了 生了两个幼崽 突然回想到之前在街上看到过的那幅画像 一个想法不知欲出 黎姐姐 你的上一任寿夫不会是那天 拿着画像在到处问的那群印龙之一吧 叶黎没想到凤灵如此敏锐 却也没否认 点了点头 凤灵突然又想到其中一人年纪轻轻就已升至八阶 不会就是那天当着我的面要翘脚脚的那条印龙吧 嗯 就是她 凤灵瞬间实话 所以她其实是黎姐姐和那条龙腿的一环吗 僵硬两久才缓缓回神 她的母皇有三位寿夫 因此她并不是很在意自己的雌性有别的寿夫 只要不让她做小的那个就行 凤灵满是疑惑 那她来找黎姐姐的时候 黎姐姐为什么不和她回去 因为我做了一点对不起她的事情 不好意思回去面对她 所以如果你了解真相后 还愿意和我结契约 我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地结伴侣契约这种是约束更多的是雄性 对于雌性的约束微乎其微的 凤灵神色正重 我同意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不做小 至少也得是个平夫 叶黎含笑点头 放心 我不会让她欺负你 三天后 三皇子凤灵的成年仪式开始 凤灵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入凤皇宫殿 几轮敬酒过后 凤灵便准备去找找叶黎 然而她往凤离宫内寻找了许久 却始终没找到叶黎的身影 叶黎此刻正闭着眼睛装晕 耳边传来陌生的声音 却看看那雌性醒了没 醒了再重新迷晕 主子说了今天千万不能让她逃出去 其实早在那些人来抓她时 她便察觉到了 她一路装晕 只想看看这幕后黑手是谁 到底想对她做什么 叶黎虽然看起来被动 但事实上她随时都可以逆转风向 守在她身边的两位雄性只有六戒 她要是想挣扎随时都能反复 被绑来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群人并没有对她做些什么 只是静静关着她 看来他们的背后主使者并不想伤害她 如果不是为了要自己的命 那会是什么目的呢 难道是为了凤铃 想到凤铃可能会有危险 夜里也不想再装了 她一瞬扯断身上的脚铐和手铐 随后直接恶住来者的喉咙 你们的主子是谁 帮我来是为了什么 另一边凤鸭含羞待切地往凤铃身前凑近 凤铃哥哥 你是在找凤梨姐姐吗 我知道她去哪 是你做的对不对 你把梨姐姐绑走了 凤铃瞬间撤回凤鸭面前 我告诉你 如果梨姐姐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一家都别想好过 看着手中的凤铃快要断气的样子 凤铃嫌恶地将凤铃甩到一边去 凤铃的脸被憋得通红 好久之后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 凤铃姐姐刚才被一位雄性兽人迷晕 带去了凤落宫天殿 如果你动作快 说不定能赶上 等她抬眸找寻凤铃的身影时 凤铃早就消失在了原地 凤铃缓缓起身 也向着凤落宫天殿走去 虽然凤铃给的位置很有可能是一个骗局 但万一梨姐姐真的因为她挽到一步而受到伤害 她会后悔一辈子 凤铃一脚踹开凤落宫天殿的房门 真的看到一个衣衫凌乱的身影蜷缩在角落 而另外一位雄性兽人正欲对她实施暴行 怒气上涌的凤铃直接将那雄性兽人一脚踹翻在地 那名雄性兽人没有任何反抗 抓起衣服连滚带爬跑出了凤落宫 凤铃轻轻一拍那雌性 她却转过身谋色平淡地看向凤铃 不是李姐姐 就在那女子回头的那一刻 手掌中的白色粉末迎面向凤铃扑来泥 凤铃眼底跳动着愤怒的火焰 她一掌膝向那名正在逃跑的雌性 那名雌性伸手也不简单 静硬生生地和凤铃对上一整 随后撤出房门落了宫 给我把门打开 凤铃一拳一拳砸着门 不过很快她就感觉力量的流失 力气越来越小 这是要效起作用了 凤铃尝试调动体内的异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个药的原因 她半天都汇聚不出一个小气团 浑身由内到外的变热 眼前的场景也开始变得重影片刻后 开锁之声从外面传来 一位身材娇好的雌性走了进来 是李姐姐吗 凤铃眼前的场景已经模糊不清 但她能感觉那人好像是在脱衣服 三皇子 过了今晚 你就是我的了 我会和你节气 到时谁都抢不走你了 边说凤铃嘴角勾起一抹 势在必得的笑 与此同时 三皇子现在在凤洛宫天殿 当夜离闯入凤洛宫时 角落里有一具白花花的女士 大片的血迹染红地面 凤铃正在其中痛苦的颤抖 夜离立刻上前将她扶到怀中 看测她身上的伤势 凤铃闻到熟悉的味道后 挣扎的幅度小了不少 声音中带上了委屈 李姐姐 差点我就是别人的 将凤铃从上到下检查一遍后 夜离松了一口气 好在只是中了软筋散和情药 她站起身将房门反锁 随后开始清理案发现场 李姐姐我热 想要贴贴 凤铃虽然吃了解药 但药效完全发挥 还需要一段时间 现在的她依旧浑身炙热 夜离凝聚出一根冰柱 往凤铃怀里塞去 给你 抱着就不热了 凤铃呆呆叹探着冰柱 又嫌弃地扔掉 我不要那个 李姐姐 我已经成年了 这句话的意思不言而喻 等我清理完现场就陪你 阿玲 凤铃不是你杀的 凤铃好像道 走 我们换个房间 凤铃好感度加5 总好感度95 房间里 凤铃指了指夜离心口 我要把伴侣印记留在这里 这样我就能永远住在 李姐姐心脏最近的位置 双向节气的感觉很奇妙 不知不觉间 两只胡尔从头顶蹦了出来 夜离忽然感觉自己被抱起 凤铃低头却瞄到了 她锁骨出一朵红色的印记 红色 那不是只有圣词才会有的印记吗 李姐姐 你是圣词 凤铃不可置信 圣词 全兽是大陆都没有几个 却被她遇到了 好幸运 凤铃好感度加4 总好感度99 93日后 凤铃神清气爽地从寝殿内出来 夜离则躺在床上 疲倦地望向天花板 胸口处赫然出现了一个 神似凤凤凰的图案 同样的图案在凤铃胸口处 也有着一个 系统 给我兑换一颗壁子药 收集壁子药 壁运率30% 300积分 高级壁子药 壁运率90% 三万几分 多少 三万 夜离一看自己的剩余积分沉默了 29999 这一刻夜离觉得 一是故意把价格抬到这么高的 胜词可以提高30%的生育率 所以初级的避孕效果对夜离来说 效果几乎微乎其微 之后还要去应付大皇子和二皇子 届时必然会花费一定的积分 夜离不可能在一颗壁子药上花费所有积分 无奈只好先兑换一颗初级壁子药赌一赌 凤铃那边 安慰来报 主子 有消息了 大皇子禁遇了多天终于忍不住了 现在的他正和半独在凤素宫做一些不雅之事 凤铃二话不说立刻召集了一堆人去看望他的好皇兄 其中当然不能缺了带皇子 当凤素宫被凤铃带着一堆人破门而入的时候 床上的两人直接降在原地 凤凰宫殿中 大皇子的脸上顶着两个巴掌印双膝跪地 一个颜色较浅的是大王妃凤丸打的 而另一个颜色较深的是凤尊打的 母皇大人 我错了 我这次是一时糊涂啊 都是他 都是凤尘勾引我的 被指认的半独凤尘垂下眸子 他跟随了大皇子这么多年 终究不过是个工具吧 凤尊让凤尘退回到一边 失望地看向凤素 直到现在还满口谎话 你以为这没有十足的证据 会叫你来凤凰宫殿教育你吗 话落凤尊招了招手 数位身姿曼妙的雄性兽人从大殿入口走进来 而大皇子正是这些雄性们的恩客 凤素看见几个熟悉的面孔后 立刻慌神 他不停地向凤尊狡辩着 凤尊狠狠瞪了凤素一眼 示意他不要再吵了 转身朝着凤婉牵移一下 婉婉 这件事你怎么看 臣女不想再当大王妃了 希望尊皇大人可以让我出宫心力受服 凤婉语调温婉 但说出来的话却很坚定 你这个恶毒雌性 居然想凤素张嘴想要怒斥 被凤皇尊皇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凤婉顿了顿 眼底浮出一抹失望 当然我身上的伴侣印记可以不去定 毕竟去掉后 凤素便成为无根兽了 理智会被逐渐吞没 凤婉的骨子里还是非常善良的 委屈你了 离开前朕会补偿你一兽臂 如果你之后看上什么别的兽夫 就跟朕说 朕为你下旨 多谢凤尊成全 凤婉恭敬地行了一礼后 向着大殿边缘靠去 凤素起身欲追 被凤尊及时制止 行了 凤素 之后你和凤婉没什么关系了 以后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跟谁好我也管不着 皇位也和你没有关系了 大家也都散了吧 众人纷纷告退 唯有凤素如同石化般 将在原地一动不动 片刻后 偌大的主殿内 只剩凤尊 凤婉和凤离三人 凤尊向夜离招了招手 小离你单独和我来一趟 凤离不放心急了 母皇 你找离姐姐干什么 谈一些雄性不能听的私事 怎么 你怕我把你的离姐姐弄丢了不成 凤离一步三回头 再三主缚后不舍得离开 凤尊走到书架前 拿起一个瓷瓶 随后道出一颗丹丸 小离 你已和凤离结起 凤离很有可能是下一院凤尊 我不允许她的伴侣 会有背叛她的可命 所以我希望你能将这颗丹药吞下去 服用后 一旦你和凤离解除伴侣契约 那么你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失 届时就算不死 可能也会失去半条命 夜离的瞳孔不由地轻颤一下 他明白凤尊的意思了 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便将药丸一口吞下 既然已经和凤离结起 我就会对她负责的 请尊皇放心 凤尊谋中露出一抹欣赏之色 很好 看来凤离没看错人 还有你以后该叫我母皇了 直到这一刻 夜离知道凤尊是从心底开始认可自己 半个时辰后 凤离终于等到了夜离出来 李姐姐 让你受委屈了 母皇有没有为难你 夜离含笑摇了摇头 母皇大人怎么会为难我呢 凤离听到夜离口中母皇二字 瞬间激动起来 一把将夜离搂入怀中 李姐姐 还有一件事 现在凤凰部落南部瘟疫来势汹汹 传染和死亡率极高 我害怕最后咱们也会感染上瘟疫 而且我总觉得这是太突然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当夜 夜离就跟系统兑换了一堆防疫用品 打包完行李后 他拉上凤离的衣袖 走 我们去疫情发生地看看 两人赶路一天来到疫情重灾区 看到的远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早已被封锁的城内 到处都是腐烂破败的尸体 就算侥幸活下来的村民 也在不停地被疫病所折磨 夜离知道 瘟疫不能再这样继续 不然早晚有一天 凤凰部落会沦陷 那样凤凌就没有家了 出发隐藏任务 救治单身的百姓 每焚烧一位 因此死去的百姓 可获得一颗救治瘟疫的丹药 救治完成那90%的百姓 后可获得2万积分奖励 并更送宿主抗原丹两颗 不用后7天内 不会被病毒入侵 2万积分 夜离顿时来了干劲 他快速喂给凤凌一颗抗原丹 随后自己也吞下一颗 凤凌每烧毁一具尸体 夜离的手中便多一颗蓝色丹药 如果凤凌发现是活人的话 就会将其丢给夜离 夜离便会将这蓝色的丹药喂给难民 如是忙活着 一天下来两人救下了30个人 你们看好了哈 是三皇子在危难之际 救你们于水火之中 以后知道怎么在凤凰部落内部传了吧 夜离站在众人面前来回徘徊 被他说教的难民们全都神色感激 连忙跪下来行礼 多谢三皇子殿下救命之恩 夜离随后接着说道 明天开始你们就行动起来吧 发现没有生命气息的身体后 就往凤凌面前运 还有气息的就放到我前面 我救活的人 之后就加入你们 你们教育一下 接着搬运尸体和活人 在救治灾民第四天时 夜离忽然从一个小兽人口中 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关键信息 我那天看到有人 在我们收获的稻米里加东西 之后瘟疫便爆发 不知道和知识有没有关系 夜离连忙上前询问 那个网道明那家东西的人 你还记得长得什么样吗 他长着一对金色的龙脚 因为戴着半张面具 长相没看清 身材略微消瘦 剩余的不记得 金色的龙脚 难道是来自应龙部落的 随后几天在众人的帮助下 城内所有难民的尸体都被火化 幸存的难民几乎都被解救成功 夜离也如愿拿到了两万积分 现在凤凰部落南部的百姓们 都对三皇子凤凌口口称赞 他们都希望凤尊能立凤凌 为下一届的尊皇 只是夜离不明白的是 一路陪凤凌走 为什么好感度还卡在99 而且他总觉自己最近有些失睡 闻到点东西就想吐 这让他想起了之前怀孕的症状 他试探性给自己诊脉 脑海中掀起轩然大波 他又怀孕了 夜离正思考着怀孕的事情 便见凤凌从外面风尘仆仆的走 如何 那位金色龙脚兽人的身份查清楚了吗 查到了 是被应龙部落赶出族群的原族长继承人 今天我派人去围堵他 虽然没死 但应该也身受重伤命不久 李姐姐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凤凌察觉到了夜离的面色不对 我怀孕了 夜离神色平淡 你 你怀孕了 凤凌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 雀跃不已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夜离的肚子逐渐大了起来 凤凌即使每天在忙 他都会抽取大量的时间来陪夜离 在凤尊的精心培养下 凤凌比原先更加的冷静成熟 即使凤凌每天都忙忙碌碌 但依旧会抽出固定的时间进行修炼 在这段时间内修为逐渐长到期间巅峰 隐隐有种突破趋势 夜离却有些急了 他很不理解为何凤凌的好感度还在99 这1%到底差了什么 突然他感觉腹部一阵巨痛 羊水破了 放轻松 放轻松 接生婆在夜离身边不断安慰着 凤凌温身感爱 便看见接生的吻婆端着一盆血水走了出来 这都是李姐姐的血 凤凌立刻站不住了就要往里面冲 却被另一个吻婆拦在了门外 凤凌只能在门外着急地徘徊 夜离尽量平稳呼吸 费尽力气艰难生出了一颗血白的蛋 才疲惫地看了眼蛋 随后腹中再次传来脚痛 这时还有一颗么 这一颗蛋要比上一颗要小上一圈 恭喜三皇子殿下 是两颗蛋 预计是一雄一词 恭祝殿下儿女双全力姐姐怎么样了 凤凌纹身阔步走入房内 看着床上面容苍白的夜离 和他身边的两颗蛋 李姐姐你辛苦了 与此同时 夜离终于听到了那增长的最后1%好感度 凤凌总好感度100 恭喜宿主 现在只要等到凤凌的修为提升到八阶 明宫为凤凌的主线任务就全部完成了 夜离心中大喜 她会握住凤凌的手 不辛苦 如果你想报答我 就赶紧把修为提到八阶吧 别忘了我们之前的沉默 我没有忘 但是李姐姐 你为什么非要我的修为提升到八阶 是我八阶之后 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吗 夜离大脑飞速运转 我这还不是怕你受欺负吗 你修为提升到八阶 假如遇到我的上一位兽妇才不会受欺负 李姐姐还想回去找你上一任兽妇吗 凤凌的眼底泛起失落 凤凌黑化值加十 总黑化值六十 不不 不是 当然有你一个就够了 我不是在说假如吗 凤凌的眼底划过一抹幽暗 李姐姐姐可不要骗我 不然我会很生气的 修为上的事你也不用担心 再有一个月我必能突破八阶 其实再有半个月她就能升到八阶了 但她觉得夜离有些古怪 才故意拉长了时间 那种古怪就像 似乎一提升到八阶 夜离就会回去找她的上一位寿妇里姐姐先好好休息 我去让厨娘做些好吃的 一会儿我再来找你 望向凤凌离开的身影 夜离心感不妙 凤凌显然没有龙翼那么好妇怒 再和系统兑换一颗产后修复单后 夜离再次开始着手跑路的大事 身影 夜离心感不妙 凤凌显然没有龙翼那么好妇怒 夜离心下一系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赶路士吃不到新鲜的肉 她直接就可以演 当天下午她便购置了大量牛羊放到种植空间内养着 顺便还买了点度数较高的美酒 又叫厨娘准备好一大桌佳肴 就等凤凌回来开饭 阿林快来 恭喜你修为升到八阶 我们吃饭庆祝一下 这是我新买来的特色美酒 今天我们一起尝尝 凤凌小酌了一口杯中的酒 味道确实纯香 就是好像有些裂了 三杯下去 她的脸颊便曼上一抹脱红 李姐姐别给我倒了 再倒我真就醉了 醉就醉了 今天高兴 一定和你一样可爱 好 最后一杯 喝完这杯我们就去 好不好 夜离悄悄将迷药洒到杯中 递给凤凌 李姐姐说话算话 在夜离的注视下 那杯酒被凤凌缓缓缓送到唇边 却在喝下前动作一顿 夜离不由地紧张了一下 她不会发现了什么吧 李姐姐 如果你想念上一位寿夫的话和我说 我可以带你回去的 但要是灌醉她之后偷偷跑回去 那她可是会生气的 后面的话凤凌没说出来 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她有些迫不及待 走吧 李姐姐 她刚欲起身 却双腿一软重新跌坐回椅子 莫大的困意袭来 凤凌只赶到眼前一黑 夜离将凤凌扶回到床上 她刚刚下的要是一天一夜的亮 足够她坐着小九悠跑出去好远了 她亲了亲床边的两颗蛋 随后扬长而去 但咱们跟着父亲 一定比跟着她有前途 走 小九悠 我们回一趟硬龙部落 这次做任务花费的时间 比系统预留给她的时间少 她有时间在赶往下一个目标地点前 去看一眼她的另外两个仔 另一边 等凤凌醒来时已经过了一天一夜 一种浓浓的不安感传来 她起身在宫殿内寻找良久 依旧没有寻找到夜离的身影 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在注意到床边的凤凰蛋时 心态稍微放松了一下 她总不会狠心到 连自己轻生的仔都丢下吧 难不成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被人抓走了 凤凌心下一慌 当即吩咐手下去寻找夜离 她从日落等到天黑 直到第三天夜晚 她才在凤凰窝的角落里 发现了一封离别信 信里只说她走了不要担心 但她好好照顾孩子 并没有说去了哪里 但凤凌有一种直觉 夜离回应龙不落了 正坐在小九悠身上昏昏欲睡的夜离 听到凤凌增长的黑化之后立刻清醒 看来凤凌是知道了 她已经离开的事实了 夜离在心底算了算 小九悠在升到八街后 飞行速度快了不少 按照现在的速度 再有七天便可到达应龙不落 到时她要是发现幼崽过得不好 直接带幼崽跑路 估计凤凌就算猜到她回应龙不落了 应该也追不上 既然是回到应龙不落 自然不能以夜离的身份回去 她拔下头顶上的凤凰羽毛 换上应龙的龙酒 重新用回了龙梨的身份 等夜离重新见到应龙不落的风景时 已是第七天的早上 正由于要不要敲门 一只小白狐快速 从旁边的小洞窜了出来 随后直接扑到了夜离环境 这貌似就是我的仔 在夜离还抱着小白狐观察之际 熟悉而又焦急的音色传闻 念念别跑 快回来 随着房门打开 夜离和龙应四目相对 他们在彼此的神色中 都看到一模诧异 你 你怎么来了 可恩 你家小幼崽很乖 诺 还你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 夜离怀中的小白狐 被重新塞回龙应怀中 龙应呆滞的看着 怀中的狐狸仔子心下诧异 还是第一次有人 夸他家的小白狐观 念念平时就算是陌生人 轻轻碰一下也得炸脑 今天是怎么回事 你进来吧 找我什么事 夜离在脑海中疯狂思索理由 是因为 之后我想在应龙部落发展 不知您之前说的话 还做不做数 念念看到自家的爹放夜离进来 又要往夜离怀里钻 这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你来抱念念吧 我看他挺喜欢你的 念念回到夜离怀里时 一反常态的安静陶醉 龙应微醋着眉头 心底升起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想 正好我多做了早饭 要不一起来吃点吧 龙应指了指桌上的小菜盒中 夜离也没有拒绝 点点头跟着一起走了进去 龙应洞服里面的陈设 并没有变化太多 在原本的基础上 兴添了很多的幼儿用品 夜离来到板凳上坐下 四处张望房内的新陈设 看来 你平时对幼崽们不错 他的嘴角不自觉荡漾出 一抹明媚的微笑 龙应不由地看得出神 虽然说性别和种族都变了 但这一平一笑 却神似他思念的人 夜离看着龙应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怎么了吗 龙应收回思绪 后知后觉回答起夜离上一个问题 还行吧 孩子没有母爱 只能由父亲赌上了 夜离心下一阵酸涩 抬起手更加恋爱地 揉了揉小白胡的毛发 龙应却忽然开口 你是小离 对吧 夜离浑身一将含糊说道 我叫龙离 你也可以管我叫小离 念念的体质特殊 只会和血缘关系相近的人亲近 而且其实 真正的龙离在前段时间 来过一次映龙部落 你虽然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举止与神态却有所不同 边说 龙应应沉着脸朝夜离伸来了 夜离怎么也没想到 到达映龙部落的第一天 自己就露现了 离谱 好离谱 在睁眼时 眼前的光芒很暗 夜离试探性地从床上站起 没走两步 直接跌在了地上 他惊恶地发现 自己脚腕处有一条脚铐 铁链用能够一只异能的原石制成 致使他现在毫无逃脱的可能 余光中注意到身后的一条血白虎尾 他震惊地伸手摸向头顶 一下子摸到了一对毛茸茸的虎尔 他怎么变回来 一阵脚步声有远及近响起 龙应背光而来 面上一片阴影 察觉到夜离醒门后 龙应轻笑一声 随后开始脱去身上的衣服 夜离心里咯噔一下 不禁向后退去 那个 硬哥 你先冷静一下 这么害怕干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龙应的声音玩味中带着几分欲怒 夜离下意识将头偏斩过去 现在这么害怕 早干什么去了 你不觉得你该跟我解释点什么吗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自从你逃走后便开始建造 没想到这么快就用声 气氛突然宁静 好似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当看到夜离胸前的那一道 红棕色凤凰图腾时 龙应的面色阴沉得可怕 伴侣应急 龙应直接气笑了 眼角也不禁露出一抹委屈的湿润 龙应黑化度加一百加一百加一百 你愿意和别人递结伴侣契约 都不愿和我结 是谁 那只小凤凰 他那么弱 我到底哪里不如他 龙应双眸赤红 一拳狠狠地砸在地上 鲜血染红地面 费剑起的碎石划过夜离的手臂 流出一丝鲜血 龙应抬起那只流血的手 曹夜离深来 夜离心下盈盈有一种猜想 他都和别人结起了 这人不愧还要和他结吧 应龙一族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吗 龙应阴郁的声音在夜离的耳畔乍响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我毁掉他的伴侣契约 强迫你和我结 第二我毁掉他的伴侣契约 你主动和我结 这左右都是叫他毁了和凤灵的伴侣契约 不能毁 他之前和凤灵递结的是双向契约 之后又吃了凤尊给的药 契约毁了估计他也活不成 龙应的谋色不由的又按了几分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护着他 没有 我和他签订了双向契约 所以你居然想对他一辈子都负责 龙应的眼里划过欺然 他都没那个待遇 为什么他都可以和你结起 我就不可以 夜离浑身色缩了一下 如果你还愿意和我结 我也愿意 行 现在就咬我 龙应没有犹豫丝毫 直接被对着夜离露出驳梗 夜离浑身一愣 你确定吗 硬龙部落都是一夫一妻制 他完全没想到龙应会同意 如果他和龙应结起 那龙应岂不是 再也不能和别的慈性解了 废话少说 龙应的语气虽然凶狠 但心里其实非常的委屈 那我可真咬了 你可别后悔 不知过去多少天 夜离已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 只记得龙应到门边 给他取了几次食物 族长 族长 凤凰部落凤铃求见 他说现在必须要见你 要不然他就要恭敬你 远处的铁门被框框敲响 龙应怒了 他邪腻了夜离一眼 看来你第二位受妇来找你了 不过我绝不会你交出去 说完他没等夜离回话 烦躁地将衣服穿好 或不走了出去 看着他走出铁门 夜离全身才得到一时间的放松 回想着这几天的经历 夜离只敢一阵恶寒 龙应已离开宋主白米 请问是否需要使用空间转移技能逃脱困境 使用一次消耗积分一切 但此技能只能让宋主离开这个房间 之后的路还需要宋主自己走 送灵来应龙部落 难免会和龙应起冲突 夜离有些不放心 于是下决定使用系统提供的技能 眼前一阵白光闪过 夜离重新回到了龙应的洞府内 此时的洞府并没有人 只摆放着一颗金色的蛋 庆祝可以和幼崽们签订传送契约 想要见到宰崽们便可以通过契约 将幼崽们传送到空间中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契约查看幼崽们的生活情况 和他们隔空对话 一只幼崽消耗一万积分 夜离心下一喜 当即决定和龙应的洞府内走出 发现外面居然空空荡荡 远处响亮的雷鸣声让夜离浑身一震 一只火红的凤凰与一条金色的巨龙 正在天空中打的部分上下 凤铃和龙应打起来了 看到凤铃不是被压着打 夜离稍稍放心了点 虽然此时是逃跑的最好时机 但是夜离想要找到念念 想和他签订完传送契约后再离开 龙应的马甲不知道让龙应弄哪里去了 夜离从空间内翻找出一根红色羽毛 一位美艳的凤凰雌性出现在原地 夜离悄无声息地来到应龙广场 他躲在一棵大树后张望 此时的念念正站在广场角落里 一副给龙应加油打气的母娘 夜离小声地喊了念念几句 念念在注意到夜离是眸光一闪 欢喜地跑过来 和念念签订完传送契约后 夜离也算是放心下了 他将念念放回地上 向前推了推 示意她回去 但念念却一直往夜离身上贴 就在此时 一道响亮的声音穿透云霄 你是什么人 快放下念念 原本激烈的气氛突然安静 天空上方的一凤一龙也停止了打斗 视线七夕望向夜离所在的方向 夜离心中一惊 召唤出小九幽转身就跑 小九幽速度快得异常 但并没有甩开身后颈椎不舍的 一龙一凤多远距离 意外的是 不知何时念念也跳上了小九幽的身上 小祖宗 你什么时候跳上来的 夜离将念念抱在怀中 快点停下来 别逼我们动手 一声愤怒的龙吟过后 又来了一声刺耳的凤凌 两人刚刚还在打架 现在的想法却出奇的一致 竖到雷霆从天空中霹雳而下 完美地擦过小九幽的身体 夜离能看出这雷霆里面蕴含的能量不大 似乎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 把他们逼停 你这么温柔 他们能停吗 看我的 凤凌急速地扇动翅膀 很快一个小旋风在翅膀之间凝聚 随后风转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向着夜离心 小九幽被强悍的风转影响 一阵天旋地转后 他头晕眼花 直接从天空中坠落而下 龙印洞府内 龙印 夜离 凤凌分别坐在方舟的一个角落 对世间仿佛有敌对的电流经过 气氛十分严肃安静 夜离喝了一口茶水也是尴尬 我们要不然说点什么 龙印清了清嗓子率先开口 我是应龙部落组长 小离是组长夫人 她在我们部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我是不可能将她让给你的 对于龙印的强势凤凌嗤之以鼻 我是凤凰部落三皇子 也是未来的凤尊 李姐姐更是我凤凰部落未来的皇后 我也不可能把她让给你 这一局平局 龙印继续发动攻击 你也看到了 念念和那边的龙蛋想想 都是我和小离的孩子 他们可不能没有娘 凤凌不懈地切了一声 挥手招呼安慰进来 随后两颗圆滚滚的凤凰蛋被抱了进来 真巧 李姐姐也和我生了两个蛋 他们也不能没有娘亲 夜离心中一喜 凤凌竟然把两个蛋都带来了 这正好方便她和蛋仔们签订传送契约 龙印不甘示弱 小离是和我先生的孩子 所以我是她的第一寿夫 你只能靠边站 凤凌反唇相机 李姐姐是和我第一个节气的 按理说我才是她的第一寿夫 你才是要靠边站 龙印和凤凌对视一眼 眼里皆跳动着战斧 我们打一架 谁赢了谁就是第一寿夫 谁打赢了 谁就先带李姐姐走 一人六个月 两人一拍即合 走出洞府准备重新打架 宿主 齐鱼那边出了点变故 现在出发前往齐鱼部落 可以更好地刷上她的好感度 拐卖的雪狐公主 刚带着宰子回到湖族 却又急着要和齐鱼族 最废柴的二皇子订婚 狐王和清歌还来不及高兴 又马上开始忧心忡忡 就在刚刚 叶黎骑着九幽岩 却逃离应龙部落 她根据系统定位降落在一处湖边 新的攻略对象 齐鱼就在那附近 接下来的行踪 需要她自行寻找 叶黎原本是不想带着念念的 谁知念念怎么说都不肯走 只好带着她一起执行任务 叶黎和念念签订了传送契约 也不怕找不到她 念念 你帮我找找这边 有没有像麒麟一样的动物 有的话回来告诉我好吗 念念似懂非懂地眨拔了两下眼睛 随后一头扎入了矮树丛中 叶黎则沿着湖边寻找 很快在不远处发现了一道背影 青色长发如瀑布般垂落 身材十分完美 一 她是齐鱼吗 不是 她是齐鱼的东西 那齐鱼在哪 一位美男从指尖溜走 叶黎倍感遗憾 在她洗澡时问她 好像不太好吧 如此想着叶黎在原地徘徊了两圈 你是干什么的 一位超凡脱俗的轻衣男子 降落在叶黎面前 你知道齐鱼在哪吗 你认识她 齐鱼皱了皱眉 算是 叶黎点头 眼前之人不仅好看还很特别 和龙翼与凤铃身上的气质都不一样 她不在这里 你走吧 齐鱼说完后转身就要离开 骗子 系统明明说齐鱼就在这附近 突然间叶黎脑海中的景象一省了过 一只掉在深坑内的小兽掌 在艰难的向上爬 传递这片场景的便是 叶黎刚派出去的念念 她正趴在坑顶 伸出爪爪欲要帮助坑里的小麒麟 叶黎有一种直觉 那只小麒麟便是齐鱼 当即转身向念念所在方向赶去 此刻 深坑里的小麒麟看起来异常可怜 坚持住 叶黎直接跪在坑边 抓住小麒麟的一只爪子拉了上来 随后施展治愈技能 为他血肉模糊的爪爪疗伤 恭喜宿主 成功找到下一位攻略目标 齐鱼攻略难度三颗星 幸好感度50 废物连一个坑都爬不上来 不知何时 齐鱼出现在了叶黎的身后 正一脸嘲讽的看向小可怜齐鱼 所以你早知齐鱼在这个坑里对吗 你就这样放任他不管 或者说齐鱼就是齐鱼丢进坑里的 齐鱼一口一个废物 哪有人这么说弟弟的 多管闲事 齐鱼拎了叶黎一眼 随后望向齐鱼 走不走 不走你就留在这吧 齐鱼这次也是不高兴了 竟直接将头埋在叶黎的怀里 不理齐鱼 那你就留在这吧 齐鱼刚要离开 余光却撇到了叶黎身边的念念 九维雪狐足的子嗣 齐鱼弯下腰就像念念伸出手 你想对我的孩子做什么 叶黎抢先将念念抱回怀中 你的孩子 看你的样子是凤凰部落的 所以你的兽夫是九维雪狐足的 他在九维雪狐足是什么身份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理想知道的太多了 刚刚的事情 已经让叶黎对齐鱼的好感度降到了很低 他站起身抱着齐鱼和念念转身离开 兽是大陆北部 分为五个不同的王国 虽然主要由麒麟部落统治 但九维雪狐足的势力也不弱 正因九维雪狐足对麒麟部落的怜音支持 致使他们一直可以称败北部 听了系统的描述 叶黎心中咯噔 这么说的话 我身上不会有什么狗血的婚约吧 原本是有的 不过在宿主的原生胡略被绑架之后 你身上的婚约就被解除了 然后你姐姐就接替你了 于是胡姆和他第一人兽夫生下来的孩子 胡同儿是你的胡姆和他第二人兽夫生下的孩子 宿主你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亲哥的胡叶 在胡叶出生后 胡姆和他的第二兽夫生下了胡同儿 但这个第二兽夫当时是给胡姆下药后才有的胡同儿 因此胡同儿并不被胡姆带截 和宿主原先定下婚约的人就是刚刚那个奇迹 叶黎此刻却十分庆幸 还好这婚约现在已经取消了 那奇迹和胡同儿现在成功结为伴侣了吗 并没有 但是除了节气 他们该做的都做了 胡同儿从小就仰慕奇迹 为了和奇迹在一起 使用了和他父亲一样的手段 但并没有完成的那么完美 叶黎若有所思 所以奇迹是被扩的 这么说来胡同儿并不简单 看来原生当初被抓到拍卖行的事 免不了也有这个胡同儿的手 叶黎和系统谈话期间 已经走出了很远的距离 一抬头却又见到了那抹青色身影 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呢 你说不出你的寿服是谁 我现在合理怀疑你偷了九尾雪狐族的子嗣 请跟我走一趟 叶黎的手臂被奇迹用力钳制住 随后一只体型修长的青鸾急速飞来 叶黎被强制带上青鸾 看着下方飞掠而过的风景 在被系统告知前往的方向是九尾雪狐族后 他决定不再挣扎 青鸾带着夜里等人飞行了半个时辰 才有要降落的趋势 来者何人 身材健瘦的两名守卫在城门前拦住了他们 奇迹出示自己的令牌后 两名守卫恭敬地行了一礼 原是麒麟部落的贵客 请进 他们刚到宫殿大门口 便听到里面的争吵之声 阿姆 李儿妹妹体弱 这都快一年没找到了 估计 估计 胡同儿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当初要不是你 李儿怎么会偷偷跑出去 奇迹沉默两久 等到里面的声音稍稍安静 他才平静地敲了敲门 胡同儿快速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原来是继儿 不知此次前来是什么事 奇迹还未来得及说话 胡同儿便快速往他身上拂去 继哥你来了 我好想你 奇迹一个闪躲 谋中是淡淡的闲物 胡同儿很快注意到奇迹身边的夜里 眼底浮出一亩敌 这位是 奇迹没有回答胡同儿的话 他上前恭敬地望向胡同 胡同 继儿此次前来是因为这位慈性 我在他的一名子嗣身上 察觉到了九尾雪狐族王室血脉的气息 你说什么 胡王听到奇迹的后半句话 双眸默然放大 与此同时 念念从夜里的怀里钻出来 一双漂亮的眼睛纯真的看向胡王 胡王激动地向夜里走 你的幼崽能让我抱抱吗 夜里见念念并没有反抗 于是点头将念念放入了胡王的怀里 一股白色的气流 从胡王的指尖钻入念体内 呼的一声 念念的身后多出了八条一模一样的尾巴 尾巴尖端闪烁着淡淡银色 那便是九尾雪狐族王室血脉的标志 真的是 这只小幼崽体内的血脉非常纯净 这让胡王想到已经失踪一年的你 这真的是你的子嗣吗 胡王的眼底略带怀疑 眼前的雌性显然不是九尾雪狐族 那么他的寿服必然是九尾雪狐族的王室成员 你难道是叶儿的雌性 夜里被问的一愣 这个福叶应该是他的亲哥 胡王 我的身份我想之后再和你解释 不过念念确实是王室血脉 我可以把念念留在这里 但是我要和他也一起留在这里 夜里举起小麒麟齐玉 胡王也是认识齐玉的 但毕竟他的情况特殊 他将目光投向奇迹 询问意见 奇迹礼貌的点头 这次是没问题的 不过今天是齐玉的特殊日子 留在这恐怕会给您带来麻烦 没关系 不怕 夜里率先开口 当务之急就是把齐玉留在身边刷好感度 如果这次齐玉被齐玉带回去了 下次见面不知道猴年马月 不过特殊的日子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引来麻烦 齐玉过落成员成年后 每月有固定一天的狂躁期 如果没有磁性帮忙缓解 就会整晚发狂拆架 胡王为了能先将念念留下 也不再犹豫 既然放心 我们不嫌麻烦 好 既然如此 齐玉就拜托给你们了 过几天我再来接他 齐玉说完这话 却并没有要离开的架势 对了胡王 此次前来我还有一事相求 他可不是白给雪狐族胡送子刺的 久违雪狐族和齐玉族世代联姻 你也知道我并不喜欢童儿 但我也不奢求能够退婚 我只是希望婚期能往后再推两个月 胡王沉吟片刻 齐玉帮他们找回如此纯正的王族血脉 不答应导险的无情 听到要被推迟婚约的胡童儿顿时慌了 既哥 我不同意 我不想 齐玉扯掉被胡童儿抓着的衣袖 童儿 请你自重 叶黎看着眼前一目不由的咋舌 他说为什么这个齐玉看到念念这么激动呢 原来是有借口推迟婚约了 他这么讨厌胡童儿 又不害怕自己的狂躁期 难不成他也有喜欢的人了 看着奇迹远去的身影 叶黎若有所思 不知这位雌姓怎么称呼 胡王平退其余人等 目光在叶黎身上来回打量 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身份 但希望您能给我保密 你说吧 我一定会保密 胡王的心理隐隐漫上一股激动 其实 我是胡丽儿 叶黎拔下插在自己头顶上的羽毛 露出原本的模样 胡王颤抖着伸手摸向叶黎的脸 真的是你吗 丽儿 胡王抬手擦了擦湿润的眼角 我马上让你哥哥回来 让他不要在外面找 胡母 你先别告诉叶哥我回来的事 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我怀疑有人故意害我 还有我喜欢的是奇遇 所以我也不想重新和奇迹订婚 喜欢我 趴在石桌上的奇遇脑海中一阵轰鸣 这么漂亮的雌姓 喜欢的居然不是他哥哥 而是他 他不会是在做梦吧 但是这样的自己 真的配吗 奇遇好感度加二十 总好感度八十 独占玉加五十 总独占玉五十 独占玉是奇遇第二人格 对宿主产生的想法 如果让他发现 你和别的雄姓关系好 独占玉便会等笔转换成黑画质 宿主需要将奇遇的独占玉 降低到五十以下 才能确保刷满好感度后攻略成功 胡王看了一眼 还维持不住人形的奇遇 疑惑的 你从小不是最喜欢奇遇的吗 以前我喜欢奇遇 是因为年龄小不懂事 现在我才明白了 我喜欢的奇事是奇遇 不过最主要的是 我怀疑我这次被卖 和奇遇也有点关系 冷寒的气势从胡王身上迸发 如果此事与奇遇真的有关 他也不介意从此结束 和奇遇王国的联盟 叶黎一直觉得奇怪 原本奇遇部落 也参与了锦系拍卖行的拍卖 奇遇作为奇遇部落的重要王子 就算自己的样貌有了一些变化 他也不该猜不到吧 最可能的就是奇遇 根本不想来找他这个名义上的未婚妻 也不想和自己结妻 所以默认了他被拍卖的事 胡王轻轻汗手 你说的此事 母王会去暗中调查的 但你和奇遇的事情 还得看他之后的表现 还有奇遇今晚是狂躁期 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偏远别院 你晚上可要离他远一点 别让他上当 胡王又和叶黎寒暄了好久 送了他各种各样的宝物 直到天色建案 才在叶黎的别院门口前 恋恋不舍地离开 叶黎缓缓关上了门 他却并没有进入自己的房间 而是向着奇遇所在的别院走去 现在刚到害时 别院内静悄悄的 并没有系统所描述的惊心动魄 叶黎敲门后发现无人应答 试探性地走了进去 奇遇你在吗 屋内忽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气敏碎裂声 奇遇你怎么了 叶黎猛然打开门 只见一位依山半解的男子 蜷缩在一片破碎的气敏旁 他的手指被刺破 手臂上也都是倒到血痕 这是奇遇的受人形态 在看到叶黎来时 奇遇望着一地破碎的气敏 眼底充斥着歉意 对对不起 没关系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叶黎凑上前小心地检查 看着那鲜血淋漓的伤口 他隐隐觉得心疼 我没事的 奇遇早已习惯了 忽然他眼底红光一闪 他轻轻推了一下叶黎 痛苦地抱着头 沙哑的声音略带催促 叶儿快离开 我怕我控制不住 放松 我能帮你缓解狂躁期 叶黎凑近在地上色缩的奇遇 手中翠绿色光芒随之绽放 肉眼可见斑 奇遇颤抖的幅度随之减弱 但看起来还是很难受 听了依依的话 叶黎大步向着门头走去 然而她的手才触碰到房门 一股巨大的力道 却将她死死钉到了房门之上 转头便对上了 奇遇一双星红的毛子 闪烁着暗光 另外捡到软萌麒麟小兽 当夜却被白天黑麒麟兽人 踪在门上 女人 白天你说喜欢我 我听到了 所以你是我的了 要是反悔 我可是会非常生气的 可你也知道我有受敷 而且孩子都快一岁了 叶黎捏着领口 想要阻止奇遇的动作 奇遇嘴角荡开一抹坏笑 我知道 不过没关系 弄死她 我就是你的唯一了 她将叶黎紧紧抱在怀中 李儿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你 你知道我听到你说 你也喜欢我的时候 我是多么高兴吗 我恨不得当场救 呵呵 李儿 和我节气 好不好 叶黎坚定的摇头 暂时还不行 我需要你从现在开始 积极配合我的治疗 等你白天也能一直维持 受人形态 到时候再节气 对我们双方都好 奇遇眼底的失落意识而过 却还是配合地点了点头 也行 但今晚我要抱着你睡 叶黎下意识地咽口水 悄悄将一颗迷药捏爆 等奇遇吸入迷药后变得安静 叶黎慢慢将它拖到了床上 奇遇这个月的狂躁气算是挺过去的 刚刚那颗药足够让它睡到天明 叶黎打了个哈欠 躺在奇遇的身边 也缓缓地陷入了睡眠 毛茸茸的触感让叶黎从沉睡中醒来 微微睁眼 便发现小麒麟正蹭着自己 莉儿 快醒醒 狐王要是发现 你在我这过夜会生气的 叶黎猛然从床上坐起 插上凤凰羽毛 就向着自己的寝便跑去 却迎面撞上了一名俊美的血乌雄星 大舅子 小麒欲脱口而出 又连忙被叶黎捂住了嘴巴 狐叶自然也是注意到了他们 冲着两人点了一下头 便匆匆离开 狐叶早在四个月前 便查到了自家妹妹被卖到应龙部落 可他带着大量售票来到应龙部落市 应龙组长却告诉他 妹妹已经离开了 早前他本想带走 跟在龙蝇身边的白狐幼崽 不出意外那只幼崽 就是自家妹妹和这条坏龙生的 可当他提出要将念念带走后 那个龙蝇居然直接把他丢了出来 好歹自己也是他的大舅子好吧 可恶 狐叶的这位寿夫 别想轻易获得他的认可 狐叶是昨天回到九尾雪狐王国的 本来晚上已召集好人马 准备重新前往应龙部落 结果今天早上他阿娘竟派人 告诉他不用找啊 他得去问问什么事 比找妹妹还重要 听到身后关门的声音 狐叶立刻顿住脚步 回眸望去 刚才他路过的不就是妹妹的院子 那个奉辞是怎么进去的 一定是小偷 他一脚踹开门 目露凶光地看向院内的叶黎和奇遇 麒麟王国竟然派人来 我妹妹院里偷东西 你们是穷的借不开锅了吗 背后传来的怒斥 让叶黎动作一顿 什么情况 吵吵闹闹 狐王从远处就听到了 此处的争吵之声 走进院子就看到狐叶 抓着叶黎不肯松手 叶快点松开 阿娘 他随意进出链儿的房间 我怀疑他是来偷东西的 狐王扶额 叶儿 其实他 其实他就是链儿 狐叶惊骇地看向叶黎 将他仔仔细细从上打量倒下 阿娘 你认错了吧 他和妹妹可一点都不像了 狐叶忽然又赶到脚腕处 传来一阵拉拽的 低头看去 一只白狐幼崽正咬住他的裤腿 念念 你怎么在这 直到此刻 狐叶的眼底仍然都是不可思议 所以你真是脸 再次回眸时 叶黎一把下凤凰羽毛 恢复了狐狸儿的身体 王兄 坐下聊吧 狐叶一把将叶黎抱在怀中 呜 走 脸 哥现在就带你去好好潇洒潇洒 这一年哥可是攒了不少兽病 叶黎动作顿了顿 哥 我怀疑有人害我 所以我暂时不能以狐狸儿的身份 在外面瞎逛 你也别透露我回来的消息 我得先暗中调查 当初被流浪商人抓走的引擎 放心 有王兄在 一定会把这事查得水落石出 叶黎欣慰的点头 转而提及了另一件事 对了 母王 王兄 我想治好奇遇的病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众人的目光一起汇聚到奇遇身上 纷纷面色复杂 狐王面露难色 奇遇这病可不好治 我听奇遇王说过 想治好奇遇维持不了人形的情况 需要冰山雪莲 以及巴结妖兽内丹做药物 才有百分之十的希望治好 不过奇遇王实验过不止一次 但每次奇遇的病不仅没好 还越来越严重 以至后来他们不再敢尝试了 百分之十 越来越严重 算了还是问系统吧 首先要去百年以上的冰山雪莲 精细的巴结妖兽内丹 以及巴结左右的深海浇人类 将这些材料研磨成丹药 再配合宿主一个月的精神治疗 可以将奇遇治好至少八成 武王 王兄 我有概率更高的方法 但需要你们的帮助 听了夜里所言 胡王缓缓说道 百年雪莲和巴结精细妖兽内丹是没有问题 就是这巴结左右的深海浇人类实在难整 先不说浇人难抓 就算抓到了 又怎么让他心甘情愿交出浇人类呢 没关系 浇人类就交给我 我有一个浇人朋友 他可以给我浇人类 他要去找渔州 把浇人渔珠还给他 看能不能换取一些浇人类 夜里朝着胡王和念念嘱咐了几句后 带着奇遇 踏上了寻找渔州的征程 半路上 系统突然惊喜到 宿主 检测到前方有好东西 您可以停下来看看 峡谷之上黑压压的一片 那里围绕着数百长相各异的兽人 他们一个个平住呼吸 趴在巨石上似在埋伏 夜里指挥小九幽 缓缓降落到不远处的岩石上 拿起三张万元兽票 戳了戳埋伏着的白虎兽人 你们在干什么呢 这悬崖下有一只修为九阶的爬山虎 它身边守着各种草药 去探测 那里有许多圣街草 化形草之类的天才地宝 只要我们能打败爬山虎 芥石不仅可以瓜分了它的身体 还有那些稀释真草 圣街草 化形草 几句话便让夜里提起兴趣 如果有幸得到一株化形草并未给小九幽 不知道小九幽能不能因此化形呢 一听说化形 小九幽狭长的子眸木然争大 点头如挡算 想想想 它真是太想了 接下来的三天 小九幽比夜里还要积极地隐藏在峭壁间 等到那爬山虎被众人引走 它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在这夜里找到化形草 出来了 九阶爬山虎来了 大家准备 无数兽人从悬崖上站起 操纵着它们的异能 将爬山虎团团围住 战况一时间格外猛烈 在众人激战之时 小九幽在这夜里绕过众人 向着山崖下的洞内飞去 如倒碎一般的灵草鞋长在峭壁之上 这便是化形草 而另一边紫粉色的花朵 便是化形草的半生草 两种草药一起扶下便可使化形后的妖兽不损失任何修为 那块区域 一共有三朵化形草以及三朵生结草 夜里分别摘下两朵后 放到种植空间内种植 如果能将这两种灵草培育成功 将来一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采摘完后 夜里拍了拍小九幽 示意它可以离开此处 它们已经在这花费不少时间 现在要快点去寻找渔州 七天后 夜里根据系统的指引来到渔州所在地 不过他此刻的状态并不太好 顺着山谷向内走去 在一片小水坡中 夜里一眼便望见了正在处理伤口的渔州 再注意到夜里的那刻 渔州某底瞬间浮现出一抹杀气 只一眼 夜里便感到全身汗毛都竖了起 渔州向着夜里张开嘴 可夜里却听不懂他的语言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可糟了 我能用娇人渔珠和你交换你的娇人类吗 夜里边说 鞭笔弄得肢体语言 渔州挑眉 右手一挥 一道水珠窜天而起 将夜里从上淋到下 夜里抬手将额前湿润的碎发鱼起 顺手扯掉了被水打湿的凤凰羽毛 有些无语 所以 这是 没懂 对于夜里身上的变化 渔州不由得一正 反应过来后 他收起杀气向着夜里慢慢游了管 渔州直勾勾和夜里对视 嘴角勾起一抹浅笑 抬手帮夜里捋了捋被打湿的发底 眼底划过一母歉 他是在跟自己道歉吗 不知道 听不懂 一一 兑换高级语言包 不好意思宿主 高级语言包很久以前就卖光了 现在还没捕活 夜里沉默了 算了 还是先将那颗从凤凰部落拿回来的 娇人珠还给渔州吧 随着夜里将渔州的娇人珠递出 渔州的表情逐渐从震惊到错愕又到狂喜 他抬手触摸里面丢失数日的珠子 眼神既不解又感动 他收起珠子 一把将夜里揽在怀里 口中不停说着夜里听不懂的话 夜里听不懂半个字 只能配合的在一边点头 几句话下来 渔州心情大喜 好感度直接涨到八十 宿主 你知道渔州都说什么了吗 你就点头 我点头只是表示我听到了 总不能渔州说的那么热闹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吧 在两人打了好半天的手语后 渔州终于将一颗娇人泪交给了他 最后 夜里将渔州全身的伤之好后 便要起身离开 谁知渔州一直拉着他的手臂不松手 口中一直重复着 这个词 夜里试探性地重复了一句后 渔州直接乐开了花 有这么高兴吗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渔州深情地说完最后一句话后 将一块漂亮的鱼鳞塞入到夜里手中 随后冲着他摆了白手 一头扎入了湖泊深处 他这是离开了 夜里在原地等了五分钟 随后转身离开 既然已经拿到娇人泪了 那么便没必要再留在这里 他现在主要目的是攻略其遇 渔州是之后的事情 不过才来一趟 渔州的好感度就增加到八十 这趟可真是转啊 就在夜里离开后没多久 渔州抱着一堆珍珠宝石 从湖泊内游了出来 眼神从喜悦变成迷茫 最后又变成差异 在确认了夜里已经离开的事实后 他的阴郁之气越发浓重 听着脑中渔州不断增加的黑化值 正坐在小九幽上飞行的夜里满冷袋问候 这叫人的黑化值怎么增长得莫名其妙的 十天后 夜里回到九尾雪狐王国 此时狐王也以为他找到了精细的妖兽内丹 夜里看着三种准备完毕的药材神色激动 今晚他就能给奇遇炼制丹药了 他将这三种材料研磨成粉 揉成七个药丸 每隔三天给奇遇喂一颗 二十一天后 奇遇便可自由控制兽人形态 奇遇 吃药 夜里捏着一颗药丸就要往奇遇的嘴里塞 看着奇遇吃下 夜里将剩余的六颗丹药依次放入空间内 行了 今晚你也别回去了 跟我一起睡吧 夜里还需为他施展精神治疗辅助 奇遇的恢复才能事半功倍 夜半 夜里施展完治愈技能后睡得正香 奇遇忽然全身燥热 他从钻出来睡到了被子上面 依旧觉得浑身燥热难耐 视线逐渐变得迷糊 身上的皮肉有着难挨的拉扯 他这是要死了吗 忽然 体内一股热气直冲他的天灵带 呼的一声 奇遇垂眸望去 惊讶地看到了自己熟悉而陌生和身体 他能变回兽人模样 奇遇压制心底的躁动 起身躺到了夜里的身后 此处省略八百字 次日一早 夜里后知后觉地醒来 第一件事便是查看自己的种植空间 昨晚回来时 他便将化形草和生结草丢给了小九幽 一扶下这两种草药 小九幽就陷入沉睡 根本无法预测何时能够醒来 夜里拉着奇遇一同进入种植空间 奇遇负责给草药们浇水 夜里负责催生 在他们的辛勤劳作下 夜里又获得了第二株生结草 阿玉 这可是好东西 你快扶下试试 奇遇现在在七阶左右 说不定多服用几颗修维便可以突破到八阶 很难想象 奇遇是怎么用这样一副身体将修维提到七阶的 兽型的修炼可比正常形态难得不止一点 奇遇张嘴就将生结草整个吞到腹中 很快就觉得全身发热 体内异能值也在渐渐上升 这几天虽然帮助奇遇取得了很大进步 夜里却看着越发减少的积分默默发展 如果下次遇到特殊情况 积分就要不够用了 而且他的两个马甲已经暴露 之后还需要花费积分和系统 再兑换一个新版 他点开系统商城的屏幕 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任务 双主可以前往五个王国中部的猎兽城 积取任务 完成任务后既可以增长积分 还可以额外获取一些兽病 以及稀有珠宝 夜里顿时来了兴致 阿宇有没有兴趣和我去一趟猎兽城 奇遇晃了晃脑袋 只要是里尔想去的地方 他自然也愿意去 然而此刻刚服下化形草的小九幽 还在空间内沉睡 看来他们这次只能走路路 还真期待呢 小九幽化形成功后的样子 猎兽是大佬们捧在手心的稀有圣词 新的攻略目标却是一棵千年古树 为了获得巨额积分 夜里根据系统指引来到猎兽城之中 他指了指最高处的牌子 选择了探索神秘洞穴的任务 刚准备出发 却突然被一道声音打断 这位雌姓 这个任务十分凶险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组队一起行动 我们会给你一些补偿 来者是一对双生白狼兽人 两人虽然外貌相同 细致却大相径庭 在和系统确认组队不会影响赚积分后 夜里汗手 我愿意 但你们要同意一起带上他 夜里摸了摸齐羽毛茸茸的脑袋 好 我叫狼翼 这是我的弟弟狼怀 为表谢益 此次任务的奖励 你溜我们四 他们接下这个任务不是为了报仇 更在意洞穴里面的东西 既然这任务被夜里抢先选了 他们只能寻求组队 狼翼 狼怀 这不是白狼王国王子的名字吗 合作愉快 现在天色已晚 我们现在此处休息一晚 明天天亮再出发吧 傍晚 夜里给齐玉喂下第三颗丹药后 便抱着他躺在了床上 五天的周车劳顿 夜里很快就陷入了睡眠 齐玉低声唤了几声夜里 见他没有什么反应后 转身变回了兽人形态 今天又到他的造力期了 但他现在还没有达到 李尔寿夫的标准 只能忘没止渴了 四日一早 夜里醒来就发现自己的嘴唇肿了 难道是被蚊子叮了 这种天气还有蚊子吗 夜里无奈给自己的嘴唇 薄涂了一层消肿药 随后带着齐玉走出了客栈的大门 狼翼和狼怀已经在约定地点等候多时 走 我们出发 零儿 这个给你 狼翼倒出一颗丹药放入夜里手中 我之前做过调查 我们将探查的山洞 每隔会释放出一股 会使人失去神志的意向 这丹药可以屏蔽香气所带来的影响 狼翼率先踏入洞穴内一步 刚刚给你们担要的效果只能维持一个时辰 这段时间内我们得快点探查 等等 哥 有东西来了 耳边传来细数的声响 狼怀连忙抓住狼翼的手臂 众人刚刚隐秘到一棵高大的树上 一头三米高的蛮牛从草丛中钻出 其后还跟着树十只野兽 冲入了漆黑的洞穴内部 片刻后 藤蔓卷着骸骨 一副副骸骨从洞穴内抛了出去 看来这洞穴里藏着什么吃人的植物 叶犁的汗毛不自觉倒数 直到洞穴内没了动静 狼翼率先跳下大树走到洞口 我先进 如果我没什么事情 你们再进 一起进吧 这样活的概率比较大 叶犁拉住他摇了摇头 反正他拥有种植空间 一遇到什么不对往里面躲就蛇 狼怀谋色一顿 在他的认知里 雌性都是娇弱胆小 眼前的雌性却给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我的木系能有治愈技能 如果你们受伤我也好给你们治疗 叶犁不理解的是 狼翼和狼怀贵为白狼王国王子 他们想要什么拿不到 非要来这冒险 里面到底有什么他们不得不拿的东西 多谢 两人不再拒绝 事成之后 我们会亲自到麒麟王国以表感谢 快走吧 剩余时间不多了 叶犁率先向洞穴内迈了一步 他刚刚走进去 一条藤蔓便飞越而来 小心 狼怀力声喊出 随后操纵着树道冰刃向藤蔓劈去 春水炼焰剑在夜里手中丝滑地转了一圈 那些藤蔓便被禁术斩断 没想到这小慈性居然如此厉厉 两位白狼兽人眼底的轻视逐渐转为崇敬 众人相互配合 很快便走到了洞穴深处 银色的亮光从上方的洞口照射下来 一颗长得淘心形果实的大树出立于中间 哥 你看 真的有 一向冷静的狼怀忽然激动起来 他伸手指向果实的方向 夜里不知道那果子是什么 更吸引他的是满地的内丹 好多好多内丹 阿玉 快去捡 齐玉如果能将这些内丹消化 说不定一个月就能全部治好身上的病 身后忽然传来猛烈的撞击声 狼翼不知被什么东西攻击 嘴角圆圆不断地流下鲜血 又是砰的一声 狼怀也被重重打飞 此时那棵古树的颜色已经从起初的银灰色 变成了暗飞色 你们对这棵树做了什么 夜里一脸诧异 在注意到狼怀手中的淘心形果实时 心中疑惑得到了解答 所以那棵树是因为狼怀摘了自己的果实生气了 快走 这树妖居然有九阶的实力 狼翼大喊一声 九阶树妖生气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夜里抱起还在不停吞服金色内丹的小麒麟向洞口跑去 然而此刻的洞口已被藤蔓紧紧封闭 黑绿色的藤蔓向着众人袭来 来势汹汹 把我的果实还给我 听到了吗 他让你们把果实还给他 狼翼长长地叹了口气 小怀 还他吧 不然我们今天都得死在这 狼怀神色犹豫 可是 阿姐的病只有这颗果实能治好 既然眼前的树妖可以说话 你们为什么不和他谈谈条件呢 毕竟这树妖身上还有很多果实 夜里的话提醒了狼翼 他大声喊道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颗果实 请问您怎样才能将果实赠予我们 藤蔓的攻击停滞了一瞬 似是树妖在思考 我想离开这 这里太小了 阳光营养都不够 只要你们能带我离开 我就将果实赠予你们 他们长藤银树一族 需要吸收很多营养才能长大 他想赶紧离开这个平级的鬼地方 才能升到十阶 化形为人 自由行动 狼翼冲着树点了点头 可以 没问题 我们现在就想办法带你离开这里 看着眼前十米高的树精 带他完整的离开还真是一件难题 夜里也有些为难 你能不能变小 或者是方便携带一点 下一瞬 粗壮的藤蔓从地面抽出 近十米高的大树骤然缩醒 最后变成了一棵树苗 你们好 夜里有被惊讶到 一直以为自己要攻略的男主都是兽人 没想到竟然还有一棵树精 虽然我可以缩小 但我的本体还是穿不过洞口 所以你们得想想办法 将我藏在什么地方后带走 这是让狼翼两人苦恼起来 他们虽然有空间宝石 但都不可以装在活物 尤其还是一棵需要土壤和水源的树 拥有种植空间的夜里却胸有成竹 古地 如果我们带你离开 地上的这些内单可不可以送给我们 拿走拿走 你全都拿走 这些都是被他杀死的野兽留下的 留着没什么用 丢了还觉得可惜 送人正好 都能拿走 夜里眼前一亮 那他可就不客气了 夜里又回眸望向两位等待的白狼兽人 那个 你们要吗 不用了 你都收走吧 惊喜内单 我们拿着也没用 夜里将所有内单收起来 后冲着古地挥了挥手 古地 我有一个可以储存活物的空间 有办法带你离开此处 你过来 夜里牵住小树苗的一根枝条 瞬间消失在原地 种植空间内 古地看着一望无际的肥沃土地和灵犬 心情郭涛汹涌 为什么不早让他在这里生根发芽 要不然以他的天赋 绝不需要千年才将修为体质九尖 这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于是 夜里便见到一颗小树苗 在草原上翻滚 跳跃 看起来特别开心 古地 你的果子具体有什么作用 我的果子可以治疗一切肉体上的伤 只要没断气 服用果子后便可以治好 他非常希望能驻留在此处 他抖了抖树干 将上面的十几个果子都抖了下来 给你给你 都给你 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接果子是分分钟的事 不过等等 这小狐狸还没和他说一段时间是多久 万一是一天起步血亏 不等夜里将果子接过来 又被古地重新抢了回去 给你可以 但你得答应我 让我在你这个空间内一直住下去 直到我想走为止 夜里果断摇了摇头 一个果子住半个月 你这些果子顶多只住六个月 古地欣然点头 行 成交 他只要留在这里 六个月后 一定还能再接出十几个果子交房租 搬置完古地 夜里又拿出两颗果子 递给外面的狼翼和狼怀 这两颗你们一并带回去吧 一颗果子未必能治好你们王姐的病 古地说三颗果子治病效果最佳 多谢 狼翼和狼怀同时双手抱拳 不知道此事我们该如何报答 夜里想起母王说过 北部五国近期有要开战的趋势 于是他思索片刻缓缓的 近期王国之间关系动荡 如果可以 未来请不要和九尾雪狐王国开战 好 我们一定会尽力劝说父王的 两人郑重表达感谢后 开口询问夜里接下来的去处 他们可以叫大鹏一路送回 夜里刚乘坐大鹏回到九尾雪狐步路 便看到了一位熟悉的青涩身影 奇迹 他怎么又来了 奇迹望向小麒麟 语气淡漠 奇遇 你已在九尾雪狐王国待了一个多月了 是时候该回奇林王国了 奇遇眼底皆是不愿 将头埋在夜里的怀里 我不走 我不走 奇迹无奈 其实我也可以和你们一起回去 就是不知道奇迹王子欢不欢迎 奇遇文言猛然抬头 惊喜不已 不需要他欢迎 我欢迎就行 奇迹邪逆了奇遇眼 凤里小姐说的是什么话 我当然欢迎您来做客 雷儿 这是我的请殿 你就住我旁边那栋 当然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住在一个请殿也是可以的 今晚奇遇便要服下最后一颗丹药 服用丹药后的他便可自由切换受人形态 这些天来他服用的精细内丹不下百科 修为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不久之后便可以突破八戒 不过他还不想暴露自己病要好了的事实 叶离从空间内将最后一颗丹药喂给奇遇 行 天色不早 我也回去休息 今晚我们再一起睡一次吧 明天就不方便了 奇遇拉着叶离怎么都不敢松手 可怜巴巴的眨眼睛 叶离架不住他的软膜硬泡 行 最后一次 奇遇自然而然的钻到叶离怀里 小脸通红的深吸了一口气 雷儿 时间很晚吗 我们快睡觉吧 叶离缓缓闭上眼睛 他其实不是很困 只是想先闭目养神 奇遇抬起爪爪轻开了一下叶离 发现他没有反应后 逐渐大胆起来 黑暗中 奇遇悄然幻化成了人形 脸 我们今天就节气 过了今晚 你就是我的吧 三天后 叶离趴在床上浑身酸痛 奇遇去开会了 当然他是幻化成小麒麟形态去开的会 他要偷偷内卷 然后惊艳所有人 叶离正闭目养神之际 脑中一个片段一闪而过 龙印正抱着念念 询问念念想不想他 可是念念现在明明在九尾雪狐王国呀 仔细一看 不只是他 凤灵也在旁边 他们两个竟然一起找来了 怎么这么快 来了来了 三粗修罗场来了 在叶离得知自己的前两任 授服已经抵达雪狐王国时 他是彻底慌了 然而他现在却还不能开溜 他还没完成攻略奇遇的全系列任务 叶离不由地紧张起来 如果让龙印和凤灵碰到 现在只有七阶的奇遇 岂不是只有挨打的份 不行 他得让奇遇抓紧时间突破到八阶 此时刚参加完会议的奇遇进入房间 嘴角露出一抹勉强的笑 发生什么事情了 阿玉 奇遇长叹一声 族内决定要对奇遇四个王国进行和谈 让他们沉浮于麒麟部落 一旦谈不拢便会开战 而和谈大概率会失败 一旦开战受苦的只会是百姓 叶离思索起来 当下的局面 似乎只有奇遇成为国王才能改叶 对了 阿玉 我也有事要跟你说 这些精细内单都给你 希望你赶紧将修为提升到八阶 为何这么着急 虽然奇遇有些疑惑 但还是非常配合地将内单吞了下去 他知道只有快点突破修为 才能更好的保护力 也更有希望竞争国王之位 阿玉 你对你小时候被绑架的事还有多少印象 奇遇摇了摇头 怎么了 莉儿 你很想知道吗 其实他知道一些被绑架的原因 但是他不想告诉叶玉 我很想知道 这对我很重要 阿玉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很重要 奇遇忽然勾存 你要是给我生个幼崽 我就把真相告诉你 叶玉垂眸 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中 奇遇对他的好感度增加到九五后 就再也没有增长过了 难不成他和凤凌一样 必须生下一个子 好感度才会加满 行 说话算话 奇遇立刻向着叶玉走来 一把还住了他的腰 晨起 奇遇看着身边睡着的人心情愉悦 八颗星星在肌肤之上若隐若现 这是他修为突破八阶的标志 忽然房门被咚咚敲响 奇遇不解 按理来说今天应该没人会找他 他化身为小麒麟来到大门边 谁啊 你好 我们找一下奇遇 看着眼前两道俊美的身影 奇遇的心底升起敌意 你们找我干嘛 这俩人怎么这么像叶玉 跟他描述的前两位受负 不知道你见没见过画面上的这三位 奇遇瞟了一眼 不出意外画像上的人都是叶玉 没见过 再见 话落 奇遇要将大门关闭 等等 这是什么 荣应伸手拎起小麒麟 向着他肚皮上看去 那里有着一个繁琐的图案 这怎么和他们身上的伴侣应急那么像 片刻后 叶玉迷迷糊糊的醒来 奇遇去哪里了 还没等他疑惑完 门外便传来一阵打斗声 难不成是龙印凤灵他们找来了 二打一 这可不公平 他连忙从门内跳出来 别打了别打 有什么事情我们进去好好说 一会把事情闹大 这么大声 把麒麟王国别的兽人引过来可不好 请殿内 气氛格外尴尬 叶玉清了清嗓子看向奇遇 这两位分别是龙印和凤灵 是我先后收的两位兽妇 随后又转向满眼凶光的二位 这位是奇遇 我新收的兽妇 此时奇遇的独占欲已经高达80% 逐渐向着黑画质转变 他眼底的乖巧也随之消失 变得越发阴郁偏执 死吧 死吧 都给我去死 叶玉听着脑海中不断转换的黑画质头皮发麻 连忙握住奇遇的手 而黑画质也终于在五十五十停了下来 龙印看着叶玉握住奇遇的手 心底越发不痛快 这个举动是不是意味着 叶玉心里更喜欢奇遇 凤灵心底也不高兴 他伸出自己的手向着叶玉点了一下头 叶玉疑惑着将自己另一只手放上凤灵的手背 果然见到凤灵的嘴角挂上了一抹笑意 这可把龙印不高兴换了 猛然间从座位上站起 叶玉只感到腰间一紧 顺势坐到了龙印的腿上 这是闹得哪一出 凤灵和奇遇看到龙印的动作 心下不满 他们也要叶玉坐在他们怀里 凭什么只能龙印自己抱 龙印皱眉 不对啊 他们本是来兴师问罪的 怎么反倒是他们变成罪人了 小丽 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找你找得多苦 我觉得你需要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凤灵文言在旁边配合的点头 叶玉有些为难 他总不能说自己是因为已经做完任务 要抓紧时间攻略下一个任务目标了吧 他组织了一下语言缓缓开口 你们应该理解 兽人的一生不该距离于一处 需要去外面的世界多看看 而且我也想家了 想回九尾雪狐王国看看 我总不能一直不回娘家吧 那小丽你已经回娘家看过了 所以今天和我们回去吧 回去 回哪 回什么回 齐玉的脸色越来越阴暗 我不允许 你们谁都别想带李而走 叶玉上前阻挡即将爆发的战斗 好了 我今天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我姐姐过几天就要结婚了 至少得等到她结婚之后 在完成齐玉这边的任务前 总得先找个借口拖延时间 好啊 我们也不差这几天了 等到李姐姐办完事后 再一起离开也不迟 反正我们是不会先回去的 原本只有叶玉和齐玉两人的二人世界 一下又多了两个和自己抢老婆的人 齐玉心里别提多烦闷了 夜半 小麒麟悄悄从门缝内挤了进来 李儿 我忍不了啊 今晚我必须要和你睡 此时的叶玉刚刚沐浴结束 阿玉 你怎么来了 只一眼便让小麒麟立刻满脸通红 我我我 我今天要和你一起睡 我保证老老实实 绝不动手动脚 可是你和龙印他们不是都说好了 这几天都乖乖在自己的宫殿内睡吗 话音刚落 叶玉就将其塞到了床下 叶玉深吸一口气打开房门 阿玲 你怎么来了 凤玉看到叶玉的这副打扮 瞬间忘记了之后要说什么 我们 我们来深入交流一下吧 凤玉张开手臂就向着叶玉拥抱而来 忽然 龙印严肃的声音从门外响起 小麒 我有点是想和你谈谈 怎么办 凤玉心中大喊不妙 如果让龙印发现自己在这 他们的合作估计就毁于一旦了 她的视线不断在房间内打量 最后一头扎入了叶玉的床腹之下 叶玉抬手捂住自己的额头 一副要完了的表情 齐玉倒不觉得有什么 她甚至伸出爪爪冲凤玲嘲笑的挥了挥 随着房门第三次被打开 叶玉又向着龙印重新打了个招呼 龙印直接伸手还住叶玉 小麒 我好想你 离开你之后 我每一次情期都是强忍过去的 所以今天 今天我不方便 叶玉心情那叫一个复杂 今天她是真的不方便 床下还有两个在看着呢 哪里不方便 见叶玉没有回复 龙印搭了下嘴角 既然不方便 那就先让我亲一下吧 这一幕可把床下的齐玉和凤铃气坏了 两人同时从床下爬出 愤然看向龙印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 是你们先不守规矩 谁说的 我只是想和李姐姐谈谈大事 我只是想和丽儿抱怨一下 为什么你们还不走 三人你一句我一句 请殿内的顿时炸开了锅 好了 都给我闭嘴 要吵就都给我出去 叶玉一次给三人的脑袋上捶了几群 今晚我是不可能离开的 我也不走 你们走 我不走 叶玉无奈 最终决定让他们都变成兽型一起睡 于是乎 Q版小硬龙 Q版小凤凰 还有一头毛茸茸的小麒麟 一起乖巧地坐上了床 你们谁要是敢变回去 以后就都别想和我一起睡 叶玉语气严肃地说道 三只小兽都不满意叶玉下的决定 但是都不敢多说一个不字 次日一早 叶玉醒来后前往花园散步 刚走到花园 便见到一位身材娇小的麒麟慈性 他正弯腰为着一只小猫咪 你好 我可以和你一起喂猫吗 叶玉闲来无聊 从空间里拿出一块肉条 也蹲到那位麒麟慈性的身边 可以的 麒麟慈性向一旁挪了几步 这王宫内愿意和我一起喂猫的人真不多见 叶玉望向麒麟兽人那双清澈的毛子 可惜的是 他有一只眼睛内没有光 你的这只眼睛 看不见 出生就这样 麒麟慈性十分坦然 这是任务 这好小公主齐妙妙的眼睛 奖励七分五千 你是我哥带回来的慈性吧 自从你被带回来之后 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快乐多了 上次见到他那么快乐 还是在他小时候没出事的时候 叶玉被齐妙妙说的话挑起兴趣 似乎找到了事情的突破口 你知道你哥哥小时候为什么会被绑架吗 我想多了解一下他 齐妙妙眼神威名 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一位慈性 我和他也总是会偷偷去看他喜欢的小慈性 直到有一天我们无意间听到 有人要绑架九尾雪狐王国的小公主 而我哥喜欢的一直就是他 于是我哥想尽一切办法搅乱了那些人的忌惑 谁知其差一招 我哥喜欢的小慈性脱离危险了 那些黑衣人把我哥抓走了 他们手段高明 似是早有准备 麒麟王国派出的士兵在半个月后找到我哥的身影 那时候的他骨瘦如柴 身上的伤口触目惊心 原本神采奕奕的目光变得昆动无比 我哥似疯了一般 每天到晚痴痴笑笑 口中总面倒着一句 幸好他没事 此刻往事揭晓 而系统也终于告知了夜离事情的全貌 其实当时狐狸儿会喜欢大王子奇迹 便是因为他被解救出来后 第一眼看到的是奇迹 假如当时站在狐狸儿面前的是奇迹 那么奇迹和他一直喜欢的小慈性 就不会错过那么多年 奇妙妙和系统的话不断在夜离脑中回答 他的心情跟着变得沉闷 等他回到寝殿后 三位雄性兽人一起迎了出来 纷纷开始推销起自己做的菜 他将每一道菜都夸赞一遍后 示意龙印和凤凌离离开 他有件事想和奇迹单独处理一下 奇迹不由地紧张起来 离儿怎么了 他应该没什么事情惹离儿生气了吧 夜离向奇迹走近 他眼底的严肃让奇迹心底毛毛的 忽然间温柔地稳落下 奇迹倾触自己的唇角 眼底皆是不可置信 离儿居然主动轻踏了 这还是第一次他主动 好高兴 与此同时 奇迹好感度加5 总好感度100 恭喜宿主完成攻略奇迹的所有任务 夜离有些意外 原来一直卡着不动的那5%好感度 居然差在自己主动上 他缓缓解下外衣 那么 他的主动才刚刚开始 略略略略略 转瞬间 奇迹和胡同儿的婚期一致 虽然奇迹和夜离并不是婚礼的主人公 但他们也被动忙活了起来 这次奇迹没打算继续装下去 换上了正装盛装出席 这可把在场的受人惊讶住了 这是我们的二王子吗 二王子能化成人形吗 夜离穿着一身长裙 妙妙站在她的旁边 看起来十分高兴 妙妙 你的眼睛是不是好多了 奇迹惊奇地发现妙妙那暗淡无光的毛子明亮了不少 这都是零儿姐姐的功劳 奇迹疑惑地拉着夜离前往一个僻静的角落 你告诉妙妙你是胡莉儿吗 没有 但她确实是问过我是不是胡莉儿 奇迹心底一颤 不知为什么她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既然妙妙都能猜到 那零儿 你今天先用之前新做的翼龙道具吧 现在无论你是凤梨还是胡莉儿都很危险 夜离心下疑惑 但还是将麒麟毛做的道具换在了身上 高贵神秘的气质顿时变得灵动可爱 婚礼的音乐奏响 戏分变得更加热闹 夜离并没有做到奇运他们那一桌 而是和奇妙妙坐在了一起 随着婚礼的正式进行 奇迹和胡同儿开始交换宣言 此时的胡同儿别提有多么高兴 对不起 我不能和你结为伴侣了 童儿 昨晚我被人暗算 身上已拥有了别的雌性的伴侣契约 奇迹神情悲痛的撩起自己的衣服 露出清晰的伴侣印记 胡同儿一时间觉得如遭雷劈 咦 告诉我是谁 夜离心下疑惑 这人干嘛不早说 在这种情况下说不觉得很不合适吗 难道有阴谋 他是胡莉儿 其实他早就回来了 现在就在婚礼现场 什么 久违雪狐王国的小公主找回来了 一时间台下的兽人纷纷向四周观看 企图找到小公主的身影 夜离被奇迹的话一惊 他怎么不记得有这么回事 随后从人群中挤出的身影 让他浑身一尘 清秀妩媚的面孔 水蓝色的毛子 太像了 简直太像了 别说是别人 就连夜离自己都开始自我怀疑 他是胡莉儿 那我是谁 眼见冒牌活用自己的身份闪耀登场 披着马甲的雪狐小公主 本人却在一旁坐着看戏 在场所有的宾客 都被突然出现的胡莉儿所震惊 就连夜离都忍不住怀疑自己的存在 直到系统的提醒 才让他安下了心 此刻本该举过欢庆的婚礼 变得异常尴尬 期盼已久的婚礼被最讨厌的人打断 胡桐儿怒不可乐 奇迹却胸有成竹缓缓开口 其实我和胡莉儿自小两情相悦 而且我们本来就有婚约 所以希望这场婚礼可以换一个女主人 胡桐儿发疯似的向假胡莉儿抓去 却被奇迹轻松制止 童儿 很感谢你对我一片痴心 但从小到大我只把你当妹妹看待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气象无法 请不要为难脸 谢谢几哥哥 假胡莉儿依偎在奇迹的身边 他看向胡桐儿的眼神甚至带着几分怜悯 此时坐在高位上的胡王眼底一片迷茫 他知道莉儿已经回来了的 但不是这点 不过这个更像他记忆中的莉儿 无论是身材样貌还是处事态度 这麒麟王国的国王面露为难之色 不 我不同意 凭什么他回来了 我就要给他让位置 你们生米煮成熟饭 都是故意的 胡桐儿跌坐在地上失声大哭 桐儿 抱歉 我真的没办法回应你的感情 胡王起身欲要制止 却被麒麟王阻止 奇迹和莉儿本就先有的婚约 两人两情相悦 既然现在莉儿回来了 重新与莉儿结婚也是正常的事 何况他们已经 而且诸位宾客不远万里赶来 这场婚礼也不能不欢而散 婚礼继续吧 众人稍虽然心下不满 但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眼见事态平息 似乎所有人都默认了假胡莉儿的身份 奇迹的鹅角青青爆起 牟底跳动着愤怒的火焰 你到底是谁 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胡莉儿 叶黎听着奇迹的怒吓 微微诧异 奇迹就这么相信自己吗 奇迹 休要胡言乱语 是啊 玉哥 你怎么说我是假的呢 虽然我拒绝了你的表白 但你也不能执认我是假的吧 胡莉儿雨落 周围传来此起彼伏的议论之声 麒麟王国的二王子怎么能这样呢 因为得不到胡莉儿的醒 就要诬陷他不是真的 叶黎上前拉住奇迹 清了清嗓子看向众人 奇迹说的没错 他就是个冒牌货 因为真正的胡莉儿术 叶黎将自己头上的一绒道具摘下 露出了他原本的面貌 闭头银丝随风飞舞 挑然欲仙 众人微微出神 一时间不知相信哪个 怎么会有两个胡莉儿 奇迹看着叶黎不可置信 他都找人将真胡莉儿卖到拍卖行吗 他怎么还能回来 这可坏了他的大事 现在绝不能承认那个雌性是真的 不是说九尾雪狐王是血脉能够区分吗 让他们测一测就好了 狐王大人 快用秘法测量 他们到底谁是真正的胡莉儿 在众人的呼唤中 胡王缓缓下台 向着奇迹身边的假胡莉儿走去 别紧张 胡王看向假胡莉儿平淡开口 手心渐渐凝聚出一团蓝色光芒 随着光辉散去 九条尾巴一起从假胡莉儿身后蹦出 每条尾巴尖端都有着淡淡的银色光韵 胡王眉毛微粗 这个确实是王室血脉 胡王接着又对叶黎使用秘书 不出意外 叶黎身后的九尾也钻了出来 两个都是王室血脉 这下真分不清了 那让他们分别说一下小时候的事 假的那个一定说得模棱两可 这方法可行 母王可以随意问我 假胡莉儿率先出口 掌握了风向的主控权 第一个问题 胡莉儿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假胡莉儿一时语色 奇迹告诉他了很多事 这个还真没和他说过 他扬装自信地看向胡王 母王怎么问得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就不和他抢了 叶黎清沟唇角 你不会是不知道吧 那不如我们依次到胡王耳边告诉他 让胡王确认真假 胡莉儿裙摆边的手微微收紧 好啊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母王 我的生日是 假胡莉儿趴在胡王耳边小声嘀咕 随后胡王身体一将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假胡莉儿 一抹歉意涌上双眸 几秒后 假胡莉儿便转身冲叶黎笑了笑 并比了一个请的姿势 胡王垂下眸子 眼神犹豫 母王 你怎么了 察觉到胡王的异样 叶黎拉了他的衣袖 神色担忧 胡王这才回过神来 没什么 我知道你是真的 但是我不能给你作证 叶黎的谋底漫上诧异 他现在非常想知道 假胡莉儿到底和母王说了些什么 居然能让母王这么纠结 胡王定了定心神 不好意思大家 我无法确定这两位 谁才是我真正的女儿 下面就由你们来问问题吧 虽然胡王因为某些事 无法直接指认假胡莉儿是假的 但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 苦了亲生女儿 所以莉儿能不能证明自己是真的 还得看他自己 哥哥们 我来问一个 奇妙妙从奇遇等人身后走出 莉儿姐姐 你和我哥哥第一次相遇时 我在旁边干什么 一语落 气氛陷入两久的沉默 这个问题有些刁钻 让人很难一时间想起来 那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 我是在浇牡丹花 还是在吃鱼 叶黎轻挑了一下眉 他怎么记得奇妙妙当时根本不在场 而且这两种东西 快点抢答 率先回答正确的人才 更有可能是真正的莉儿姐姐 我想起来了 是在吃鱼 不好意思哦 回答错误 哦不对 你其实是在浇牡丹花 假狐狸儿连忙改口 奇妙妙望向叶黎 黎儿姐姐 你的答案呢 你那时根本没在现场 奇妙妙对叶黎投来了一个赞赏的眼神 我确实没在现场 所以这位才是真正的狐狸儿 假狐狸儿神情一世慌乱 可能是我记错了 你是在我和奇遇第二次见面时在浇牡丹花 奇妙妙无奈地摇了摇头 叶黎却自信地接话 妙妙对牡丹花和鱼过敏 这两种东西他平时碰都不碰 奇妙妙勾了勾唇角 假狐狸儿姐姐 你被我绕进去了 话落 台下的风向又变了 我确实听说奇林王国的小公主 对这两种东西过敏 平时碰一下都不行 如果她是真正的狐狸儿 他们小时候玩过挺长一段时间 怎么可能不知道 在众人议论之时 奇遇已坚定地迈向场地中心 各位 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雌性从来没有变过 那就是刚刚站在我身边的狐狸儿 其实我已经和狸儿签订了伴侣约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希望大家能替我和狸儿见证一下 奇迹揽着假狐狸儿的手臂慢慢收紧 为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场婚礼本该是他为继承奇林王国王 为精心准备的 现在为什么都成了奇遇的垫脚石 叶离被匆匆带走 回来时他已经换上一身红色昏裙 在众人祝福和羡慕的目光中 叶离和奇遇手牵手走下了台 婚礼结束 叶离便向着狐狸儿的临时请电走去 母王 我可以进来吗 叶离扣了半天房门 里面都没有动静 房门没锁 叶离直接推门进入 在里面找了一圈依旧没有找到人 她母王干什么去了 难不成是去找那个假狐狸儿啊 于是叶离干脆喝下隐身药水 朝着假狐狸儿居住的地方找去 奇迹的侧垫内 果然传来了狐狸的声音 雪儿 你的要求我并不能满足 狐狸之位 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说到底 你还是想将位置传给狐狸儿吧 狐狸一时间语塞 半天都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叶离的神色不由地认真起来 这人到底是谁 居然还想要狐狸之位 这是没得商量 如果你不把狐狸之位传给我 我就不可能原谅 狐狸儿语气犀利 如果不是我母亲 为救你出了意外 这狐狸之位本就该是我 你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孩子吗 其实狐狸儿也是在不久前 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她是狐狸姐姐的女儿 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潜藏在宫内的坏人暴走 后来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奇迹 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狐狸深思良久 你想要别的什么要求都好说 但这个我不能同意 她知道狐狸儿想要她王位的 主要原因是奇迹 得到雪狐独王位之后 可以更好地帮助奇迹 完成统一受识大陆北部的壮志 可她与麒麟王国交情匪浅 为什么这个狐狸儿 直到此刻才突然出现 你如果想好别的弥补要求的话 就来雪狐王国找我 狐狸推门而出 不带一丝犹豫 望着狐狸离去的背影 狐狸儿眼底划过一抹怨度 叶黎一路尾随着狐王离去 竟发现他直接来了自己的寝殿 丽儿 开门 母王有事要对你说 叶黎绕过正门进入院落 缓缓将房门打开 母王 你怎么来找我了 狐王拉着叶黎向礼物走去 丽儿 我现在要将传国信物交给你 拿到信物的王室雪狐 才会被子民和土兵们承认 狐王郑重地从空间内 拿出一个银白如玉的九尾雪狐玉玺 之前麒麟国的人找我谈合作 被我婉拒了 所以我害怕再拒绝 他们会对我做些什么 所以 玉玺放在我身上不太放心 先传给你 母王 你是说怕这段时间有人会害你 是谁 狐王宁谋沉思片刻 摇了摇头 此时之后再说吧 此时另一边 祁玉也没有闲着 他静止走向麒麟王的请殿 一拉开门 便见麒麟王正自己下着一盘棋 阿玉 你来了 看着能重新幻化成兽人形态的祁玉 麒麟王很是欣慰 父王 有话我就直说了 我想要你立我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麒麟王既没拒绝也没答应 而是叫祁玉坐下来和自己下一盘棋 第二天 叶玉此时还没完全睡醒 就迷迷糊糊便被祁玉拉向一时听 五国会议 蓮儿 你先参与一下 不 不是有他母王在吗 要他去干嘛 放心 会议不会开太久 这次五国商议 一直这样群龙无首也不是办法 所以准备挑选出一个国家 成为其余四个国家的领导者 因为动刀动枪劳民伤财 所以最终决定采取投票的形式 获取票数最高的国家 便可以成为领导者 叶玉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母王要派他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 但既然这么做了 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却不想 最后的投票结果直接让他的困意全消 九维雪狐王国四票 叶玉揉了揉眼睛 一脸的不可思议 一共只有五票 而且他把自己的那一票投给了麒麟王国 所以也就是说 其余四国都把票投给了雪狐王国 叶玉诧异地看向其余 没等叶玉思索明白 其余首先开口 既然如此 以后受试大陆北部就由九维雪狐王国统治 一阵激烈的掌声后 其余接着说道 狐王线已经将九维雪狐王国的王位暂时传给了狐狸儿 所以恭喜你 叶玉忽然被推上高位 一时间受宠若惊 不是 这不是他想要的 他还得离开呢 其余的眼底划过一亩机智 现在狐狸儿已是受试大陆北部的核心人物 就算是要去那条龙和那只凤凰所在的部落 也去不长 直到走出议事厅 叶玉的还是一片迷茫 阿玉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余含笑摇了摇头 不用管 这些都不重要 奇迹呢 按理说这种场合 奇迹必然会出息 刚提到他 奇余的气势立刻变得阴暮 他 床上躺着呢 躺着 叶玉更加不解了 奇余垂谋认真看向叶玉 我从很久前就在开始调查你失踪的原因 以及小时候被绑架背后的主使者 结果 这一切背后的主使都是奇迹以及他的生物 当晚 奇迹的寝殿内便传来了胡雪儿和奇迹 一起服毒去世的消息 当然这毒酒是两人自愿喝下的 还是被强迫的就没人知道了 而听闻这个消息的叶玉 正在挥手向着天空中的龙印和凤灵告别 小丽 两个月后 我就来接你 李姐姐 我两个月后也来接你 奇余默默在旁边翻白眼 你以为你们两个月后能成功接走吗 送走龙印和凤灵后 奇余终于心满意足地和叶玉 过上了快乐的二人世界 随着时间的流逝 叶玉的肚子越来越隆起 这次叶玉生了一天一夜 奇余在门口徘徊了一遍又一遍 产房的门终于被推开 产婆抱着一个幼崽一脸欢喜 恭喜二王子 是一位雄性麒麟幼崽 奇余石化在原地 呜呜 她的软萌女儿梦美了 她冲着产婆白手道 好 知道了 我去看看丽儿 阿玉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呢 没事 宝宝很可爱 我很喜欢 奇余苦着一张脸的样子 让叶玉莫名觉得有些好笑 她冲着奇余微微勾起唇角 把宝宝抱过来给我看看 奇余转身向着门口等候的产活招了招手 看着奇林幼崽 奇余心下一片复杂 这只幼崽的诞生 也就意味着她和叶玉的二人世界要暂时结束 叶玉将奇林宝宝抱过来 悄悄和她签订了一个传送契约 一切结束 今晚她就要离开了 龙印和凤灵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等到他们到达奇林王国时 叶玉再想要离开就麻烦了 支开奇遇后 叶玉进入种植空间 向着小九幽的方向走去 李宝 你终于有时间来看我了 我想死你了 话音未落 叶玉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揽入怀中 眼前之人身量修长 容貌俊美 叶玉还是第一次看到小九幽画形后的样子 你有名字吗 叶玉出声询问 小九幽摇了摇头 没有 李宝帮我取一个吧 谁取名字 从某个角度来说 就是她这一生最重要的人 叶玉思索了两久 叫你九词如何 九词 小九幽不断念叨着这个名字 甚感满意 谢谢李宝 我很喜欢 开心的忍不住在叶玉额头上亲了一下 她面上不鞋 心中已然翻起惊涛骇了 李宝不能因为这个生气吧 她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叶玉没太在意 只觉得这是九幽一族彰显开心的方式 她向九词招了招手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叶玉查看下一位任务攻略目标 渔州 回想到上次和渔州见面的场景 叶玉勾唇一笑 那么可爱的小人鱼 应该很好攻略吧 然而当叶玉再次点开渔州的任务框时 整个人都不好 叶玉招手攻略任务 竟递渔州黑化值 在三个月内从她的囚禁下跑出来 怎么回事 囚 囚禁 怎么回事 囚 囚禁 曾经乖巧软萌的人鱼男主 如今却黑化值拉满只想将她囚禁 叶玉忍不住怀疑 系统的攻略任务难道出错了 宿主 应该是你上次做了什么事让渔州误会 导致她改变了对你的看法 叶玉垂谋思索 难不成是上次她听不懂渔州的话 只知道点头惹出的祸端吗 一一 给我兑换高级语言识别包一份 恭喜宿主 兑换成功 奉赠宿主一份时光回溯 几个月前的画面在叶玉脑海中回溯 彼时的叶玉还处在听不懂 不断点头中 等她能听懂渔州的说话内容后 整个人如遭雷劈 我曾向海神许诺过 如果谁能找回我的人鱼猪 我就嫁给谁 所以我可以做你的寿夫吗 叶玉听不懂 点头 我这么多年存了很多宝物 等我拿回来之后 你带我一起走 我们人鱼一族都是雌性在哪 我们就在哪 叶玉还是听不懂 继续点头 并且觉得渔州是有事离开了 于是自己也离开了 以至于片刻后渔州带着宝物上岸 却怎么都找不到叶玉的身影 这个人鱼一族而言 无非是被雌性抛弃的表现 如果雌性做出了抛弃他们的行为 他们就拥有惩罚抛弃自己雌性的权利 叶玉那叫一个冤枉 他真没想抛弃渔州 只不过那时他真的听不懂 如果听懂了 他空间内那么多灵泉水 养一条人鱼兽夫简直轻轻松松 建议宿主快点去哦 如果渔州更生气了 到时就不保证只有囚禁这些环节了 走走走 现在就走 酒瓷 我们今晚就走 叶玉说完 便向种植空间的出口出走去 叶玉路过种田区 一眼便望到了谷地的本体 谷地 你是不是瘦 不同于以往的高大挺拔 它就像缩水了一般 只有原本一半的大小 谷地只是平静地应了一声 随后心虚地移开视线 李宝 你最近使用化形草的速度好快啊 酒瓷在不远处故意大声呼喊 前几天他就发现化形草少了几颗 不出意外就是谷地那小子偷偷把的 夜里有些纳闷 他根本就没用过化形草了 这里的化形草确实是比他印象里少了几颗 与此同时 一旁的谷地全身一僵 这只紫毛鸟怎么这么烦人 夜里的目光很快转移到了谷地身上 是你干的吗 子安 怎么会是我呢 经过谷地的多次尝试 那个化形草对它化形确实有些帮助 要是能再有几十颗化形草做成肥料的话 那它绝对能很快化形 酒瓷看谷地故意阴阳怪气 不是你啊 那如此多的化形草残渣是自己长腿跑到你身边的吗 话落 酒瓷直接站起身 跑到谷地身旁的土地开始挖坑 果然在洞内发现了不少植物残渣 这些本来是谷地藏起来准备偷偷吸收的 现在都暴露 夜里愤然指着那坑内的化形草残渣 谷地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些解释 我也想化形 谷地支支吾吾半天 十分慌乱 这些化形草能帮助你化形 夜里疑惑 如果化形草真能帮助谷地化形的话 那它能少很多麻烦 谷地语气真诚 是的 但还需要至少三十颗 我可以把我的果子都给你 希望你可以多给我几根化形草 所以你还想要更多的化形草 我听说你们长藤古树 拥有纯粹的木系之力 能帮助木属性的异兽提升异能 谷地暗暗惊讶 这人是怎么知道的 只要你帮我把木系异能提升到八阶 我就给你准备足够的化形草 并且不计较你之前偷拿的事 怎么样 谷地犹豫了 好诱人的条件 但帮助别的异兽提升异能 是会消耗自身异能的 像夜里这种木系异能在六阶的异兽 一旦搞不好 它可能会直接从九阶掉到八阶 谷地不知道的是 这种帮助还会有一些副作用 会让他们一向寡情的长藤古树 对被帮助者产生异样的情思 这到手的机缘可不能不要 我同意 那现在开始吧 你先交点定睛 帮我把木系异能提升到七阶 这 谷地支支吾吾了半天 都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那个 需要你把衣服脱了 我们传递异能 需要用藤腕直接缠绕到异兽的皮肤上 缠绕的越多 提升速度就越快 用不着 你死开 久慈怒了 拉着夜离向出口走去 毕宝 传逸能的是改天再说吧 我们再不走 龙鹰他们就要追了 夜离最后看了一眼麒麟王国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反正早晚都是要走的 收回视线后 他跳到小九幽上 扬长而去 一路南下 周围的气温逐渐回暖 久慈倾斜身体 向着不远处的山洞飞去 毕宝 我累了 今晚我们在这休息吧 夜离疑惑 往常他飞个七天七夜 都不需要睡觉的 难不成是化成兽人形态后 需要多休息吧 我们到空间里面去休息吧 夜离环视一周山洞 感觉这个地方实在不适合居住 我不太想去 里面那个谷地实在是太烦了 打扰他和夜离的二人世界 对上夜离疑惑的目光 久慈微笑 那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最终久慈带着夜离 来到一个建造在大树上的巨大鸟窝内 甘草编织的鸟窝柔软干净 抬头仰望 还可以见到一片璀璨的星空 睡觉吧 李宝 明早天亮就出发 久慈化身一只Q版小雀 缩进了夜离怀里 这样的夜晚应该还有五六天 可得好好和李宝增进感情 夜离缓缓闭上双眸 听到他的呼吸变得清淺 久慈小声嘀咕 李宝 你睡着了吗 两久得不到回应后 他变得大胆起来 李宝 让我也当你的寿夫好不好 你不回答我就当你同意了 既然现在我是你的寿夫了 那我可以清理一下吗 那你以后可以给我生崽吗 李宝你又没说话 那就也当你答应了 久慈侧过身 将自己尾巴上最漂亮的羽毛弦下 塞到夜离的手心 这根羽毛以后就是我们俩的定情信物 你可要好好收着 久慈幻化成人形 将夜离圈在怀中 他将夜离的手轻轻放在自己的腰部 真好 背离宝宝 在夜离的再三催促下 小九游终于在第29天 载着他到达了目的地 夜离指挥久慈降落到海洋中心的一片孤岛 蹲下身锅弄海水 虽然他会游泳 但无法凭借着自己游向海的深处 夜离看着一望无际的海洋 一时间无所适从 他轻了轻嗓子大声喊了出来 游州 你在吗 快出来 跟我回家 不知喊了多少次 海面之上忽然露出一个又一个人鱼头 他们一个个长得精致白皙 颜值极高 夜离在众人鱼的身上浏览了一圈 却并没有发现游州的身影 难不成是游州不想理他 众人鱼向着夜离所在方向凑了凑 抬起鼻子嗅了嗅 似乎都渐渐激动起来 忽然 巨大的水浪将靠近夜离的人鱼掀翻 一抹墨蓝色的身影出现 还没等夜离说话 那道身影就将它拖入了深海 冰凉的海水涌入口腔 正当夜离准备向系统求救之时 游州停下游动的身形 转过身前置住夜离的头部 一口吻下去 氧气通过吻传递到夜离的口中 然而游州渡完气候并没有直接松手 反而是将一颗圆溜溜的东西渡给了他 一不留神 夜离便将那沾满游州气息的人鱼猎咽了下去 小复传来阵阵温热后 夜离的身上开始长出浅蓝色的鳞片 双腿也变成了蓝色的鱼尾 甚至连驳梗处都渐渐传来苏麻的感觉 他回眸望向正一脸深沉看着自己的游州 这里是什么位置 游州没有直接和夜离解释 而是抬起下颚指了指自己那个位置 那里有一个清晰的鳞片轮廓 不过那里的鳞片已消失不见 这是逆鳞的位置 只能送给最喜欢的人 你的逆鳞还没成熟 但是记住 这块鱼鳞我已经预定了 你不许给别人 深海王宫之中 夜离被游州推入一座珊瑚房内 虽然你来的还算及时 但我也不会轻易放管 眼见游州关闭珊瑚房的大门 夜离心中顿感不妙 他左右打量着这间珊瑚房 四面镂空 房高只有两米 倒不如用珊瑚牢笼描述更加贴切 而游州随后说出的话 更让他的想法得到了证实 今晚你在里面好好反省 他的情妻明天就要到了 如果这个小雌性再不来 他恐怕就得自己熬过去了 他其实也有些hap 这周围看上他的雌性不少 他很怕因为情妻和不喜欢的雌性发生关系 万一到时候不小心被标记了 那就真的一声就拴那雌性身上 游州看向夜离蓝色的双眸和漂亮的发丝 眼中冒桃星 他就喜欢长成这样的小雌性 完全在他的审美点上 就是他的小雌性实在是太不乖 必须好好教育一下 你抛弃我超过三个月才来找我 因此我也要把你关起来三个月 而且 说到这游州的语气故意顿了顿 双甲漫上红韵 这三个月内 只要我有需求 你必须满足我 游州暂时地离开后 夜离试探性地平躺在珊瑚牢笼的海草垫子上 躺着躺着 不自觉地打了个哈欠 一路的舟车牢笼让他的上下眼皮直打架 等游州所说的情妻到来吧 到时候再看能不能商量一下 让他提前把自己放出来 朦胧间 珊瑚屋紧闭的门被缓缓从外打开 本情美男鱼第一次谈恋爱 就遇到了个海王大女主 嘴上说着爱你疼你要娶你 骗走了人家的逆龄就不见人意 直接惹得温柔人鱼王子彻底黑话 囚禁 所死 嘿嘿嘿 小慈兴 这次被我捉到了 你可要在珊瑚牢房里陪我好好度过情妻了 睡梦中 夜离只感到自己的手臂被缓缓拉开 一条人鱼滑入他的怀抱 游州的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感受到一阵微妙的触感 夜离猛然睁眼 下意识捉住游州作乱的手臂 莉莉 我的情妻到了 你得帮我 边说 游州操纵着自己的鱼尾缠住夜离 夜离却并不准备纵容他的行为 猛地朝游州的手臂一口咬了上去 游州惊害了片刻 又感觉非常的愤怒 小慈性不听话 就要狠狠教育 强势一点 他一定就听话 游州抬手圈住夜离的手腕 听话 我会好好对你 三天后 夜离拖着疲惫的鱼尾爬到床边 稍稍动一下就感觉浑身酸痛 这一次他和游州并没有节气 人鱼部落节气的流程比较繁琐 其中一条便是要等到他的逆龄成熟 水波声从门口传来 游州拿着一个十和愉悦的游了进来 十和内饰一些海鲜 虽然能看出游州准备的这些食物都非常新鲜 但都是生的 夜离思索了片刻 随后圈住游州的手腕 带着他一起进入了种植空间 刚进入种植空间 夜离就一个重心不稳 差点趴倒在地 他还不会怎样用鱼尾在陆地上行进 只能在游州的搀扶下 缓慢适应自己的尾巴 游州满脸惊奇地望向种植空间的风景 这里环境优美 土地肥沃 水资源丰富 舟舟 你去拿一些树枝回来 这顿尝尝我的手艺 他想将那些扇贝和生蚝蒸熟 品尝到海鲜的原资原味 得到夜离的指示后 游州向着不远处的大树游去 眼镜游州向着谷地的方向快速游去 夜离这才意识到不好了 谷地可是最讨厌别人折他树枝的 游州要是过去了 两人非得打起来不可 夜离跑向前准备阻止他们战争的爆发 水资刚一抵达谷地所在位置 却发现两人相处的异常和谐 对对 小人鱼 多来点水 那个粗心的雌性天天也不知道给我浇水 我都要渴死 现在正值谷地化形的关键时期 对水的需求量非常大 每天伸出铜万喝水 已经不能满足他对水的需求了 游州本来是来捡树枝的 谁知刚到这就一直听到这棵大树在说可 他先是怀疑自己听错了 在反复确认后 试探性地召唤水柱 浇向那棵寒渴的大树 谷地沐浴着从天而降的泉水 对游州投来感激的目光 太感谢你了 小人鱼 以后你就是我谷地最好的兄弟 那你能给我几根树枝吗 我还要回去交差呢 看在你给我浇水的份上 我就给你几根吧 不过 你要我的树枝干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你我树枝的一些妙用 谷地挺了挺树干十分骄傲 他可是长藤古树 浑身是宝 我要用来做饭 做 做饭 拿他的树枝当柴火烧吗 在谷地的惊讶中 游州转身变欢喜的迎向赶来的叶梨 还将手中的树枝向叶梨举了举 一副求夸奖的模样 叶梨看了看游州 又看了看谷地 你们俩还相处得挺和谐的 游州将手中的树枝往外递了递 我们先吃饭吧 柴火已经准备好了 叶梨并没有真将谷地的树枝 当成普通柴火烧 不然真的有些抱歉天悟了 他将海鲜放在烧热的石板上蒸烤 香气一散到空气中 游州的肚子不由地咕噜出声 不断地向下咽着口水 这是游州第一次吃到烤熟的扇贝肉 这味道简直不知道比以前的好吃多少 远处的谷地也闻到了这股鲜鲜的味道 心底也浮现出一亩迫不及待 快点 再快点 等他唤醒成功便可以吃了 吃饱了吗 舟舟 我们去找酒次回来吧 他一个人留在大海边很久 游州摇了摇头 眼底的拒绝意味十足 他才不想给自己接个情敌回来 他牵起叶梨的手 走 我先带你去个地方 两人从空间内回到之前的珊瑚屋 随后游州又拉着叶梨向外走去 海底深处 高大的石门缠绕着黑色铁链 叶梨只感觉一阵凝森 他不知道游州为什么要带他来这 石门被打开 入目是一块巨大的圆盘 它的中间有着两个凹槽 形状和大小正好可以放上两个手 忍着点 可能有点疼 游州将叶梨的一根手指咬破 流出的血液滴入圆盘中心的凹槽 随后咬破自己的手指 放在另一个凹槽上 凹槽将两人的血液吸收 整个圆盘闪出一片幽蓝色光芒 当当两声 圆盘之下掉落两块贝壳质地的牌子 游州勾唇一笑 这是我们成为伴侣的象征 难道这是人鱼部落特有的仪式活动 夜里有些疑惑 这个地方是雄性人鱼 专门用来惩罚 想要抛弃他们的雌性的地方 夜里明白了 游州这是想吓唬自己不要抛弃他们 两人继续进入 乌夜声飘荡在水锅中 几条黄色的小人鱼 被铁链拴住手腕和鱼尾 身上还有着一两条的鞭痕 这些是想要和雄性人鱼 强行解除伴侣契约的雌性 他们会被留在这里改造 直到放弃解除伴侣契约的念头 夜里心下一惊 眼神复杂 人鱼都是这么病骄的吗 游州察觉到夜里的变化 带着向着另一个地方游去 当然这里不只有惩罚雌性的地方 也有用来惩罚雄性人鱼的地方 他们通过一扇更为厚重的大门 强烈的血腥味席卷而来 大门内 每个牢房都关着一条条血淋淋的人鱼 如果你哪天发现我和别的小雌性暧昧 也可以把我关进去 从此处离开后 游州便拉着夜里向着珊瑚雾走去 他害怕再带夜里在这光 会给他流向心里阴影 夜里心底升起排斥 带我去人鱼王宫转转 我还没看过你的家长什么样子 游州眼中闪过拒绝人鱼王宫的大人杂 而且他们现在还没有节气 他也没取得夜里的逆铃呢 夜里要是再次趁机逃离 他害怕再也见不到里 思索良久 游州拿出一根银色链条 去可以 我们带着这个走吧 他抬起夜里的手腕 将手铐的一端扣了上去 又将锁铐的另一端扣在自己手腕上 夜里看着那条锁铐 唇角不由地轻颤了几下 游州牵起夜里被铐住的手 心中才稍稍安心 牵着夜里游向人鱼王宫内部 人鱼王宫的核心内部 已坐着一位淡紫色的雌性人鱼 他锁骨上的红色印记分外娇艳 这也是一位圣词 夜里有些意外 这好像是他第一次遇到别的圣词 浅紫色人鱼平淡开口 舟舟来了呀 游州微笑点头 这是我的王姐 游威 你可以换她微微姐 游威注意到靠在游州和夜里两人手腕上的锁铐 心下了然 舟舟 这就是你认定的伴侣 果真是一位美人胚子 眼光不错 游威先是夸赞了一句 随后伸出手指向夜里被遮挡住的锁骨处 就是不知道你的雌性等级是多少 能否配得上我弟弟 王姐 你这样很不礼貌 游州抬手制住游威要掀开夜里衣服的手 语气严肃 圣瓷 游威眼底划过一抹惊喜 你居然找到圣瓷做伴了 游威重新挑了一眼 游州和夜里手腕处拴着的链条 干得好 看眼点 至少在节气前看眼点 可不能让他跑 游威抬起夜里的下额 摸向夜里脖梗下的逆铃 看起来还得三个月成熟 我之前研究了一种催熟逆铃的药 你带回去每天给这位小雌性吃一颗 一个月后逆铃便会成熟 说完 游威从空间内翻找出了一个小次瓶 游州盯着游威手中的药瓶 威威姐 你这个要没什么副作用吧 不会对身体有害的 你王姐我能害你吗 游威把药塞给游州 没好气的又白了他眼 对了 你不是想找将游威幻化成腿的碧海之星吗 我听说深海有一朵碧海之花 借出的果实要成熟了 你可以去摘一下 话落 游威转身向着出口走去 与此同时 夜里脑海中的系统音的忽然响起 支线任务 采摘避海之瓜的果实避海之星 并将避海之瓜移植到种植空间内 想一几分一万 一能等级升一级 夜里一时泪目 他都不知道多久没听到 可以提升一能等级的任务 舟舟 我想和你一起去采摘避海之星 游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采摘避海之星的过程非常危险 先不说他旁边有守护果实的千年海兽 途中也很有可能受到敌人袭击 听游州不肯答应 夜里卖蒙撒娇服软 好舟舟 我一个人待在珊瑚害怕 而且你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吗 你就不怕我遇到危险吗 夜里察觉到游州神情上的松动 连忙趁机听 舟舟 我保证听你的话 不给你添乱 行吧 但你一定要乖乖听话 话落 游州拿出瓷瓶倒出一颗药丸塞到夜里口中 你先把药丸吞了 夜里把那颗药严进了肚子 没多久 我耿下的鳞片传来阵阵影异 在和系统确认过游威给的丹药 确实没问题后 他才放下了心 与此同时 九次落寞地盯着夜里被那条死鱼被绑架离开的水面 深紫色的毛子无比阴郁 李宝现在怎么样了 那条臭鱼不会对李宝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他曾多次尝试跳入海底去找夜里 但都狼狈地重新游了回来 他要留在这里不能离开 不然万一李宝回来找他 发现他不见了怎么办呀 第二日 夜里被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吵起 游州拽着一根比昨天那根更长的锁铐游了进来 莉莉我们收拾一下 准备出发了 这次的锁链足有三米多长 足够太冷活动自如 渝州拉着夜里的手一路向外游 此时的人鱼王宫外部已经聚集了不下百条人鱼 各个精神抖擞地挥舞着手中的三叉戟 不知向着某一个方向游了多久 直到周身的活物越来越少 众人鱼终于抵达了渝威所说的位置 远远望去 牡丹状的花朵含苞带放的屹立在海沟的断崖之上 它的周身散发着浅粉色光泽 照两方圆十米的石壁 碧海之花的果实长在它的花蕊处 等到它绽放之时 便是碧海之心成熟之时 然而如此品质高的碧海之花 周围守护着的海妖修为必然不低 宿主 在摘取碧海之花前 你需要先将这瓶溶液滴在碧海之花上 并用这把特殊材质的白鱼铲子 在根部50厘米出铲下 然后再用这个冰蚕丝手套 在5分钟内将它转移到种植空间内 如此才能成功 叶黎刚听系统说完 此处又多了几个不速之客 竟然是杀人一族 杀人一族是人鱼一族的最大的敌人 他们嗜血好战 不少人鱼都惨死在他们的獠牙之下 这群杀人居然也知道这碧海之心的消息 上百条人鱼团成一团 煞事将叶黎和渔州围在中间 别紧张 这次我们不是来和你们打架的 我们的目的也是那颗碧海之心 说话之人唇边露出三分绩效 整个人身上散发出一种豪迈不羁的气质 我看这碧海之花的体积 必然不会只结出一个果实 到时我们联手击败守护海关 碧海之心一人一半如何 渔州皱着眉 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他们原本是有希望获得碧海之心的 结果这杀人横插一紧 当然如果你们不愿意 我们杀人一族也不是怕事的主 渔州不由地紧了紧握住叶黎的手 如果开战的话 难免误伤到理 想到叶黎的安危以及杀人族的强横 渔州冲着对面那位杀人点了点头 成交 人鱼一族和杀人一族 分别霸占着巨石的两侧 静静等待那碧海之心成组 忽然间碧海之心光芒大战 周围的水波开始微微颤抖 肉眼可见斑 碧海之心的花瓣开始抖动 与此同时 深邃的海沟之下传来令人心悸的吼叫 声音震耳欲聋 叶黎不由地抬起手捂住耳朵 声音越来越大 乌黑的海沟之下忽然亮起一个巨大的灯泡 一口水 如果情况危急 大家可以先行撤退 说完 渔州掏出钥匙准备给叶黎开锁 虽然他很害怕叶黎离离开 但他不能拿莉莉的生命开玩笑 跟他一起去采摘碧海之心实在太危险 正当渔州准备给叶黎开锁时 眼前场景忽然一变 他们重新出现在了叶黎的种植空间内 没等渔州反应过来 叶黎忽然往他的手里塞了两瓶钥匙 快喝 喝完之后可以暂时隐身 海贵就发现不了你了 我们才好去采摘碧海之心 两人再次出现在外面时 血腥气息弥漫 战斗情况格外激烈 海贵死死地挡在碧海之心的前面 所有愚人一起发动异能 无数七彩光团从四处绽放 攻向海贵的方向 灰发杀人望着越来越近的碧海之心 眼底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渔州没等 但他不到正好 自己就可以包揽所有碧海之心 正当他距离碧海之心不到三米时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神情呆滞 没了 怎么会没了呢 整朵花都没了 只剩下一个深坑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的叶黎正在空间内 种植刚挖过来的碧海之花 这朵碧海之花 居然一次接了三颗果实 在采摘下一颗递给渔州后 叶黎将另外两颗 埋在特制的土壤之下 希望之后可以培育出更多碧海之花 莉莉你在空间内待着 我出去一趟 渔州将碧海之心吞下 跳出种植空间 冲着外面已经有伤亡的人鱼 大喊撤脱 众人鱼得令 快速向着安全地区游去 登陆海怪 发现碧海之花消失后 立即发狂 甩动着尾巴 向着那些逃窜的鱼人命游去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先奔发奖励 奖励积分以外 必能等级升一阶 先当过新的支线任务 收服发狂的海怪 使其成为你在海洋中的带跑工具 带跑的工具 叶黎满脑子问候 这鱼修为至少九阶 还在发狂 让它怎么收服 升级成功后 叶黎的手腕 在海面下轻轻一挥 方圆一米的海水 眨眼间凝结成冰 叶黎看着掌心上 隐隐散发的白气 这就是八戒的异能吗 简直不要太强 此时的尖叫痛呼声 依旧在这片海域里 刺漆彼伏 那只海怪似是 闻到血腥气息后 更兴奋了 他张开大嘴 刺着獠牙 向着一众人鱼 和杀人不断追 渔州在海域内 忙碌地指挥着 再不走 受伤丢掉性命的人 会越来越多 他用余光张望着 叶黎的身影 希望里里不要出来 最好一直在 种植空间内待着 外面实在是太危险 此时叶黎 趁着隐身药水 还有食肖 悄然游到 发狂灯笼鱼的肚皮下方 春水连一剑 被叶黎紧握在手 他见花一晚 海浪和剑气 裹挟着寒意 向着那灯笼鱼掌握 灯笼鱼只感觉 肚皮一痛 咬人的动作 也跟着停顿了一下 他不断晃动着尾巴 愤怒地掉转身体 看向叶黎所在方向 然而那里却什么都没有 叶黎手中浅蓝色的气息 顺着春水连一剑一瞬迸发 寒冰不断蔓延 灯笼鱼的全身 笼罩上了一层寒霜 什么 你们快看 那只海怪被冻住了 到底是谁干的 居然这么厉害 渔州凝望着那洞成冰雕的灯笼鱼 心下隐隐不安 灯笼鱼的眼睛还在转动 冰中的冰面也开始渐渐出现裂痕 很明显这层冰坚持不了多久 渔州大鹤一声 冰属性的异兽都留下来帮忙 有了五名冰属性异兽的帮忙 叶黎渐渐能压制住那海怪的动作 刚才已经取了那海怪的血液 现在他在尝试能不能直接缔结一个契约 血红色的原文在叶黎的手心生疼 他一掌打在那海怪的头上 尝试和他结气 灯笼鱼在叶黎的身下左摇右摆 似是不愿意轻易和叶黎解气 无数根藤蔓和冰锁在一瞬间被叶黎召化而出 藤蔓带着毒素的尖刺狠狠扎入灯笼鱼的身体 在叶黎持续输出异能的同时 他只觉自己的身体忽明忽暗 似是隐身药水的实现道 眼下和灯笼鱼的契约进程已到95% 叶黎咬牙准备再坚持一下 此时渔州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那灯笼鱼的所在方向 在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闪现时 向他游去 莉莉一只七阶的异兽 怎么可能成功契约一条九阶海怪 这太危险了 契约一旦失败 他得第一时间带着莉莉逃跑 看着进度条上99%的数字 叶黎悬着的心才微微放下 不远处的灰发杀人明显也注意到了叶黎的行为 祈祷着这只海怪千万不能落到人鱼一族手里 一旦他们契约成功 杀人一族就多了一位劲敌 司机子 他向着两人的方向快速游去 渔州察觉到那杀人不华好意的神情 莉莉向着他游来 你想干什么 快停下 但那杀人仿佛没听到一般 他忽然丢出手中的三叉戟 向着灯笼鱼刺去 渔州顿感不妙 连忙伸手追赶那把兵器 谁知这只是那杀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在渔州转身的那一刻 杀人变回兽人形态 张开獠牙猛然咬住灯笼鱼的尾巴 一声痛哭惊起 夜离和灯笼鱼的契约进度 调刚好到达100% 海怪的怒吼掀起惊涛骇浪 夜离瞬间被海浪冲刷倒退了数十名 受死吧 大海怪 杀人趁虚而入 冲着灯笼鱼的命脉狠狠咬下 只要杀了他 他身上的宝贝就都是他的 然而即便灯笼鱼在刚刚的车轮战中 已经非常疲惫 但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巴结兽人能杀的死 在那杀人扑来之时 灯笼鱼吊转身形张开血盆大口 率先将鲨鱼一边的鱼鳍撕咬了下 即便胳膊都没了一条 那鲨鱼依旧不服 有我在 你们别想轻易将这海怪带回人鱼部落 包围他们 把那条灯笼鱼和这里的所有雄性人鱼都杀了 辞得抓起来带回去 在声音的召唤中 周围所有的杀人们变换成鲨鱼模样 快速将夜离等人围了起来 渔州撤回夜离的身边 将它遮挡得严严实实 它带来的人鱼虽然被它疏丧了 但是并没有撤离 那些人鱼看着自家主子被包围 也从严实后快速游了出来 渔州将夜离拉入怀中 神色坚定 而此刻的夜离正在脑海中和系统砍价 刚才依依推荐了一种 可以恢复灯笼鱼修为的药 只要灯笼鱼能恢复起初的实力 那么张嘴吞掉那些鲨鱼简直轻轻松松 最多3500积分 实在不行我就带着它们全部进入空间了 到时候你一点差价都赚不懂 一心底一阵肉痛 原本它能拿3000的差价 现在只剩下500 它们系统可以通过宿主赚差价 像是这种一次能赚到3000的实属少见 它还差1000积分就能升级 升级后便可以幻化成各种小动物 宿主再加500 再加500我就骂 再加上这500 它便可以花光继续升级 到时候它就是一个以及系统 以后再见到别的系统就有的吹了 行行行 4000积分 趁我没后悔抓紧把药给我 叶黎将丹药塞入渝州怀中 又指了指一边呲牙咧嘴的灯龙鱼 以去把这个东西喂给它 说完 叶黎抬手触摸气势汹汹的灯龙鱼 等等 快来吃药 听到主人声音的一瞬 灯龙鱼收回疗牙 眼底闪过一片迷茫 渝州趁机将药丸塞入他的口中 没多久 灯龙鱼的身体开始膨胀 变得比原本大一倍 他一声吼叫 再次向着那些杀人冲去 很快杀人们便溃不成军 咬牙切齿的离开了 叶黎刚松一口气 只觉手腕上一紧 咔嚓两声 渝州又重新将它靠了起来 还是靠起来比较放心 渝州满意的点了点头 有了灯龙鱼的加入 回去的路上轻松多了 叶黎发现灯龙鱼 竟然可以自由调节身体大小 大的时候 承载百十来条的人鱼不在话下 小的时候 可以变成一条小鱼苗 轻易的蹭叶黎的脸 而此时的系统空间中 升级成功的依依 已经化形成了一只 软萌的白色猫咪 一个转盘出现在叶黎眼前 转盘上面写有一百多项 毒心术 催眠术 隐身术 空间转移等技能都囊括其中 随着叶黎的触碰 圆盘开始快速转动 五颜六色的光芒不断闪烁 叶黎这趟算是满载而归 在灯龙鱼将其余人 于安全送回王国后 他便打算让他带着自己去海岸边 寻找分别的快十天的酒瓷 舟舟要和我一起去吗 说实话他不想去 而且他更不想让叶黎去 那只紫毛鸟就那么重要吗 渝舟暗暗在心底咬牙 走吧 我们一起 既然莉莉要去 他必然得跟着 还有莉莉 你该吃药了 渝舟到处一颗药丸 直接塞入叶黎口中 这些天来 他每天都会提醒叶黎吃药 再过三周 莉莉的逆龄就该成熟了 渝舟心底充满期待 到时候 黑黑黑 海岸边 久慈喜极而泣 李宝 你终于来找我了 呜呜 李宝 你都不知道 这几天我吃不好睡不好 就怕你出什么事 久慈向叶黎塑了一顿苦水后 挑到了一旁满脸愤然的人鱼 就是因为这条人鱼 他才和李宝分别这么多天 他居然还用铁链子拴住李宝 真是可恶 够了 你看过没有 渝舟双眸犀利 呵 这只鸟果然是情敌 我们要回去了 你快点进入莉莉的空间 我可没有多余的人鱼珠给你用 催催催 催什么催 久慈没好气地回登渝舟 他刚和李宝团聚 没一炷香的时间 眼看催促久慈不行 渝舟将目标转移到叶黎身上 他故作痛苦的模样 莉莉 我感觉体内的避海之心 发挥作用了 我得赶紧回去闭关 舟舟 怎么了 你再坚持一下 在渝舟的痛苦中 叶黎快步走到他身边 死宝 舟舟现在看起来不太好 你先进到我空间里去 等我将他送回去 再去空间找你 久慈用力剁了一下脚 你就装吧 谁能装得过你啊 话落 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种植空间 看着久慈传回了空间 渝舟也不同了 拉住叶黎便向大海内游去 等两人再次回到仁渝王宫时 寝殿内的珊瑚屋已经扩建完毕 除了设施齐全 装修精美 里面所有的窗户都被封得严严实实 想要出逃简直难如登天 周周你在收拾什么东西呢 没没什么 李李我自己收拾就好了 你快去休息吧 渝舟左躲右躲 就是不让叶黎看到他身后藏了什么 算了不让看就不看了 他打了一个哈欠 确实有点累 是该休息了 次日人渝王国召开了一场会议 叶黎也被渝舟拉过去开会了 这次出门 渝舟也没忘记给叶黎带上那副银制索靠 两人刚走到大厅门口 正巧迎面撞上了渝威 与此同时叶黎的脑海中系统音响起 渝威只感觉自己的心脏猛烈地跳了一下 太阳装若无其事地将目光收回 电内的气氛格外严肃 在殿堂的最里面坐着一位体型健硕的雄性人鱼 这位是渝舟的父亲 也是人鱼部落的首领 渝舟带着叶黎坐在宫殿旁边的第三排 第四排坐着的一条青色雌性人鱼 含笑换了一声渝舟歌 这是我的妹妹 渝书 叶黎和渝书对视一眼 含笑点头 所有人齐后 坐在宫殿中间的男子庄严开口 杀人王国前些天又对我们落单的子民发动了攻击 此事非常严重 需要我们人鱼王国的子民引起重视 大家要加强对人鱼王宫边境的巡逻 不能让那些杀人有机可乘 会议结束 渝舟悄悄松了口气 莉莉我们回去吧 回去补个叫 叶黎向周边左右打量 她总感觉有一抹视线在盯着自己 从刚才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过 看到渝舟冲自己伸出手 叶黎也没有多想就跟着离开 却不知不久后 被杀人偷袭的可能 叶黎更觉得要快速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 种植空间内 叶黎来到谷蒂面前 是时候让她交房租了 谷蒂 你今天先帮我把木系异能提升到八阶吧 阿正 谷蒂犹豫起来 提升修为不可一蹴而就 我先帮你提升到七阶怎么样 行吧 那就先一阶 叶黎张开双臂 开始吧 一旁的九瓷捏紧了拳头 纠结了半天都没有说出不同意这三个字 她记得谷蒂说过 长成古术传递异能 是需要藤蔓接触皮肤的 这和直接与李宝肌肤相贴有什么区别 谷蒂亲了亲嗓子催促道 小人鱼 紫毛鸟 我要施展秘术了 你们俩需要回避一下 边说 谷蒂伸出藤蔓 藤蔓泛起绿色的光芒 开始吧 我需要做什么 谷蒂瞟了一眼远处的九瓷和鱼粥 发现他们俩确实没有偷看后冲的叶黎道 你先把衣服脱了 叶黎将自己白色的外搭脱下 谷蒂继续催促 里面的那一层也脱了 这件也脱了 她可就真的是赤条条了 不需要 就这样来吧 效率低点就低点 谷蒂不再强迫 她的藤蔓快速生长 将叶黎围在中间 叶黎摸了摸环绕在身边的藤蔓墙 将身体贴在了藤蔓上 藤蔓绽放出青灰色光芒 光芒汇聚 渐渐凝聚出一抹人影 宛若一位漂浮着的精灵 你是谷蒂吗 叶黎的眼底划过一抹惊艳 嗯 你过来吧 叶黎向前迈不来到谷蒂面前 谷蒂一把将叶黎揽入怀中 我要咬你一口 你做一下心理准备 她张嘴缓缓咬向叶黎的后颈 那里一般只有雄性女 雌性结双向伴侣 七月十才会疼影 叶黎没想到传送修为也会被触破 两人接触之地 开始散发淡淡的暖流 藤蔓从两人的脚底开始缠绕 将他们之间的缝隙填满 叶黎只觉自己靠在了一个大能炉上 谷蒂身上的木系 能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往他身体里钻 三天后 渔州在原地直转圈 他在此期间去查看了不少次叶黎的情况 每次都被那藤万强挡下 莉莉不会有事吧 看吧 别以为谷蒂是什么好人哦 他活了千年 坏心眼多着呢 九慈决定趁机将渔州拉到自己的阵营 他施展这个秘法需要肌肤相贴 说不定李宝出来后身上又多了一个伴侣印记 边说 九慈心中又浮出一抹酸涩 他什么时候也能成为李宝的寿佛呢 什么 惜肤相贴 多一个伴侣印记 渔州眼底立刻窜起火苗 稀疏的声音传来 禁闭五日的藤万强露出了一个口子 九慈和渔州终于见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人 李宝 你终于出来了 九慈一把将叶黎抱在怀里 莉莉我也想你 渔州调转身形从叶黎的身后拥抱他 周周 你能再按上幻化成双腿吗 叶黎满眼惊讶 渔州的嘴角微勾 稀稀 幻化成双腿后做某些事就更方便 古地一棵树看着三人拥抱在一起 不由的调侃出声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多少年没见了 才不是他酸了 他都抱了整整五天了 要是让这俩人知道 估计要羡慕极度恨死 叶黎从九慈和渔州的怀里正脱开 眸中略带担忧 我们得回去 你莫名其妙消失了五天 会引人怀疑的 没关系的 莉莉不用担心 李宝 你又要走了 九慈眼底皆是不死 他虽然和叶黎在空间待了五天 但是真正接触的时间也不过半珠相拔 叶黎宠密的揉了揉九慈的头 时间紧任务中 他也没办法给九慈分配更多时间 莉莉 我们得走了 渔州捏了捏叶黎的手 这里情敌太多了 他得带叶黎离离开好过二人世界 望着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落寞的不只是九慈 还有站在一旁默默观望的谷地 古地莫名觉得胸口有点难受 这是怎么回事 一定是错觉 两人刚回到海底宫殿没多久 门口便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刚一开门 一道浅粉色的身影便焦急地看向渔州 渔州大人 你可算回来了 叔叔姐让您过去一趟 渔州打量着面前之人 这人确实是渔州的贴身捕你 莉莉 叔叔找我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还不等夜里答应 粉色人鱼便连忙摇头 叔叔姐说 只让您一个人去 渔州神情变得严肃 他感觉有些古怪 什么是只让他一个人去 还不许莉莉去 不行 要么我和莉莉一起去 要么我们俩都不去 渔州的目光将眼前的人鱼 再次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这一看又发现了几分怪异 他似是精心打扮过 身上还能隐隐闻到一股异响 这 前粉色人鱼说话之无情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去 等到了叔叔大人的住所 您再自己进去就好 在粉色人鱼的引路下 夜里和渔州一同向着渔州的方向游去 叔叔找我什么事 渔州看着周围逐渐荒凉的道路 他记得去叔叔的宫殿 根本不需要经过这里 您到了就知道了 叔叔大人他很着急 粉色人鱼含糊敷衍 说话的途中 他的速度还越来越快 站住 渔州的身形停顿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别比我把你抓起来审问 真的没什么 渔州大人我求你跟我接着走吧 眼前的人鱼扑通跪地 实话和您说吧 渔州姐姐被抓走了 那火人的首领告诉我 必须要把你引到那个房间 不然他们就会对渔州大人 做不好的事 那你就真来找我了 你怎么不去找我父亲 不可以 那群人说了 如果我敢动什么歪心思 他们就直接对渔州做不好的事 求求你了渔州大人 救救渔州吧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渔州是我亲妹妹 我哪有不救的道理 你先把那些人交代的事情 全都告诉我 此事需要从长计 叶黎在一旁听着 眼底浮现出淡淡的疑惑 他们就说让我把您单独 引到那个宫殿去 然后他们会派遣一位雌姓和您 和您 渔州听着他的描述 眼神愈发阴沉 两久 他和叶黎对视一眼 两人决定将计就计 周周 注意安全 叶黎冲着渔州摆了白手 眼底漫上担忧 渔州依依不舍地看着叶黎 莉莉 你会在家等我的对吧 当然 你也注意安全 我会在家等你一直到你回来 叶黎望着渔州逐渐远去的身影 双眸深沉 他怎么可能放心渔州一个人去 那位雌姓人鱼身上有太多的一点 他答应渔州回家只是想让他放心 同时也是想让他身边的雌姓人鱼放松警惕 在和系统兑换了几瓶隐身药水后 叶黎悄然跟随到渔州两人的身后 两人兜兜转转走向一处偏地 叶黎加快脚步跟上 一进门 便听到来自那雌姓人鱼的家子音 渔州大人 那群人吩咐我把您绑到床上 不知道可不可以 渔哥哥 你刚刚说的可没有这一项 你说的只是把我引过来 渔哥哥眼底立刻泛起泪花 是的 您看到那边的刺瓶了吗 那里面的就是迷药 只要少量加入便可制人昏迷 他们其实是让我把你弄晕 然后绑在床上的 我刚刚没说 只是怕您的雌姓担心 渔哥哥一边拿起锁链一边柔身安抚 您放心 这锁铐锁不住修为八戒以上的异首 只要您使用权力 绝对能轻松挣脱 而且我一会儿会把钥匙藏到您手心 等他们安排的雌姓到了 您直接用钥匙解开就行 那些坏人会在暗处偷偷检查 如果他们发现我没将您锁起来 一定会对渔叔大人不利的 求您了 叶里总感觉这个渔哥哥说的话前后矛盾 但一时间他也弄不清楚到底哪里有问题 渔州将手伸到渔哥哥面前 眼眸冷素 你先把钥匙给我 渔哥哥顿了一下 随后将钥匙交到渔州手中 渔州大人 现在您躺下吧 好了渔州大人 我其中一部分的任务完成了 渔哥哥缓缓退下 拿起了一旁的瓶子 他将瓶子里面的药水 全部倒入特制的海草上 猛然上前捂住渔州的口蜜 看着渔州惊诧的目光 渔哥哥眼神兴奋 渔州大人 其实我就是那群坏人安排过来的此行 渔州刚挣扎了几下 身下的石床忽然颤动 随后从下方伸出三个铁制架锁 把他牢牢地固定在床上 渔州被架锁扣得一阵凶嫩 他运转体内异能 果然和他想象中的一样质色 他还感觉身上躁热难耐 我要用他威胁你和我一直在一起 渔州用力挣扎 却使不出一丝的力气 所以渔州的事情也是假的对吗 渔哥哥摇了摇头 可惜了 渔州确实被他的一位追求者绑走了 不过我们现在不要再提别人的事了 你放心 我会让你舒服的 渔哥哥眯起双眼 抬手向着渔州摸取 怎么回事 渔哥哥感觉手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想再往前伸一分都做不到 难不成是见鬼了 一道熟悉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他身侧 渔哥哥的视线对上 叶里水蓝色双眸 必是一瞬间被抽空 叶里的眼睛似是有魔力般 让他的大脑瞬间放空 此时的他正处在 叶里的催眠术之中 把渔州身上的枷锁给我打开 渔哥哥愣神了片刻 似是在消化叶里的指令 好的 渔哥哥摸出钥匙 向着渔州身上的锁铐插去 锁铐全部被解开后 叶里抬手在渔州空洞的双眸前晃了晃 周周 你怎么样了 渔州的瞳孔微微动了一下 却没有任何反应 你把他怎么了 叶里愤然看向渔果骨 我给他下了特制的药 除了和他交尾 没有别的解法 这种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难熬 而且会让他全程没有记忆 叶里心下一片复杂 渔叔呢 他被谁绑走了 他被沙子绑走了 按照时间来算 估计已经到杀人部落了 叶里心下一颤 又询问了几件事后 抬手将渔果果打晕 热 好热 渔州难耐的在床上扭动 莉莉难受 莉莉救我 渔州咬唇企图换回一丝理智 他不知道眼前的是谁 但他只想要莉莉 完了完了 纯情美男于发现自己被玷污了 他被别的雌性碰了 他不干净了 渔州后怕的幻想着 莉莉得知真相后的失望场景 却不知昨夜帮他渡过难关的 正是叶里本人 一天前 他被恶毒雌性陷害险些失去真操 失去意识之际 叶里及时出现 即便已经神志不清 渔州的解药只能解除 渔州身上的软金散 至于剩下的药效 只能由他亲身帮忙 叶里将渔州重新放到床上 周周 你好一点了 眼见渔州的神色逐渐平静 叶里的心稍稍放松下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为了给渔州降温 叶里凝聚出冰块 直接放到他怀中 却在松手的那一刻突然被圈住 渔州微微抬头 我不要这个 他一把将冰柱扔远 莉莉换 拿冰块动我 扯开渔州的手 进入种植空间内 准备将好好清理一番 就在他离开不久后 渔州缓缓醒来 他看着一床狼藉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昨晚的是他不太清楚 只一息记得自己抱着一个瓷性 渔州惊恐地蜷缩起身体 那个瓷性是莉莉吗 如果是的话 他现在怎么不在身边 而且他昨天是亲眼看着莉莉离开的 所以莉莉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 所以那就只能是那个坏瓷性瑜伯 把他靠起来 给他下药 触碰他的身体 然后 渔州越想越崩溃 他不知道之后该如何面对莉莉 他不干净了 他被别的瓷性碰了 甚至可能和别人做了那种事 震怒 后悔 烦躁 难受的情绪交织 渔州彻底崩溃了 都是那个鱼果果做的 他现在要赶紧抓住他 然后弄死 渔州不知道为什么鱼果果会放弃 和他缔结办理契约的机会 但幸好昨晚没结期 他和莉莉还有机会 渔州将鱼尾重新幻化出来 向着门外快速游去 此时正在空间内洗澡的叶黎 完全不知道渔州的心理变化 等重新回到那座寝殿后 已然不见了渔州的身影 他去哪里了 难不成是自己先回家了 渔州在人鱼王宫内 找了一圈鱼果果无骨 他颓然地回到自己的寝宫 关上门口一拳一拳 砸向院内的岩石 可恶 那个该死的雌性居然躲起来 而且莉莉呢 莉莉怎么不在这 他说好了要在家里等她的呀 难不成遇到什么危险 渔州渔望见到叶黎 又害怕见到叶黎 他不知道要怎么和叶黎解释昨晚的事 叶黎回到渔州的寝宫时 只见渔州蜷缩在角落 身体不停地抖动 周周 你怎么躲在这 叶黎抬手揉了揉渔州的脑袋 心下疑惑 这是在哭吗 他为什么要哭 感受到叶黎的触碰 渔州想要好好看看叶黎 再抱抱他 但他的头刚抬起又堪堪停住 他现在一定很狼狈 眼眶一定很红吧 周周 你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看着渔州又继续抖动的肩膀 叶黎心底迷茫 难不成渔州知道 他妹妹渔叔被杀人绑走的事 这样想着 叶黎柔声安慰 别难过 渔叔一定会没事的 渔州薄唇亲密 他还是不能瞒着李莉 李莉 我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坦白 我昨天和一个雌星睡了 但我不知道是谁 渔州边说 边观察叶黎的神情 在注意到叶黎脸上的震惊时 渔州只感到呼吸一致 李莉不会是嫌弃他了吧 李莉 你要相信我 我是最爱你的 我们俩没有签订办理契约 说着说着 渔州眼底又漫上淫淫泪光 一副生怕叶黎嫌弃的模样 叶黎心下一颤 所以渔州是在因为这件事难过吗 真是一个小笨蛋 叶黎扑入渔州的怀抱 笨蛋 昨晚的人是我 你不是叫了一晚上我的名字吗 我还以为你知道 渔州忽然心跳加速 昨晚的人是李莉 当真是太好 说到这 有个人需要你处理一下 叶黎轻轻挥手 一条昏迷中的粉色人鱼 出现在两人面前 看到此人 渔州的火气就蹭蹭飙升 他狠狠捏住渔果果的脖子 要不是莉莉 昨晚就被这个雌性得手了 渔州越想越愤怒 手上的力道没控制好 等松手时 渔果果已然没了呼吸 渔州呆滞地转身看向叶黎 莉莉 我好像杀人了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办 莉莉一定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了 渔州瞬间感觉天又塌了 杀都杀了 渔果果也不是什么好人 计划后 拉着叶莉走向一处 无人敢靠近的深渊 叶莉用力将渔果果的尸体丢下 随后拉着渔州扬长而去 那海沟实在太深了 再多看一眼 估计恐高症就犯了 原本登龙鱼在空间内 一直守在渔果果身边的 他望着渔果果的尸体口水滞溜 再注意到叶莉将渔果果的尸体 拿走并且要将它丢到海沟之下 登龙鱼急患 在系统的提醒下 叶莉将登龙鱼放了出 便看到登龙鱼一往无前的 向着海沟内降落的渔果果追去 却不想忽然一条宽大触手从海底伸出 猛然将登龙鱼缠住 向着深渊拉去 叶莉想跳下去就 却被渔州紧紧还住 不要去 那只怪物是真正的时间 咱们三家在一起都不够给他塞牙缝的 叶莉趴在海沟上 向着登龙鱼离开的方向伸手 虽然和登龙鱼相处的时间很等 但好歹也是和他签过契约的座棋 他的灯灯好像被吞了 宿主放心 登龙鱼虽然被吞了 但一时大会儿死不了 此次有更重要的是要和宿主说 我们最后一个要攻略的男主找到了 叶莉不可思议的睁大双眸 最后一个男主是他 没错 他是海洋中的霸主 活了上万年 为人高冷慢热 但攻略成功后会变得极为热情 攻略难度 可惜攻略任务 让他把登龙鱼吐出来 刷满好感度 给他取一个让他满意的名字 让他同意跟随你离开 宿主快点行动吧 去得晚了 登龙鱼估计就要被消化了 叶莉看向深不见底的海沟 下去之后不会被水压压成肉泥吗 清楚可以购买抵御水压的无比防御 一个时辰一千积分 叶莉说要下海沟去解救登龙鱼的决定时 属实把渔州吓到 他报警叶莉不肯松手 叶莉都怪我 我不该带你来这儿 你别下去 你想要登龙鱼 我再给你找 叶莉在渔州怀里挣扎 别抱了 再抱登龙鱼真被消化的骨头扎都不剩了 况且一个时辰一千积分 不是闹着玩呢 最主要的是 没有了登龙鱼 他之后在海底乘坐什么呀 逃跑都不方便 舟舟快松开 我不去了好吧 叶莉用着温柔的声音安抚渔州 叶莉不再挣扎 顺着渔州的力道 被他向着那个看起来更安全的方向脱去 在渔州松开他的那刻 叶莉迅速将渔州传送到空间之中 趁着无敌防御技能还在 他在夏前过程中喝下一瓶饮身药水 向着深渊之下游去 眼前的黑影逐渐消散 入目是一团棕红色的怪物 这是一只巨大的章鱼 可以说是所有章鱼的鼻子 叶莉下意识地倒吸一口凉气 一一 你确定没弄错攻略对象吗 话落 叶莉手中忽然多了一个大瓷瓶 叶莉勉强将瓷瓶暴舞 将液体全部倒入那章鱼的鼻孔 然后迅速传送回空间 下一刻 海浪翻卷 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 海下传来阵阵噪音 仔细听能发现有些像兽人的肝傲 风波渐渐平静 叶莉从空间内走出 灯笼鱼已经被吐了出来 一人异于相互对视 接在对方的眼底看到清醒 叶莉不知道为什么 手臂上的汗毛倒数 种植空间内 一道阴寒的视线正盯着他 叶莉冲着渔州扯了扯嘴颈 周周 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莉莉 你骗我 你答应过我说不去的 叶莉 叶莉惊讶 之前好不容易把渔州的黑化值 降低到三十 怎么忽然又长回去了 渔州伸手在叶莉的手臂上摸索 一滴血滑落 叶莉就灯笼于是太过急切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割了一下 周周不用担心 这点小伤 我半个治愈术就能好 渔州邪魅的舔了甜指尖的鲜血 莉莉 你明明答应过我 叶莉心下微微一颤 周周 淡定 我会给你一个解释的 气氛僵持之际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渔州你在干什么 九词从远处飞来 愤然拍掉渔州紧握着叶莉的手 李宝 他是不是把你掐痛了 你刚才是在干嘛 你是想捏死李宝吗 尖锐的声音传入渔州的脑海 一瞬将他的意识激醒了几分 就连黑化值也减少了十点 渔州这才意识到刚刚的不妥 莉莉对不起 我刚刚下手太重了 没事 我也有错 叶莉摸了摸渔州锤下的头 想到他还要去攻略外面那只章鱼怪 又有些无可奈何 慈宝 周周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你们在这乖乖等我 叶莉说完没给对方接话的机会 便直接从空间中离开 重新回到海沟之下 叶莉发现刚刚的那一团庞大的黑影 已消失不见 在系统的指挥下 他潜入了海沟之下的一个巨大山洞 这里恐怕就是那海洋霸主的栖息之地 然而八爪鱼是没有找到 倒是找到了一个浑身散发着 生人物尽栖的俊美男子 你是谁 速速离开此处 这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男子一转身 使叶莉清晰地看到了他后背上的光影 他的背上竟然有着数条棕红色的触景 都说妖兽在十阶之后就可以选择尝试画形 望着男子健全的四肢和残留的妖兽标志 看来他已经成功画行了 就是还不太完美 回想到系统介绍的关于海洋霸主的攻略任务 叶莉向着他离开的方向大声喊道 你有没有名字 我可以给你取个名字 包你满意 男子脚步微微停顿 男子的眼底划过一抹兴趣 面上却依旧没有多余的表情 海沟之下已经好久没有生物和他说话 突然有人和他说话 好像也蛮有趣的 海洋霸主好感度加一 总好感度一 叶莉接连又给他取了十多个名字 他要么沉默 要么态度坚定地拒绝 不愧是五星攻略难度 取个名字都这么费劲 要不你跟我离开 我慢慢给你取吧 叶莉仰起嘴角魅惑一笑 望着叶莉明媚的笑容 男子的好感度又增加了一点 我在这里待得好好的 干嘛要和你离开 只要你和我回去 我不仅帮你取一个你满意的名字 还帮你消除化形所带来的后遗症 海洋霸主神情微顿 口说无凭 你先帮我把身后的触手收回去一根 我就相信 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那些触手便争先恐后地往叶莉身上沉 叶莉挥开触手 从空间内拿出一颗化形草 这是我偶然获得的化形草 你服用一下试试 海洋霸主眼底炙热 他知道化形草的珍贵 而且化形草是陆地上的植物 就算它再有实力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一口吞掉化形草 几个呼吸后 身后那八条触手慢慢收回去了一根 他满脸愉悦地望向叶莉 我也不白拿你的东西 那边洞内的东西你随便挑 叶莉没有向洞内走去 而是冷静开口 一颗化形草并不能帮助您消除所有的后遗症 我这里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一株新的化形草成熟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 之后的那些化形草可以让你使用 直到你的后遗症全部消除 海洋霸主双魔威宁 似是在思考叶莉说话的可信度 这样一株化形草我可以和你待15天 这15天里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 我会出手帮你 但希望你可以信守承诺 一直帮我将后遗症根除 如果15天内拿不到下一颗化形草 我就直接离开 成交 从现在开始我要是遇到什么危险 你可要来帮我 叶莉圈住了他手腕 带着他消失在了原地 叶莉特地在空间内找了一个水源多且偏远幽近的地方给海洋霸主 忙完一切后 叶莉冲着渝州挥了挥手 舟舟 我们走吧 看到叶莉回来 渝州愉悦地将叶莉揽入怀中 这一抱 她的神情呼得一致 莉莉 你身上怎么有别的雄性的味道 而且闻起来还是她非常讨厌的八爪鱼 叶莉的最后一位攻略目标终于出现 竟然是深海之中的章鱼霸主 一一 奇怪的姿势好像又可以增加了 在闻到叶莉身上有了别人的味道后 渝州彻底醋了 莉莉 你身上怎么有别的雄性的味道 叶莉被问得浑身一颤 她抬手嗅了嗅 确实有一股淡淡的章鱼年夜味 她俯身在泉水内清洗了一下手臂 冲着渝州弱弱一笑 可能是刚刚就灯笼鱼时不小心沾到 是吗 渝州微微醋眉 宁谋思索 我们快回去吧 速度快点说不定能赶上一起去救渝州 话落 叶莉从水中捞出灯笼鱼 另一只手拉住渝州一起传送出种植空间 叶莉和渝州两人回到人鱼王宫市 王宫前已聚集了大量人鱼 救回渝州大人 无数渝人振臂高呼 手中的三叉几瓷七笔伏 渝微看着众人到其也不准备继续废话 准备带兵起身前往沙人部落 浩浩荡荡的人鱼大军 足足花费了三天时间才抵达沙人王国边境 叶莉打量着周围上万条人鱼 忧虑地看向渝州 这么兴师动众 士兵们估计会有不少折损吧 一些兽人的话 胜率还是有七成的 进攻 渝微一声令下 所有的人鱼整装带发向城门内攻去 渝微双眸威和 食指交叉放于胸口 口中吟唱着优美的旋律 他的周身荡漾着粉白色光圈 这是他的异能 安抚人心 无无吐气 有了精神力的加持 人鱼族的军队可以发挥百分之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战力 在激烈的兵刃交织中 众人成功破开杀人王国的城门 一瞬间战况格外的顺利 很快杀人王国的援军赶到 两军交战 厮杀惨烈 渝周在一边暗暗观察 现在杀人王国已经出动了四个酒劫 既然现在用不到我们亲自上手去打 不如我们悄悄前进去救渝叔吧 渝叔现在还被杀人挟持 他一刻不被救出来 就一直会成为人鱼王国的隐患 渝周深深看了一眼叶黎 潜入杀人王国的任务非常危险 虽然叶黎有隐身药水那种神奇的东西 但他心底还是不舍得叶黎去冒险 莉莉 后方支援已经过去救援渝叔了 他们应该已经抵达杀人帝国内部 宿主 最好还是独自去一趟 不仅能增加渝叔对面的好版度 还可以提高人鱼王国的获胜率 听了系统的话 叶黎毫不犹豫喝下一瓶隐身药水 周周 我要去救渝叔了 你别担心 发落 叶黎向杀人王国的核心地带游去 什么 带我一起啊 等于周回神时 眼前连叶黎的影子都没有 莉莉居然不带我 哼 叶黎向着系统指引的方向小心游去 刚到门口便听到交谈之声 叔叔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就答应做我的慈性吧 虞叔漂亮眸子此时满是厌弃 他被捆绑在座椅上 动弹不得 而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鲨鱼雄性 叔叔 我原本并不想这么对你的 他的两只大手向着虞叔的衣服伸去 叔叔 你的逆铃呢 虞叔嘲讽地看向面前的杀人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怎么可能不好好说起来 叔叔 只要你将逆铃交给我 我保证今天不动你 虞叔双目愤然 沙莉 你就别做梦了 我不可能和你截履 也不可能将逆铃给你 几句话点燃了沙莉心底的怒火 他一把将虞叔扛起 丢到床上 清脆的花瓶碎裂声忽然响起 鲜红色的血液顺着沙莉的额角上流下 是谁在这儿 别在这里装神弄鬼 叶黎看向手中碎裂的花瓶 又看了一眼沙莉流血的额头 他这么用力都没晕 九阶雄性杀人的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灯笼鱼召唤了出来 趁着灯笼鱼和沙莉周旋 叶黎连忙将鱼叔手腕上的绳子解开 将它传送到种植空间 在鱼叔消失在原地的同时 叶黎轻轻喊了一句灯灯 于是沙莉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巨大的灯笼鱼从眼底消失 他不可思议地揉了揉眼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身上的伤痕还在 沙莉都觉得刚才经历的都是幻觉 进入空间后 叶黎的身影在于是的眼前逐渐显 叔叔别害怕 我们已经脱离危险了 是你救了我 于是目光中充满惊喜 对叶黎的好感度快速提升 系统的警报声在叶黎的脑海中连串响起 叶黎带着灯笼鱼 悄悄向着系统锁止着的方向流去 拐了一个弯后 黑色的杀人在前方来回徘徊 他依次推开紧闭的房门 并在里面仔细寻找目标 秀主 于昭就在您左手边的第三个房子里 第三个 不就是黑色杀人即将要推开的那扇门吗 灯灯上 帮我拖延一下时间 把它引到别的地方去 正要开第三扇门的黑色杀人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响动作一顿 两米长的尖刀直接向着灯笼鱼扎来 灯笼鱼一个急刹车 向着身后飞速游去 临走前还不忘放射一亩强光 恍晕那位杀人的双眼 黑色杀人只感到双眸一痛 别跑 你这条死鱼给我站住 夜离看着九阶杀人跑远 他溜到了那第三扇门的门口 悄悄打开了门 他刚钻进门缝内 便感受到耳边传来强势的水流波动 莉莉 可算找到你了 渔州刚刚本来想直接扭断来人的脖梗 但在注意到来人是夜离后 才转换了动作 夜离抬眸望向渔州 周周 你怎么了 此刻渔州的小腹上缠绕着一圈圈海草 正往外渗着鲜红的血液 莉莉 我们快离开这里 杀人的嗅觉非常灵敏 我怕一会儿他们就会找来 夜离点点头 迅速转移到重置空间内 就在两人离开的那一瞬 刚刚紧闭的大门被用力撞开 黑色的九阶杀人提着长刀冲了进来 在闻到房间内若有若无的血腥气息 他开始疯狂寻找 重新踏入这个房间之后 他心底的疑惑全部散开 果然是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在处理好渔州的伤势后 夜离陷入思考 现在灯笼鱼不在身边 外面还有九阶杀人守着他们 战争如火如荼 这可怎么办 良久 夜离四世想到了什么 带着渔州来到了 种植空间内的偏僻角落 海洋霸主 你出来一下 我遇到危险了 气氛沉默良久 回应夜离的是不断拍打的 这家伙不是说他如果遇到危险 会来帮忙的吗 还想不想要化形草吗 想要就快点出来 那么稀少珍贵的化形草 我可不会随便给一个 不帮我忙的人 一旁的渔州疑惑的挑眉 稀少吗 他之前明明看到 莉莉有一圆子化形草 海浪翻滚 一条棕红色的章鱼触手 从海平面下伸了出来 什么事 外面有一只九阶杀人要杀我 你得帮我 我最近又打听到了一颗化形草的踪迹 如果你这次帮我的话 十天过后我一起给你两颗 行 成交 原来莉莉之前身上的八爪鱼气息 来自这只海洋霸主 看他这个样子 应该不会会成为情敌吧 渔州的轻松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几乎是下一秒 他就不淡定 海洋霸主的身体迸发出绚丽光芒 一位俊美男子出现在两人面前 男子的容貌非凡 举手投足间有一种淡漠凛言的气质 我们走吧 这次夜离和渔州没有服用隐身药水 而是直接带着海洋霸主 明目张胆地走了出来 原来你们藏在这里 是出来受死的吗 话音未落 黑色沙人直接抄起手中 尖刀向着三人冲来 看着急速冲来的沙人 海洋霸主轻叹一口气 真麻烦 他的手指只是在空气中点了一下 那冲过来的沙人似是被按了暂停键 随后狠狠地飞了出去 你们俩在这稍等我一下 海洋霸主向着沙人倒飞的方向冲去 下一刻 哀嚎声在这片水域中不断回答 九节沙人简直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 夜离只赶到驳梗处传来一片鸟翼 他伸手戳了戳 随后一片水蓝色的鳞片滑落 回眸便见渝州正用一种炙热的眼神望着他 莉莉 可以把那块鳞片送给我吗 夜离捏着手中的鳞片沉银片刻 诺 给你 得到夜离肯定后 渝州的神情格外的愉悦 他小心翼翼地接过鳞片放入锦盒 又将那个小锦盒放回到空间宝石中 解决了 我的两颗化形草别忘了 冷肃的声音飘荡进两人的耳朵中 咚的一声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九节沙人被扔了过来 渝州邪逆了一眼地上的沙人 杀了吧 留着他早晚都是隐患 莉莉后退 话落 一把匕首划过那沙人的脖梗 浓浓的血腥气息伴随着海水蔓延 夜离这边解决了一位九节沙人 并且成功搭救了渝州 为人鱼王国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在接下来的七天战争中 沙人大多数都被清除 人鱼王国顺利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回到人鱼王国的当夜 渝州双眸炙热地将夜离按下 莉莉 我们之间的账该算一下了吧 骗我离开 然后独自去就登陆鱼 丢下我 自己潜入杀人王国内部 夜离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 眼神飘忽 当然 只要里离你今晚和我签订伴侣约 那么这些事我都可以不计较 边说 渝州向他伸出了手 夜离抓住他作乱的手 好 我同意 开始吧 渝州满意地勾唇 挥手凝聚出一颗气泡 隔绝了这片空间的海水 蓝色与青白色的丝线交织 彼此相互缠绕 密不可分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 渝州嘴角露出一抹坏笑 他忽然凑过来俯身一吻 一阵小幅度地颤抖在夜离的身体里回荡 喉咙滚动 一颗蓝色的珠子被渝州闲在口中 与此同时夜离全身光芒大放 浅蓝色鱼尾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双修长的双腿 一对毛茸茸的耳朵从头顶掌出来 夜离打亮着自己身上的变化 他这是变回来了 渝州灼热的目光投了 莉莉 你的白狐形态实在太可爱 为什么要把我变回来 我们开始吧莉莉 我已经等不及了 对于和夜离缔结伴侣契约这件事情 渝州期待了那么久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他激动地抱着夜离一遍又一遍 真是太好了 以后他也有自己的雌性 此时的夜离已经疲惫地昏睡过去 渝州伸出手在夜离的脸颊上俯过 似乎是想到什么 他从空间宝石内拿出一个小锦盒 小锦盒被打开 那里存放着一颗直径 约为两厘米的浅蓝色药丸 他拿起药丸吞入腹中 他还有些事要做 得稍稍离开一下 在检查完气泡的坚固程度和氧气浓度后 又忘了沉睡中的夜离眼 渝州游出珊瑚屋 并且降门锁好 就在渝州离开珊瑚屋的那刻 一只八爪鱼鬼鬼祟祟地挥动着触手游了锁 他抬起触手撬动门锁 微妙地触感传来 他一把捏住一条触手 你是谁 鬼鬼祟祟地想做什么 姐姐 我是来救你离开这里的 呼吃一声 粉色八爪鱼忽然变成了一位少年 眨巴着双眸无辜地望着夜离 救我离开 夜离瞟了少年眼 我留在这是自愿的 你走吧 被拒绝后 少年也没打算放弃 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姐姐求求你就跟我走吧 不然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不只是姐姐你 还有余威姐姐 但他太凶了 所以我选择了你 他 他是谁 夜离还想问些什么 却不想眼前的少年忽然抱起 他将夜离按在身下 用一块撒了迷药的海草 捂住夜离的口鼻 你问题怎么这么多 直接跟我走不就好吗 少年显然不打算继续装了 他的体型不断变大 逐渐长成了一只成年八爪鱼 就当他以为自己将要成功之时 不知从哪来的兵锁 将他的触手全都缠住 狠狠地甩不出去 与此同时 夜离的身影也从他的眼前忽然消失 八爪鱼不断在珊瑚屋内翻整 而夜离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在此刻徘徊了两久 最后故意在夜离被子上 丢了一坨粘液扬长而去 空间内 夜离不断咳嗽着 他刚刚吸收了一些海草上的气体 现在不仅浑身异能质色 还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直到吃下系统提供的解药后 意识才逐渐清明 回想到刚刚压在自己身上的八爪鱼 夜离只感到全身恶寒 宿主是否要跟踪那位八爪鱼兽人 有80%的概率增加鱼威的好感多 他定了定心神 决定在那条八爪鱼离开时悄悄跟上 不过他现在摸了渔州的娇人猪 无法在海水中随意活动 只好怒花998积分和黑心系统 兑换三天的人鱼形态套装 而此时另一边 渔州来到一座把守森岩的大殿内 他欣喜地将一堆类似鱼卵的东西 存放在一个泡泡里 鱼卵有几十颗 但最终只会有一两个最强的成功复化 这就是他们人鱼一族一直流传的复化方式 渔州望着透明的培养泡泡眼底星系 这里将会复化出他和叶鲼的宝宝 妥善安放后 渔州欢快地向着家的方向游去 他回来时 叶鲼刚尾随八爪鱼离开 看着被破坏的门锁 渔州心慌地破门而入 没有 没有 不见了 渔州在心中暗暗祈祷叶鱼是进入到空间内了 这是什么 渔州在叶鲼盖过的被子上摸了一把 入手黏黏滑滑的 这东西 华晨辉他都认得出来 这是八爪鱼的年夜 但和叶鲼空间内海洋霸主的味道略有不同 是有另外一只八爪鱼拖拖潜入 并且把莉莉带走 渔州顿时感觉天斗他 另一边 叶鲼一路尾随八爪鱼 只见他静止向着渔薇所在的别院游走 等到了渔薇家门前 八爪鱼兽人悄悄将触手伸到门缝中 咔哒一声 大门被悄然打开一个缝隙 大八爪鱼一路轻车熟路 带着夜离向着主院走去 院内 渔薇坐在主位上 两位兽夫坐在他的身侧 一道身影缓缓从远处走来 来人面色从容 举止大方 再看到渔薇的那刻 恭敬地行了一礼 张胜 你怎么进来的 渔薇轻轻挑眉 我想见渔薇大人心切 稍稍使用了一些小手段 渔薇凝视了张胜良久 最后指了指自己对面的位置 少平嘴了 这次我心情好就算了 再有下次你不经通报就偷偷潜入 我直接把你抓起来 说吧 此次前来有什么事 张胜自觉忽视渔薇两位兽夫的 敌意从容的开口 这件事我思索了良久才做下决定 我想当您的兽夫 渔薇沉默良久后淡淡开口 你可要想好了 和我在一起 你的生活可没有什么保障 这我自然明白 渔薇大人贵为人于一族的圣词 三夫四事 不能将你灵交给我 我非常能理解 当然我此次前来不只是要和您表白 还想给您看看我的诚意 张胜右手一挥 数颗泛着紫光的珍珠草 出现在桌面之上 这珍珠草在海洋内非常稀有 在陆地上的产量也非常低 因其美颜功效显著 极受雌性青睐 几乎是功不应求 就算是人鱼一族托人从陆地上购买 每次都不会超过十颗 而张胜一挥手 居然直接摆出二十颗 这就是你所说的诚意 鱼威指尖敲击着桌面 脸上看不到丝毫多余的表情 这二十颗自然是无法打动大人的 但我要是说 我储存了一园子珍珠草呢 鱼威双眸微眯 一园子 你确定 没错 就在不远处的一块陆地上 半天时间便可到达 我可以带鱼威大人去看 鱼威略显迟疑 他不是很想前往陆地 但那满满一园子珍珠草的诱惑力太大 张胜寒笑站起 我可以立刻带您过去 现在正值收获的季节 鱼威大人越走去 使用的珍珠草就越新鲜 效果越好 叶离站在一边嘖嘖称奇 这只八爪鱼还怪会忽悠人的 既然如此 那稍后就出发吧 我召唤一些人手一同前往 鱼威这次带上了七位兽人同行 叶离决定悄悄跟上 在暗中保护鱼威的安全 顺便看看这张胜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一路上 起初气氛十分和谐 众人一边游 张胜一边介绍他发现 并培养珍珠草的经过 不过他这么做 也只是为了分散众人的注意 暗处的几只八爪鱼 受人尾随在队伍的后方 这只七人小队 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五人 再有一炷香的时间就到了 突然间张胜冲着身后 隐藏的八爪鱼们使了一个眼色 原本剩下五人的队伍 忽然间就只剩下了两人 谁躲在那 给我出来 鱼威忽感不对 警惕地看向巨事后一晃而过的身影 抱歉了鱼威大人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 如果你不乖乖配合 你这几位随从可能就要离你而去了 鱼威猛然回头 只见张胜正拿着一把匕首 指着海棒受人的驳狗 我只是想让身为圣词的鱼威大人 帮一个小忙 放心 不会威胁到您的生命安全 夜里感觉时机已到 刚要动手 却被系统的声音叫住 叔叔别急 再等一会儿 到那些出手 可以直接把鱼威的好感不拉吗 鱼威不太情愿地 顺着张胜指引的方向走去 夜里越跟着他们走 越感觉这条路非常的熟悉 直到他看到了 那个深入见底的海沟 这个海沟和当初 他和渔州去抛尸的那个很像 不同的是 这里的位置更接近陆地 走到海沟边沿 张胜给众人使了一个眼色 那些牵制住人质的八爪鱼兽 人们朝着海沟一跃而下 触脚上的吸盘 使他们可以紧紧吸附 在悬崖峭壁之上 鱼威大人得罪了 张胜伸出手臂 还住鱼威的腰肢 带着他一同向的海沟之下跳去 在海沟之下有一个巨大的洞 那洞里蜷缩着一个体型巨大的八爪 老祖宗 我带圣次回来了 你的病有望之好吗 硕大的八爪鱼 在注意到张胜手中的美艳慈性后 眼底泛起一颗星星泡泡 辛苦你们了 放下圣次离开吧 把洞口堵严实一点 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我海洋霸主铭记于心 夜里听着他的话出神 海洋中有这么多海洋霸主吗 还都是八爪鱼 海洋霸主客气了 您的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临走前张胜又忘了鱼威一眼 平淡的话语带着威胁 把我们老祖宗的病治好 你和你那几位随从都不会有事 随着洞口被封死 硕大的八爪鱼愉悦地笑了几声 服务我海洋霸主是你的荣幸 话落 八爪鱼兽人色咪咪地朝着鱼威伸出了手 夜里能感受到 这只八爪鱼的修为和灯笼鱼差不多 虽然很强 但和他空间内的海洋霸主 差得不是一心半点 冒牌或夜里正疑惑者 脑中忽然传来一道冷肃的声响 鱼威看着八爪鱼兽人的动作 连连向身后退去 他右手一翻 一条紫色的鞭子被他召唤出来 将那八爪鱼兽人的触手捆绑在一起 然而九阶中期的八爪鱼 却轻易挣脱了鞭子的捆绑 门口被石墙堵得死死的 鱼威将亦能汇聚于手掌之上 试图暴力破解 但他乃精神吸一兽 并不擅长使用暴力 全力一击也只能让洞口出现一点猎物 触手一瞬缠住鱼威的脚踝 并将他向着自己的方向脱去 八爪鱼兽人神情愈怒 他也不打算继续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九阶的实力瞬间释放 可以了宿主 该把你英雄正美的时候了 夜里和海洋霸主交代了两句后 从空间内退了出来 他退到那裂开的洞口处 解除隐身状态 洋装刚刚抵达的样子钻了进来 大八爪鱼 已赶紧放了微微姐 数条冰锁向在大八爪鱼身上缠绕 硬生生将他和鱼威拉扯出一段距离 莉莉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快点离开开微微姐别担心 我带了帮手来的 随后他钻出洞外 将海洋霸主拉了进来 大八爪鱼吃笑一声 看着洞穴内多出来的人 面露嘲讽 这就是你带来的帮手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吗 但还没有等他了多久 大八爪鱼的神情忽然一领 声音跟着身子一同颤抖了起来 你的修为达到十阶了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海洋霸主面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他转动着手腕 慢慢向着八爪鱼兽人靠近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 冒充我的身份 犀利的哀嚎声响车在空间内 夜里拉着鱼威向洞口外走去 外面守着的八爪鱼兽人 在看到夜里两人出来的时候 琪琪吃了一惊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从洞内 出现两位如此漂亮的雌星 也不知道海洋霸主 为什么会这么快就结束 张胜摆动着八条触手 向着两人游来 还没有等他看清楚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位清冷的兽人 便从里面缓缓走出 他一边走 还不停地搓着自己的手 仿佛刚刚触碰了什么脏东西 他先是冲着夜里点了一下头 随后再看到张胜的时候 神情忽然严肃 下回再叫海洋霸主 十多揉揉眼睛 不是随便一只八爪鱼 就可以被称作海洋霸主的 把他们都给我放了 平安送回人鱼王国去 夜里冲着鱼薇和一众 人鱼挥手告别 微微姐路上小心 你先回去吧 我稍后就来 望着鱼薇等人逐渐远去的背影 夜里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响起 宿主 你想好了吗 只要现在返回陆地并离开 渔州的主线任务就算结束 你就可以去攻略下一位男主了 夜里望了望近在咫尺的岸边 又望了望渔州所在的方向 心下纠结 最终向着陆地游去 他没注意到的是 刚将头转过去的那刻 远处一道蓝色圆点不断放大 夜里从海面下钻出 重新幻化出双腿 向着岸边走去 莉莉 你要去哪 听着身后传来的熟悉声色 夜里的动作不由的一顿 他刚转过身 便撞入了一个温良的怀抱 夜里一时欲色 两久都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渔州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道 莉莉 你是不是想抛弃我 话音未落 夜里只感觉手腕上传来一片凉意 一副手铐烤上了他的一双手腕 莉莉 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这副手铐是我特意找人打造的 可以隔绝空间之力 夜里尝试了几次进入空间 果然都以失败告终 这样的话 岂不是他进不去 九次他们也出不来了 在我查清事情的真实情况之前 只能委屈你一直戴着手铐 渔州重新将叫人渔珠召唤出来 塞入夜里口中 浅蓝色的鱼尾重新代替夜里的双腿 渔州勾了勾唇脚 将他紧紧抱在怀中 温柔的话语在夜里的耳边响彻 渔州每说一句 他的身上就多一条筋骨 咕噜噜的声音不合时宜的 从夜里的肚子里传来 渔州笑了笑 直到现在他都不太相信夜里想要抛弃他 莉莉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你乖乖等我 望着渔州离开的方向 夜里动了动身体企图从床上下去 刚一动作 便引得手腕处 腰脊以及鱼尾处传来的一阵叮当声响 这次渔州好似格外生气 或是害怕 不仅给他刷了不少链条 就连门窗都被特制的石板紧紧汗死 很快门口传来开锁的声响 渔州从外面一端着准备好的吃石油来 莉莉吃吧 渔州捏了一小块糕点递到夜里唇边 多吃点 吃完 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三天后 系统终于憋不住了 宋主 你此次的任务时间快要到了 没想办法遍 夜里这些天已经摸清了钥匙的位置 只要想办法将渔州迷晕 他便可以成功离 门外传来哗啦啦的开锁声音 在渔州游进来的那一刻 夜里看到他的手上 捧着一个特殊的透明圆球 圆球内有着一条水蓝色的小鱼不断游动 逼逼快看 我们的孩子孵化 是一条非常漂亮的雌性小人鱼 夜里震惊 他和渔州什么时候有孩子了 而且都已经成功孵化 这是我们的孩子 夜里将手指伸进圆球中 小鱼立刻轻易地过来蹭了蹭 感受着手指上传来的触感 夜里的心底一片绵软 他的指尖升起一个迷你法阵 趁机和小鱼苗缔结了一个传送契约 此刻渔州感觉前所未有的幸福 有小慈性相伴 也有了属于他们的孩子 周周我饿了 帮我把旁边的糕点递给我 夜里指了指床头的糕点柔美一笑 好的 不知为什么 渔州感觉夜里此刻的笑容藏得淡淡忧伤 难道是莉莉在这里待得太闷 夜里接过糕点 顺便还住渔州的手腕将她拉到床上 她轻咬了一口糕点 又将剩下的全部塞入渔州口中 周周你也是 渔州愉悦的沟唇 一口吞下糕点 莉莉 以后你要是想去陆地的话告诉我 我和你一起去 总之你去哪都要带上我 你在哪 我的家就在哪 不知为何渔州觉得自己的眼皮越发沉重 莫大的困意使她不断地打着哈欠 似是想到了什么 渔州动作一顿 莉莉 你不会是给我下药了吧 闻言 夜里神情凝固 周周 你愿意和我走吗 走 莉莉你必须带上我 话音刚落 上心头 随着夜里右手一挥 他将渔州传送到了种植空间内 走 我们出发 宋主 这次你想先攻略哪位男主呢 成功拿下人鱼兽夫一穴的 兽氏第一扎词 新的攻略男主竟是五星难度的腹黑藤蛇 然而他才刚抵达藤蛇一族统治的地区 竟发现全城都贴满了他的通经画像 大陆第一扎词 抛出气子 诱骗钱财 偷心盗宝 撩完就跑 如有人能将人成功带回 赏金三十亿 落款人 龙印 凤铃 奇遇 夜里的嘴角抽了抽 好好好 居然这么评价他 下次见到一定让他们都跪搓一板 等他回过神来时 周边众人炙热的目光已经将他锁定 三十亿本意静在眼前 谁能不行动啊 夜里顾不得骑他扭头就跑 刚刚落地的酒瓷被拉着奔跑 满眼迷茫 一宝一跑什么 而且他们这是在追什么 现在我们身份和位置已经暴露了 我得先把你传送回空间里 那里宝你怎么办 酒瓷的眼底邪满了不愿 他才刚和夜里逛了一小会儿的街 夜里拿出一根酒瓷之前给的紫色羽毛 佩戴在头上 容貌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着追赶他们的兽人们向着这个方向搜来 夜里抓紧时间将酒瓷传送到空间中 随后若无其事地从巷子里走了出去 搜查过来的众人无疑不被他的美色惊艳 小美慈 你一个人吗 一名身材高大的油腻兽人缓缓向夜里走 别挡路 谢谢 夜里很有礼貌地准备绕过他 却在中途被那兽人捏住了手臂 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夜里的眉眼瞬间变得冷烈 我们进去说 他故作可怜地向着巷子的身处指了指 在巷口动手容易暴露他的身份和实力 雄性兽人嗤笑一声 随后拽着夜里向巷口伸出走去 呵 算你识相 那兽人刚一转身 夜里便狠狠地踩向他的后背 木熙一能发动 瞬间将他绑得严严实实 鼻青脸肿的雄性兽人嗷嗷痛脚 这次他可真是踢到铁板了 宿主 腾熙就在附近 他除了暗自经商外 还在藤蛇帝国担任监察司的职位 负责除了良善 伸张正义 包括帮助受委屈的雌性惩罚坏人 听闻系统的描述 夜里不由地折舌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被地里贩卖雌性 明面上解救雌性 夜里扯了扯领口 弄乱了自己的头发 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向着巷子口走去 在看到腾熙时 夜里整个人都呆愣在了原地 此刻的他嘴角擒着温和笑语 整个人散发着一股让人信任的气质 要不是之前在拍卖行 亲眼目睹他的狠毒 夜里也无法相信腾熙就是锦熙 夜里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伸手向着腾熙的衣袖拉去 大人 是腾熙大人吗 巷子里有流氓 刚刚有好一个新兽人去制服了 大人你快去帮帮他 腾熙后撤一步躲过夜里伸来的手 这位雌性不要担忧 我马上派人去教训他 他朝着身后之人使了一个眼色 都进去给我看看 到底是谁敢在青天白日之下为非做的 腾熙身后众人立刻向着巷子伸出走去 大人扶我一下 小女子我刚刚被吓得腿软 夜里洋装虚弱 一边说着 身体向着腾熙靠了过去 腾熙冲着身旁侍卫使了个眼色 腾泽你帮忙扶一下 腾泽向着夜里伸手预服 谢谢 不用了 我腿又不暖了 腾泽眼底闪过一抹失落之色 其实每天都有很多像是这样 故意接近腾熙的雌性 但每次都被婉拒 你也不用失望 我们大人就是这样的 他有洁癖 不如你考虑考虑 夜里摇了摇头礼貌拒绝 我只要你们大人 腾熙 他实在必得 很快 刚刚前往巷子里搜查的士兵走了出来 压界了一位被打的鼻青脸肿的昏迷雄性 大人 我们只在巷子里找到了这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他骚扰了这位雌性 对 就是他 我的恩人 你们没看到吗 很抱歉 我们只在巷子里找到这一个人 你所说的那位恩人可能已经离开了 腾熙清了清嗓子 既然坏人已经被缉拿归案 这位雌性你先回家吧 你可以说一下你家在哪里 我派人送你回去 实话说 我没有家了 我刚从家逃难回来 说着 夜里眼角又浮现出一片水雾 腾熙一时无言以对 看起来异常为难 大人 你就收下我吧 让我当暖床的雌性也可以 我真的无家可归了 还没有挣钱的手段 这要是露宿街头 恐怕不是饿死 就是要被别人掳走 大家都夸腾熙大人尽职尽责 想必一定不会放任一位 无家雌性在外面流浪吧 腾熙低头似乎是在思考些什么 良久他冲夜里点了一下头 暖床雌性倒是不必 我们府上最近叫却仆女 不知道你 愿不愿意 愿意愿意 只要腾熙大人收下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说完 夜里又在心底深深鄙鄙视了一下自己 既然如此 那么你就跟我回家吧 谢谢大人成全 夜里欢快地追了上去 伸手就要还住腾熙的手臂 腾熙语气严肃 我不惜与人触碰 希望你以后能和我保持一段距离 夜里扎了扎嘴 呵 之前也没见你少碰我 不仅是碰 还咬了他一口 夜里刚和腾熙回到别院 其遇 龙印 凤灵皆得到了他的行踪 当天便启程向腾蛇帝国感 别院之中 腾熙伸手一指 便为夜里决定了今后的住处 刚落脚 他的攻略行动就开始了 他根据系统给的菜谱 洗手做羹汤 没多久 一碗金黄的南瓜粥就做好了 夜里端着粥敲响了 腾熙请便的房门 房门两久才被打开 此刻的腾熙脸色苍白 额角上冒着虚恨 一看就很不舒服的样子 腾熙大人 你怎么了 夜里欲要向腾熙的手腕抚去 还没等碰到就被腾熙率先收回了手 我没什么事 你把粥放下就走吧 腾熙紧拧了一下唇 额角又遍布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大人相信我吗 我会一点医术 说不定可以帮你缓解一下痛 腾熙垂眸思索片刻 随后将手腕伸了出来 您之前是做过什么手术吗 手术 什么是手术 就是您体内是不是曾移植过本体不存在的东西 这是那个东西在产生排异肺移 腾熙的眼底划过一抹震惊 他的目光在夜里身上审视了两久 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他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暗中请了不少无医 大人拿着这个药方去抓点药 一日三次 坚持一个月再加上我每天对你的调理 身上的排异反应就可以清楚 配合 怎么配合 夜里邪媚一笑 当然是脱光光和我坦诚相待了 对上腾熙错愕惊讶的目光 夜里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开玩笑的 我是要给你针酒 针酒 这台还真的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小女子从小和祖母学医 也有多年的经验了 保证不会将你扎得口眼歪洗 今天先这样吧 你考虑一下 如果想让我治疗呢 就把需要的药材备全 我先告退了 有事你再派人通住 还有粥别忘了喝 我熬了好久的 也能渐渐缓解你的痛苦 夜里走到门口一步跨出 匠门轻轻关闭 胃部空虚 腾熙看着桌子上摆放的南瓜粥 拿出一根银针测试了一下 发现没有问题后 咬起一勺放入口中 南瓜粥入口香甜软糯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他当真感到自己身体上的疼痛 好了很多 手艺不错 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种 听着脑海中传来的好感度增加提醒 夜里满意的勾了勾唇 他原本以为腾熙应该会考虑很久 没想到当晚他便来找自己 白天说要准备的东西我都准备好 我需要怎么做 把衣服脱了吧 一会儿的针灸需要触碰你的身体 希望你不要紧张 也不要乱动 随后他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款针卷 里面各种长度的针鲜线 看得腾熙头皮直发麻 愣着干什么 快脱 腾熙不再犹豫 试试吧 万一可以呢 就是他背上 怪吓人的 在腾熙的背后 有着一条长度约十里里的猙獰疤痕 如果没猜错的话 腾熙怕是将那个东西移植到了这里 碎绿色的光芒在夜里手心之上环绕 穿透皮肉 直打骨骼 那里有一块稍大一圈的骨头 是龙族的气息吗 为什么腾熙会把这块骨骼移植到自己体内 怎么样 腾熙的声音干哑 带着些许期待 腾熙大人 你拿到的这块骨头并不适合你 你应该是木属性和毒属性的异能 但是这块骨头是金属性的 您身体里的这根龙骨年份是高 但并不意味着对你的效果越好 相反起着很强的克制作用 夜里猜测 一旦没有这块龙骨的属性排斥 腾熙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将修为提升到九阶 这根龙骨是你病情的源头 如果不直接移除它 你接下来的十年可能都会生活在痛苦之中 就算是喝药加上湿针 也只能减缓一些痛苦吧 夜里这一连串的话 腾熙不知道震惊了多少次 可和自己契合的龙骨哪有那么好 她体内的这根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得到 夜里故作神秘捏纸一算 小女子我还会一点关于祭司的占卜之术 我算到近三天会有一位硬龙部落的高层前来 你可以找一下她 并和她谈条件要一根和你契合的龙 此话当真成功率多少 至少八成 夜里自信满满地说道 不过我非常好奇 你为什么要在体内移植龙 是想变成龙吗 腾蛇变成蛟龙 那可谓是九死一生 腾熙的嘴唇息动 半天才说出三个字 算是吧 夜里从腾熙的寝殿内离开后 就收到了新的系统提示 龙印和凤灵应该明早就能抵达腾蛇帝国 一日一早 夜里便向着腾熙的寝殿走去 她故作神秘 今早我掐指一算 那位来自应龙一族的贵人 已抵达腾蛇帝国的统治范围 你现在便可以派人前去寻她 不知道卦象上还有没有什么提示 她的身份不低 而且是前来寻找一位雌性的 你可以以这个为突破口去找她 腾熙召唤一个仆子进来 在她的耳边煮了两句 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 等缩小范围后 你和我一同去确认身份吧 夜里面色迟疑 眼神飘忽 怎么了 有何不可能 可恩 我刚给自己占卜了一挂 今日不得出门 否则就会倒霉 腾熙低头暗暗思索 既然酒里今日不宜出门 不如她就邀请人进府吧 此刻另一边 龙印抱着一只可爱的小狐狸 出现在腾蛇帝国 念念 你说我们能在这里成功找到你娘亲吗 不多时 龙颈从远处小跑过来 硬哥 那边有人要请你到府上一讯 说是能加大力度帮咱们寻找嫂子 顺着龙颈所指的方向 一位腾蛇兽人正冲着他们挥手 看起来是腾蛇帝国比较权威的人物 应该可惜 于是片刻之后 在腾熙的府邸内闲逛的夜里 一个拐弯 便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撞入了眼里 腾熙正在对贵客表示欢迎 这次邀请您来呢 是想和您谈一个条件的 我可以派府内所有的人手帮你寻找您办法 夜里刚准备转身避嫌 腾熙却轻易捕捉到郑玉离开的他 别走 你看这位是不是你口中的那位 来自应龙部落的贵人